第一章莫名其妙 突突突 在一阵剧烈的颠簸之后 苏锦觅慢慢地醒了过来 他缓缓地睁开了双眼环顾四周 发现自己正坐在一辆嘟嘟响的车子上 这车子很奇怪 有一个突突冒着青烟的车头 之后有一个中年黑脸汉子在掌控着 而他的周围坐着两男两女都离他远远地 眼里带着警惕与同情地看了过来 在看到他苏醒过来的同时都轻松一口气 一个清秀的女孩小心地问道 你苏同志你没事吧 周围的树荫在不断地倒退着 地上的路面有点泥泞且坑坑洼洼 把人颠得七昏八速的 只不过这是哪 难道他没死而逝被卖了 苏锦觅低头看着自己的左手 瞬时一股不属于他的记忆涌上了心头 只不过那记忆断断续续又稀奇古怪的 让他的脑袋再次晕沉了起来 只是青年下乡去 这是什么东西 还有他到底是人是鬼 车子的颠簸震荡荡着他的神魂 突然他想起了画本子中的戒尸还魂 脑袋就不受控制的疼了起来 没事 苏锦觅一出声 那声音沙哑而虚弱无力 低得像只蚊子再横死的 而另外一个白皙的圆脸女孩 轻哼一声 眉毛一挑 脸上近视不屑 嘴里小声的嘀咕道 装什么柔弱大小姐 有本事别下乡啊 省得连累了别人 很明显苏锦觅的身体有所不足 刚刚更是晕厥了过去 几乎没有气息 把他们吓了一大跳 看着那脸色苍白的跟鬼一样 真是把他们吓了一路了 圆脸女孩轻轻地扯了一下 那清秀女子的衣袖 那女孩顺时转过了脸去 但脸上的神情充满了不屑 砰的一声 车子的后车咕噜 陷入到了一个大水坑中 把车上几人颠得东倒西歪 即使车头的青烟冒得再厉害 那后车咕噜始终跑不出来 在见到这物件时 苏锦觅顿时响了起来 对了 这是拖拉机 脑海中有点印象 特么的 那黑脸汉子 骂骂咧咧了一声 朝着身后的几人吼道 车子陷进泥坑了 还不赶紧帮忙推出来 两个青年巨都身形瘦削 他们脸色微红 答应了一声 赶紧跳下了车 两人推着车后槽 嘴里喊着一 二 三 在经过一阵激烈的奋斗之后 车子终于被推了出来 两个青年快速地跳上了车 拖拉机又继续 突突地朝前驶着 此时 苏锦觅的头脑 渐渐地清明 低头看着左手拽得紧紧的 摊开手一看 眼神顿时忧伸了起来 只见手中拽着的 正是一个赤色的玉纸环 这 这不是树妹常年把玩的那个纸环吗 苏锦觅陷入了回忆当中 自小她身体虚弱 被大夫断定 活不过十六岁 要想平平安安长大 必须要操养 因此很小的时候 便被家里送入到了安堂 在她十六岁集集后 才被接回相府 没想到 家里有个与她一般大的树妹 能说会道 性格爽朗独立特行 受尽了家里的宠爱 更是成天胡言乱语 说什么一夫一妻 什么穿越 什么男女平等 两人斗之斗勇 更在她十八岁 即将嫁给侯府世子的时候 树妹终于绷不住了 到达她的卧房 当面巧笑嫣然 却在不经意间 直接把她披晕了过去 醒来时 便见树妹手中的刀子 插入到她的心口 让她猛地清醒了过来 骤然飞身抱起 拔出了心口的刀子 把她左手整个切了下来 而她那个常年戴着的玉指环 却也落在了自己的手上 没想到 竟然被她带了出来 正在这时 颠簸的轰隆声已然停止 在不知不觉间 车子停在了一座 土坯墙的院子跟前 一扇陈旧的木门 隔绝了里面的场景 一车人已经站在了车下 正用看白痴的眼神 看着苏锦觅 原怜女孩结结巴巴地道 你不会又晕倒了吧 不关我们的事 你自己身体不好 非要来下乡 脑子不是有病吗 可不就是有病吗 苏锦觅摇了摇头 不动声色地 把纳玉指环 套在了左手的食指上 颤颤巍巍地站起身 脚步一软 差点又跌在了车草子上 这身体怎么如此的虚弱 比之她去安堂前 还有所不如 难道是树妹刺杀她的后遗症 倒是心口没有什么疼痛感 我来帮你吧 清秀女孩轻叹一口气 又爬上了车子 把她小心地扶着 慢慢地带下了车 开拖拉机的黑脸汉子 这次倒是没说什么 只把槽子里的行李 全都扔在了地上 对着土墙的院子高喝一声 宋浩然 白玲 赶紧地出来 我把新知青接了回来 顿时 土墙的院门被打开 里面稀稀拉拉地 走出了七八个青年 为首的男子瘦瘦高高的 面目清俊 眉头微微地拧在了一起 身高足有八尺 而她身边站着一个年轻的女子 皮肤不太白皙 倒是身材窑窍 五官端正 而显得秀气 尤其是眼里的柔光 给人一种清和之感 宋浩然在看到苏锦觅的同时 迅速瞥了下身边女子 眼里露出了一抹诧异之色 静叔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她下乡两年多 干部家庭出身 为人处事 非一般人能比 同样优秀的 还有身边的白领 两人都混得风生水起 没多久就成了知青点的负责人 别啰嗦了 这是分到咱们大梁村的五个知青 现在交给你先安顿好了 一会儿你带他们去村支部 去把安置良领了 我给村长汇报一下 说完 黑脸汉子便开着秃秃的拖拉机 走了 留下了一抹灰尘 苏锦觅看着眼前这个熟悉又陌生的男子 脑中的一抹记忆再次涌上心头 要不是 他苦苦压制情绪 差点忍不住要扑在这个人的身上 没错 这区身躯的园主叫苏靖书 今年十八岁 是一个西式世家的娇娇女 上有两个兄长 下有一个幼弟 因此在家受尽了宠爱 养得身体娇弱无比 而他确实脑子有病 放着好好日子不过 非要追求已经下乡两年的青梅竹马 想来一段 嗯 患难与共的爱情 第二章 知青点 这部 园主由于身体原因 路上没抗基柱 莫名其妙的被苏锦觅上身了 君不动 他不动 看着苏锦觅 哦 不对 苏靖书呆呆傻傻的模样 宋浩然摇了摇头 走上前几步 对着其他的人道 你们好 我是男知青点的负责人宋浩然 欢迎各位的到来 以后我们共同学习 共同进步 他身边的那位女孩也走了过来 温和一笑道 欢迎大家的到来 我是女知青点的负责人白灵 走吧 把东西拿上带你们去宿舍 白灵声音温柔而轻弯 让人不自觉地生出好感 圆脸女孩眼巴巴地看着宋浩然 声音娇憨地道 大家好 我叫夏小青 很开心认识你们 接下来便是两个男子的自我介绍 瘦高个子的叫汪长青 中等个子戴着一副眼镜 身形瘦小的叫张绍强 最后是那个清秀的女孩 低声地介绍道 大家好 我叫杨凌云 白灵温和地点了点头 好了 大家带上行李走吧 杨凌云几人 每人都拿了两个大包 拎在了手上 地下扔着的还有五个大包 两个帆布大包 两个编织带装的满当当的包裹 还有一个手提的腾皮箱 此时 苏静书才缓过神来 那些剩下的 大致便是他的行李了 宋浩然深叹了口气 走到他的跟前 声音凉薄地道 静书 怎么还这么任性 来当知青以为是好玩的吗 我平时也忙 怕是无法关照你 以后一切都要靠你自己了 他的面色微带深沉 看着满地的大物件 不认同得到 这么多东西 你是怎么拿过来的 不会一路上都在劳烦别人吧 苏静书长得很漂亮 准确地说 有一种病态的美 只不过在这个时代 并不受人待见 非眉凤眼中 透着一抹清冷孤傲 穷比白唇 显得皮肤更加的白皙透亮 一头乌黑的头发随意地披散着 身材异常的鲜弱 但却匀称高挑 十八岁的年纪 没有一点生机勃勃的生气 反而处处透着 一丝的憔悴不堪 看着这样的女子 仿佛风一吹就倒的样子 倒是让走出来的几个男之亲 生出了一抹怜悯 好了 别说那么多了 我们来帮忙 那几个青年争先恐后地走了过来 顿时把几个行李拎了起来 微笑的面色有点扛不住 这包裹里面装的石头块嘛 真诚 宋浩然的唇角动了动 终究是没说什么 几人合力 把那五个大包全都拎上 朝着里面走去 到此 苏靖书的内心依旧是震惊的 他没有完好的接受原主的记忆 所有的东西 都是断断续续的小片段 唯一让他肯定的是 这绝对不是前生的那个大风潮 甚至男女都没有什么大方 相互之间的交流 甚是友好而随意 看着孤零零还站在原地的苏靖书 一动也不动 宋浩然的眉眼间 带着一丝的不耐 还不赶紧跟上 说完 深深地叹了口气 杨林云寡淡的相貌 像带着丝不安逝世 他怯生生地道 宋 宋大哥 你别凶苏姐姐了 他病了一路还晕过去了 一路上 不但把他们五人吓得够呛 还折腾得不行 几人同时分配到大梁村 一路走来倒是认识 没想到苏靖书身体如此的虚弱 几乎是病了一路 宋浩然回首看到病咽咽的苏靖书 早已少了往日的娇称 脸上的神色不由地松了下来 他缓步走到了他的跟前 想要拉着他前行 却被女子后退一步躲开 眼里带着一分的戒备 几分的陌生 瞬时 宋浩然的耐心再次告盘 你到底在闹什么 心里想着 得赶紧通知苏靖书的家里 把人给弄回去 这不是胡搞吗 苏靖书淡淡地道 我能走 好 那你跟上 宋浩然说完 大踏步地前行着 苏靖书缓慢地跟上 一身有点松垮地不拉紧 外面套着一件后大衣 也已经皱皱巴巴的 脚上踩着五公分高的鞋跟 走起路来依旧四平八稳的 但在看到前方一众人 走得歪七扭八的 顿觉得自己太短着了 于是悄悄地放松了身躯 就连走路都随意了起来 院子并不大 两栋相对的平房 大约各有三四间 很明显 男之亲住在左侧 女之亲在右 大家挤在一起住 而今日他们新到来的三人 刚好住够一间 厨房正对着院门 而后院便是公共厕所 同样 男左女右 厕所一旁还有一个小菜园子 此时才刚翻了地 菜种子也才种下 屋子不大 一个靠近窗户的大通铺 夏小青与杨凌云早来一步 便各自占据了两边 把中间的位置 留给了晚到一步的苏敬书 白灵青可以声道 好了 这便是你们三人的宿舍了 现在你们跟宋浩然同志 去把安置粮领了吧 安置粮有限 公社下发的三十斤粗粮 以后就没有了 要是不够吃 也可以找大堆借点 等正了公分 下次发凉的时候在环上 这里早上七点上宫 中午十二点下宫 下午两点上宫 晚上六点下宫 碰到农忙时候另行安排 明天一早 我会来叫你们哦 别迟到了 白灵说完 玩耳一笑 朝着几人点了点头 便走了出去 对了 白灵刚走到门口 又回过头来道 饭是要自己做 可以单做 也可以找人搭伙 整个知青点 就一口大铁锅 两个陶瓷罐子 这么多人坐下来 要浪费不少的时间 因此 大家都三五成群的合伙做饭 谢谢白同志 杨凌云与夏小青站了起来 与苏静叔一起看向了宋浩然 宋浩然看着苏静叔 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仿佛浑游天外 就气不打一出来 他淡淡地道 静叔既然不舒服 就先休息一会 安置粮 我帮你领回来 接着便转身离去 杨凌云则担忧地看了他一眼 而夏小青却走在了最后 呲得笑出声道 某些人真是自不量力 千里迢迢找男人来了 也不招人待见 真是笑死人了 说完便笑容满面地走了出去 到此 苏静叔整个世界都安静了 第三章 难道是穿越吗 看着一间土坯砌成的简单房屋 只有一个大炕 上面铺着一张旧草席 一旁并排立着的 有三个不大且很陈旧的木柜子 以及一个脸盆架 一条旧板凳 除此之外 空无一物 再看着被扔了一地的行李 以及那个大通铺土炕 他的神情不由地黯然了起来 这里 还不如以前那个家的下人房 上一辈子 即使因为身体原因在安堂几年 却也是有丫鬟小心的伺候 更没住过如此破旧简陋的房屋 更何况 还是三人住的大通铺 他想不通 这样的地方 要如何安睡 还要要自己做吃食吗 熬药他倒是会 煮饭做菜 还真的不行啊 可能因为新生到这个身体上 此时他浑身疲惫 头疼欲裂 原主身体不适的那种病痛之感 再次袭了上来 同时有一种说不清的无力 他踉枪着扶住布满灰尘的土炕 坐在了边缘 心里慢慢理顺着思绪 上辈子在大风朝城相府 因为树妹的极度杀了自己 借尸还魂到这个不知什么的地方 而原主因为爱 也就是刚刚那个叫宋浩然的青梅竹马 前两年下乡 因此毅然决然的也跟着来了 却不想半路变成了自己 苏敬书摇了摇腾痛的脑袋 唇边划过了一丝苦涩 原主太傻了 这宋浩然不过如此 比起大风朝风光际月的男子有所不如 现在变成了他就更不相干了 是了 难道自己现在便是树妹嘴里 常常念叨的穿越吗 他依旧在转动着 树妹时常把玩的那个赤色的玉纸环 只见暗光一闪 顺时化为了一道流光 没入了他的食指之间 只留下了一道浅浅的印记 这连戒尸还魂 他连穿越都遇上了 难道还有什么怪力乱什么 只是赤色玉纸环 哪里去了 叮叮叮叮叮叮叮 一道清脆悦耳的声音在脑海中响起 苏敬书四处张望 屋子一如既往的静默 没见到什么神神怪怪的东西 苏主你好 我是小夕成长系统 见你天赋一柄特榜定了 现在为你提供服务 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苏敬书吞咽了一下口水 什么系统 他不知道啊 于是便冷冷地道 你到底是谁 想要干什么 随即 头脑一阵晕眩 苏敬书便站在了一片青青草地之上 身前一米之外 飞越着一只拳头大的铁疙瘩 还带着两扇光亮的眼睛 一双小翅膀忽闪忽闪的 让苏敬书顿时戒备了起来 随即一掌拍了出去 那飞翔的铁疙瘩 顿时闪避在了一边 眼睛依旧散发出两点荧光 哎 别打 我是为你服务的小夕系统 信了你个鬼 这是哪里 小夕又飞行了远一点 在半空中旋转着 他的小翅膀 浮了浮渊渊的身躯道 刚刚融合了你的空间 这里暂时叫系统空间 苏敬书活了18年 不但穿越了 还遇到了这么神奇的事 脑中嗡嗡的更疼了 只是 他丝毫没有放松戒备 我不管什么系统空间 你到底有什么目的 小夕左右晃动着身体 就像是在摇头似的 我一个系统能有什么坏心眼了 就是给迷茫的人指引一条明路 放心好了 不会害你的 苏敬书的神情一顿 他根本不信这一个铁疙瘩说人话 环顾四周 只见这个所谓的系统空间中 种植着十几株果树 上面硕果雷雷 有苹果 梨 桃树 梨子树 甚至还有一个葡萄架藤 矗立在一间茅草屋旁 之下还有一口小小的古井 葡萄藤下放着一把糖椅 一旁的小几之上 还有一壶热茶 四周便是种植园 种满了各种菜蔬 不远处里把圈围的园子里 甚至还放养着上不少的鸡 遍地的鸡蛋 就那样随意地滚落在地上 没人拾去 院子一旁 还有一个不大不小的溪流 里面有几条小鱼 再来回地游荡 一副生机盎然的田园景象 请问有人吗 苏静叔低声地喊着 直接忽略了 一直跟在他身后的那个铁疙瘩 小西道 按理说 宿主是进不来系统空间的 没想到你的运气不错 竟然融合了一枚空间纸环 空间纸环 他不由自主地 扶了腐空荡荡的食指 四周寂静无比 只有风吹过轻轻的草地 以及击石起彼伏的叫声 苏静叔依旧缓步地 请问有人吗 小西踏了贪小翅膀 看来宿主是个倔强的 不见到事实 是不会死心的 何况 刚刚融合系统与空间 原来他自己一平方的空间也变大了 系统还没好好观察呢 苏静叔等了一会见无人应答 便推开木制的大门 正中间是一间小的会客厅 左边竟然是厨房里面锅碗瓢盆 一应俱全 里面还有两大缸精细百米 右边是一间超大的储物间 顺时 他的嘴张得大大的 这 这不是他出价前放在偏房的那88台架状吗 只等天亮 便要抬入侯府 怎么会整整齐齐地摆在这个仓库之中 不但如此 就连他卧室的梳妆台与装匣子都在 难道 这个世界真的玄幻了 他再次轻抚左手食指 那个早已消失的玉纸环地方 那个浅浅的硬痕还在 难道这个叫小西的系统说的是真的 快出去 有人来了 小西小心地出声提醒着 正在这时 一阵轻微的喧哗声 从远处传了过来 有远极近 不管如何 有了这些嫁妆 他在这个陌生的世界便不怕了 这是未来生活的保障 心里思索着 出去 瞬时 头脑一晕 抬眼看去 依旧在那间陈旧的小屋中 而门口传来了嘻嘻嘻嘻的声音 原来领取安置物资的两个女知青回来了 身后还跟着宋浩然与白玲 两人有说有笑 在看到苏静叔的刹那 白玲礼貌地点了点头 便笑着离去 宋浩然看着满地的行李 依旧原封不动地摆在那里 语气更是冷淡 尽书 安置粮给你领回来了 十斤玉米面 十斤高粱面 十斤红薯 省着点吃 差不多就够了 三个月后挣了公分就发粮食了 第四章 原来是病秧子 嗯 如果不够 也可以去大堆借粮 但等发了公粮 还是要还上的 说着 连一分钟都不想停留 转身便离开了 夏小青与杨凌云提了一大堆东西回来 虽然有人帮忙 但也累得不轻 看着淡然如水 好像不识人间烟火的病弱女子 夏小青顿时就气不打一出来 她冷笑一声道 哟 大小姐休息好了吗 还不赶紧把自己的东西归拢一下 你挡着我们的道了 说完 狠狠地踢了一旁的那个大包裹一脚 哐荡 随着一声轻响 夏小青哀悠一声 顺势蹲下身 捂住她的脚趾头 疼得呲牙低哼 你这里面放的什么破东西 疼死我了 杨凌云赶紧伸手去扶 低声的道 怎么样 你的脚要不要紧 罐头之类的 而且还不少 看着乱糟糟的一团 苏靖书的头更疼了起来 女人之间的敌意 总是来得莫名其妙 自己好像没招惹过这人吧 她一醒来 似乎都在被针对 还真不习惯和别人住一起 没有自由 也没有隐私 甚至还要被奇葩刁难 当然 别看她瘦弱 也是不怕的 在安堂那八年时间 她不但入了安主的亲眼 更是败在了她的门下 不但会舞 还修习了医术 这样叫嚣的女子 她瞬息便可放倒 想到这 她又想起了 梳妆匣子里的那一套银针 唇角泛起了一抹轻笑来 恰好杨凌云把夏小青扶了起来 在看到病交女孩的笑时 直接惊呆了 忽略她病奄奄的身体 原来这女孩 长得这么的好看 仿佛有种与世隔绝的美感 无论别人如何挑衅 就像是一拳打在棉花上似的 那个 靖书 你没事吧 谢谢 没事 苏靖书淡淡回答 还是那句话 君不动 她不动 太不了解这个世界了 她现在都不知道该做什么 本着说多做多 一不小心就做错的原则 现在她能做的 就是观察 此时 夏小青也缓过了近来 狠狠地瞪了苏靖书一眼 对着杨凌云道 别理这个嚼屎棍 走 咱们去打点水 先把屋子收拾一下 懒死算了 看着讨厌的人 比她多一倍东西的女孩 连呆愣愣的样子 都那么地勾人 肯定是个不安分的 越看越不顺眼 接着便噼里啪啦地 翻腾起自己的物品来 摔摔打打的 接着便翻出了一个 刻着标语的 堂瓷脸盆出来 还拿出来了一块 破旧的毛巾 杨凌云则对着苏靖书 歉意地一笑 然后也拿着个 差不多的堂瓷盆出去了 不一会儿 两人就打了两盆水回来 让开 夏小青粗鲁地 对着苏靖书低吼 拿着那旧毛巾 开始擦洗起土坑来 苏靖书赶紧避开 屋子收拾起来 顿时扬起了一股灰尘 依旧没动一下的苏靖书时 杨凌云忍不住地问道 靖书 你不收拾床铺吗 现在出春 寒衣料鞘 打出来的水 依旧是冰凉冰凉的 两人的手指都被冻红了 并不是苏靖书矫情 而是他到现在 还跟做梦似的 没适应过来 从来他 都是食指不沾阳春水 这么一大堆东西 要如何收拾呢 哼 社会主义的蛀虫 夏小青把脏毛巾 重重地砸在了脸盆中 四周溅起了一片的污水 瞬时 苏靖书一道冷宁的目光射了过去 把正在发牢骚的夏小青吓了一跳 那道目光太过射人 就跟要杀人似的 使得他背上一阵寒凉 他鼓起勇气道 干 干什么 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夏小青嘴上虽然凶悍 但慌弯的脚步 预示着他此时的不平静 什么鬼 这病秧子太吓人了 然后端着水 又气势汹汹地出去了 苏靖书不爱说 并不表示 他就会逆来顺受 惹及了他也是会打人的 你别和他介意 他就是那个脾气 没什么坏心眼 杨凌云就着不太干净的水 又把苏靖书的铺位擦了一下 不好意思地道 一回再擦一遍就好了 谢谢 我自己来 苏靖书看着地上一大堆的东西 也开始翻着了起来 不一会儿 也找了个差不多那样的糖瓷盆 往院外走去 此时的院中 先少有走动的人 似乎都在忙自己的 看着杨凌云 两人在一口井边洗抹布 一旁还有一个老知青 在帮忙打井水 于是也走了过去 那男子在看到苏靖书时 很自然地道 你们新来乍到 有很多不习惯的 先用木桶的水吧 我帮你们 谢谢 苏靖书倒好水又进了屋子 把自己的东西 细细地擦洗了一遍 然后又把满地的行李 归拢到了墙边 好不容易屋子收拾得七七八八了 外面的天 也开始渐渐地黑了 苏靖书的肚子 也不合时宜地 咕噜咕噜地响了起来 恰在这时 请一个欢迎仪式 一起吃饭了 走咱们吃饭去 夏小青离也不理苏靖书 拉着杨凌云就往外跑 等苏靖书刚走出房门 那两人又急急忙忙地跑了回来 夏小青已经冲出了屋内 继续翻轴 而杨凌云停顿了一下笑道 靖书拿上自己吃饭的家伙走了了 吃饭的家伙 苏靖书疑惑 原来晚上还要自己准备碗筷吗 看着五个鼓胀胀的大包 他不知道园主有没有这个东西 于是又低身翻腾了起来 首先打开了那只藤皮箱 里面全是些瓶瓶罐罐的 很显然 里面并没有什么饭盆和筷子 然后又慢腾腾地把箱子合拢 锁好 再看向另外四个大包裹 两个条纹大包内骨当当的 应该是被褥之类的 再走向另外两个大包 刚要伸手去看 夏小青已经找好饭盒和筷子 又跑了出去 杨凌云低叹了一口气 这病弱的女孩 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啊 来这兔子不拉屎的大梁村 还要出宫出力 她能活过三天吗 你在干什么 磨磨叽叽的 还不去吃饭 正在这时 宋昊然走了过来 看着苏静叔轻冷懵懂的眼 也忍不住的低叹一声 今日的叹息 比之他两年前刚下乡时都多 明明林家小妹娇俏柔弱 家境殷实 他来此干什么 平白给他添了这么多的麻烦 这地方 是他这样身体虚弱的人能来的吗 简直是 静叔 你吃我的吧 说完 便把手中的饭盒递了上来 里面有半饭盒的玉米面糊糊 上面放了几节切好的咸菜疙瘩 和一小块炒得香喷喷的鸡蛋 外加一个小拳头大小 黑乎乎的杂面野菜团子 为了迎接新知青 今日知青点破天荒的 炒了六个鸡蛋 还是大伙凑的 再加上人数不少 因此他拿的并不多 谢谢 不用 我自己来 这时 他终于在一个口袋中 找出了一个崭新的铝制饭盒和筷子 看了宋昊然一眼 侧身便走了出去 第五章 系统空间 一阵冷风吹来 让他生生的打了个寒颤 北方的夜里真是寒凉 男子住所前的 空地上升腾起一抹火光 二十个人围在了一起 有说有笑的 苏靖书心中暗想 难道这里没有男女大房吗 要知道 在大风潮 男女七岁不同席 即使是妇女 兄妹也是不可以的 叮叮叮 一阵清脆的声音 再次在脑海中响起 宿主 有必要和你科普一下 现在是1972年 男女平等 但还是要注意方式方法的 女子也不可以单独和男子共处一室 原来如此 他接受了小夕的科普 这里比之大风潮的1997年 好像相差甚远 他不动声色地走了过去 继续来到那口井旁 那里还放着一个套了绳子的木桶 里面还有半桶水 看上去倒是清澈 宋浩然真的是想要撞墙了 面对倔强 矫情 任性的林家小妹 他不能完全放手不管 该教的还是要教 却也没有多大的耐心 是要洗饭盒吗 是 宋浩然抢过他手中的饭盒和筷子 快速地从桶内倒出来一点水 把饭盆和碗清洗了一遍 然后再倒水涮了一下 又走到火堆旁 给饭盒里打了点玉米糊糊 拿了一个杂面野菜团子 这样可以了吧 快吃 把食物堆到了他的手上 终于失去了耐心的宋浩然 连多看他一眼都没有 便转身离去 还很自然地坐在了白林的审判 两人低声说笑了起来 这一次别说鸡蛋 就连咸菜疙瘩都没有 全部被瓜分完了 苏敬书也不甚在意 看着一众人 或坐在板凳上 或坐在树墩子上 使得他显得有点格格不入 苏敬书没有离开 也在不远处 找了个树木墩子 静静地坐了下来 细细地观察着这一切 想让自己努力适应这个时代 和这里的生活 宋浩然虽然在和白林说笑 眼里的余光 却不时地扫了过去 惊讶于林家妹妹的安静 不吵不闹不撒娇 她的印象中林家妹妹每次见她 远远地都会娇俏地喊着 浩然哥哥 她倾咳一声 掩饰住此时的情绪 虽然许久之前 她就知道 这妹子喜欢自己 无奈她只把这娇弱的女孩 当妹妹看待 并没有特殊的感情 更何况 她看着一旁温柔 大方之性的白林 与并奄奄的林家妹妹 根本没可比性 苏敬书也有点饿了 拌着玉米糊糊浅喝了一口 顺时一股热意传遍了全身 就连之前那种 晕晕乎乎的感觉 都好了不少 不知道原主多久没经过时了 她又连续地喝了几口 味道清淡而梗喉 说不上什么味 比这当初她在安堂的素食 还要低劣许多 再看一眼 黑乎乎的杂面野草团子 她拿起来轻咬一小口 有点干硬 慢慢地咀嚼之后往下咽 结果一种刺喉咙的感觉 袭了上来 咳 嗨嗨 嗓子咧的难受 连续干咳几下 差点把她卡死 这东西太难以下咽了 就像是 加了一些夫子面 野菜 玉米茶子等 瓜子的人嗓子难受 咳 嗨嗨 快 想要伸手拍打她的背部 却被她轻轻地推开 咳 嘿嘿 谢谢 我没事 刚吃这杂面野菜疙瘩 就是这样的 以后慢慢就习惯了 知青大多数吃不下这东西 但是现在粮食紧缺 不吃 就得饿肚子 宋昊然也走了过来 低声地道 怎么这么矫情 你白姐姐好心给你倒水 却如此的没礼貌 苏靖书咳着摇了摇头 她不是不想喝水 而是不习惯用陌生人的东西 此时 她一张惨白的小脸 咳得通红 依旧温和地笑着 把水递到了宋昊然的手上道 这也不是我的杯子 是昊然哥的 可以放心使用 谁的也不用 苏靖书轻轻地捶了一下心口 把黑色的野菜杂面团子收了起来 继续喝了一口稀稀的玉米面糊糊 经过刚才的对比 突然她觉得这玉米糊糊 味道也不错 起码胃里没有饿得脚痛 嗓子干疼 宋昊然端着水大口大口地喝了起来 然后笑着对白领道 不喝拉倒 小孩子脾气 仿佛此时的女孩 就像是个笑话一般 突然苏靖书便觉得没意思起来 陌生的环境 陌生的人 陌生的事物 这一切的一切都源于她穿越了 她静静地坐在了那里 孤零零地 一小口一小口地喝着玉米面糊糊 思绪不由地飞远了 如果单独给她一间屋子 哪怕在深山老林 大概自己也可以一个人生活一辈子 想到这 她骤然抬起了头来 看着远处尽头的那一片雾蒙蒙的山巒 又默默地低下了头 不一会儿 知青们都吃完了饭 一个一个排队 在那个井旁 吸起了自己的饭盒来 等筒里的水用完了 一个青年拉着绳子 把筒轻轻地放进了井里 轻摇了两下 然后用力一甩 既然半筒水便被她提了上来 原来打水是这样操作的 然后一众青年 还倒着凉水喝了下去 只有少许的女知青 笑着从一个暖瓶中 倒出了热水 暖瓶 苏静叔的脑海里 突然蹦出了这样一个词来 她现在没有 直到小半饭和玉米糊糊吃完 天已经完全暗了下来 手中的那个黑面团子 她无论如何都吃不下去 刚观察了半天 这些人或者吃 或者揣 都把食物分刮干净 没有人浪费粮食 是了 她不吃 这东西要放在何处 要是能放在那间 神秘的空间小厨房 就稳妥了 想到这 手里的那个黑面团子 突然不翼而飞 直接从她手中消失不见 苏静叔的脸上 充满了震惊 要不是天太黑 没人看清她的脸和举动 太邪门了 拿东西竟然凭空不见 还能拿回来吗 瞬时 她摊开还没合上的手掌 又出现了 那个黑色的杂面团子 这 扑呲 小夕的声音 出现在了她的脑海中 宿主 你有系统空间 是可以随意 收取物资进出的 别试了 当心被人看到 要把你当成妖魔鬼怪对待 第六章 努力适应 苏静叔知道 怪力乱神 是不能声张的 是了 刚刚东西消失的时候 她想了些什么 让黑面团子 去那个什么的厨房 顿时 黑面团子就消失不见了 原来那个 系统空间是这样 收取物品的 太神奇了 苏静叔即使学了 十几年的礼仪 以及得而不喜 失而不忧的观念 此时却依旧控制不住 心中东东的惊慌 算了 主要于她无害 便不管了 此时 火堆旁只剩下 两个收拾残局的人 剩余的全都回房了 苏静叔抓紧 洗好了饭盒和筷子 快速地回到了宿舍 屋子只有一盏 小小的煤油灯 在闪烁着 照得人看不清 脸上真实的面容 夏小青与杨凌云 已经开始收拾了起来 那个土坑一左一右 已经摆好了 两人的被褥 中间给她留下了一大片 他们正整理着衣物 往柜子里放 静叔吃好了 快收拾一下 早点睡吧 明日一早还要开工 夏小青依旧不待见 只听她一声冷哼道 小鱼你操什么心 说不定人家大小姐 不缺钱不缺票 不需要上工 也饿不死 说完 瞥了一眼地上 那些横七竖八 摆放着的包袱 倒是收到了一边 很显然 之前踢了一脚的那个包袱 是满满的一包袱的罐头 也不怕撑死了她 随即她的眼珠子一转 声音顿时好转了起来 静叔啊 晚上没吃饱吧 要不把你那个包袱打开 咱们开一瓶罐头吃可好 我只尝尝就好了 有东西好朋友要分享 不是吗 杨凌云眼睛的眼睛 也瞥了一眼那个包袱 当时从县城火车站上车 他们还帮忙 抬过那个包裹 很重很重 真的是一大包吃食 她抬眼看向了苏靖叔 想看看她怎么回答 苏靖叔就跟没听到一般 把饭盒轻轻地 放在了一旁的旧凳子上 直接忽视了两人热切的目光 喂 和你说话呢 听见没有 夏小青的声音 又尖锐了几分 这年头 能有一口饭吃就不错了 那么多罐头 不就是给大家准备的吗 一个屋子里的 分享一些怎么了 别想了 洗洗睡吧 前去后宫 苏靖叔又不傻 干嘛要理这无理取闹的人 你 你给我等着 夏小青看着油盐 不静的病秧子 气呼呼地 把手中的东西 摔得更大声了 苏靖叔淡笑了一下 一脚就踢了过去 顿时整个世界都寂静了 半想一道尖锐的声音 吼起 啊 你踢我 夏小青跳起来就想干架 这坡地方 真不是人呆的地方 必须发现 对象就是病秧子 在接触到苏靖叔 那道似笑非笑的目光时 突然想起了 下午那发自内心的恐惧 气势顿时弱了几分 别以为你是个病秧子 我就怕你 苏靖叔摇了摇头 有心想要和杨凌云说换个位置 自己不想和泼妇住在一起 但是良好的教养 让他说不出口 看着地上五个大包袱 很明显 腾皮箱子里才是重点 他提着箱子 直接放在了柜子里 然后忽略了其中一个 古囊囊的大包袱 又把另外两个包裹解开 只见里面有两个糖瓷盆 一个糖瓷缸子 和两条崭新的毛巾 剩下的全都是些零碎的用品 许多他连名字都叫不上 不知道干什么用的 之前被夏小青剃了一脚的那个包裹 竟真的是各种各类的罐头 有水果的 还有肉罐头 拎起来虫得要命 也不知道瘦弱的园主 是怎么搞过来的 从小到大 他随时都有贴身丫鬟伺候 还从来没有亲手整理过东西 看了一眼杂七杂八的东西 低叹一口气 衣服以裙子居多 今日见到院子的几个女子 全都是穿着的衣服和裤子 他挑了一套 看着比较相近的衣服 单独放到了一边 以便明日穿用 剩余的又一股脑袋塞进了那个柜子里 想到了藤皮箱上的那把锁 他又拿了出来 直接把柜子给锁上了 只把夏小青妻的瞪了他好几眼 三个人 三个柜子 谁也不打扰谁 当着外人的面 剩下的物资他也懒得整理 揉了揉发酸发疼的腰 拿着一个瓷脸盆和一条毛巾 便走了出去 背后传来了一声轻痴的声音 像是不屑 又像是各种嫌弃 清洗完后 苏静书一声不响地打开了铺盖 四月的大北方夜里依旧寒冷 看着被褥的颜色 一条青格色的褥子 便被他随意地铺在了土炕上 被子也是新的 粉色的纯棉材质 摸上去软绵绵的 都被他放在了坑上 剩下的物品被堆在了柜子的一侧 想着明日再好好整理 取下了头上发箍 放在了柜子上 然后缓慢地躺了下来 这一整天 他接受了数不清的陌生信息 让他的身心陷入了疲惫 远主沉弱 很明显身体症状不足 要想在这个世界好好地活下去 首先便要把这具身体调养好 砰砰砰 夏小青两人 这事也清洗完 从外面走了进来 一如既往的 他开始摔摔打打 放置东西的声音巨大 却再也不敢辱骂 苏静书唇角 露出了一抹浅笑 小丑而已 以为摔几下东西 就能奈何得了他 反正最后损坏物品的 是他自己的 何况在丞相府 与一堆树姐树妹斗智斗勇 这都是小儿科而已 他累了 不想在这个世界斗下去 只想平静地过自己的日子 不知道什么时候 整个屋子都黑了下来 身边的两人都传来了 滴滴浅浅的呼吸声 甚至一旁的夏小青 还扯起了轻微的呼噜 右边的杨凌云 不合时宜地打了个闷屁 最让苏静书受不了的 便是与他人同处一事 想要再去那个地方看看 看着两边有人 他也没敢进空间 反复试验了一番 空间的一切清晰地呈现在了眼前 尽管外面夜色如墨 这空间却依旧芳草阴阴 如同白昼 意识一入空间 那个铁疙瘩系统小西 便迎了上来 默默地跟随在身后 原来的鸡蛋依旧滚落在地 看上去有点暴殿天物 小西 那鸡蛋怎么受起 你自己的空间自己做主 好吧 不知道这系统用来干什么的 苏静书默默地走进了小屋 在厨房的锅台上 看到了那个 被咬了一小口的黑色野菜 砸面团子 果然在这里 看来这是个神奇的空间 只要意念一动 催动心中的想法 便可随意收取物品 更加奇妙的是 此时他的身体在外间 只有精神意识进入空间 据小西说 本体在外面受到干扰 人自然就会醒过来 一点都不担心会暴露什么 第七章 不算太穷 苏静书再次来到那个储藏室 这次看得很是仔细 八十八台嫁妆 嗯 她是丞相嫡女 根据规制该有的体面 一点不能少 何况嫁的 还是侯府世袭网替的世子 因此嫁妆很是丰厚 包括珍贵药材 上好的梨花木家具 珍细瓷器 一匣子一匣子的金银首饰 四季的衣物 田地宅子的汽票 和一万两陪下的银票 布匹绫罗绸缎 以及八色糕点 八色坚果等等 甚至一旁还放着一个装匣子 里面放置了一套她的银针 这才是她顶顶珍贵的物件 打开装匣子 她轻浮着这套银针 大概 只凭这些东西 就足以让她在一个时代生活无忧 只可惜 她今天白日观察了所有见过的女性 发现她们中没有一个穿金带银的 全都是利索的短发 或者两个大麻花辫子 看着很是简朴 苏靖书又看向了另一侧 放置着一框框梨 苹果 桃子 葡萄等水果 想来是外间那些果树采摘下来的 一旁还放了十几个箩筐的金系里面 除此之外 还有一箱子的金银珠宝 上面有一个紫檀木桩匣子 里面放着的满满的一桃子银票 粗略数了一下 足足有十万两 此时 她的神识清明了起来 即使再傻 也知道这些都是她树妹放进来的 咯咯咯 苏靖书忍不住地大笑了起来 她从来没这么放肆过 这时 笑的眼泪都出来了 没有人知道 在安堂的那八年 她都经历了什么 不仅拜了安主为师 不但医术了的 身手还很不错 被树妹偷袭 临死前她 砍了树妹的手指 连同她最大的依仗也带走了 以后 看她在那个吃人的社会 要如何生存下去 只不过 这银票还能用吗 没有银号 大致是作废了的 即使这样 苏靖书的心情也是甚厚 她想起了原主所带的那个藤皮箱 意念一动 那物件竟然隔空出现在了储物室内 打开藤皮箱 只见两瓶还没开封的麦乳金 两袋奶粉 两包红糖 两包糖果 两包糕点 一大榻子各种票据 她拿起来大概看了一下 全国肉票 糖票 工业票 这都是些什么 苏靖书不明所以 然后拿着一个粗糙的布包 里面有不少的钱币 有灵有整 仔细数了一下 足足有320元 这个时代的通行货币吗 真穷啊 想到这里 那些加起来的11万多的银票 就忍不住的肉疼了起来 要是当初全换成金子 在这个世上 大概也是合用的吧 不 宿主 这个世界的流通货币 不是金银财宝 就是这些钱币和票据 你的意思是 凡是购买米面粮油 都要用到那票据和钱币 这么麻烦 这个世上 还有一种特殊的交易所 叫黑市 不合法 却是最简便 宿主有空可以去看看 还有那些鸡蛋 也可以悄悄地卖掉 是了 鸡蛋还没捡 随即他的意念一动 只见储存室里 两个空箩筐中 顿时装满了两大筐鸡蛋 摆放得整整齐齐的 太神奇了 那 这是什么 他晃了晃手腕中 带着的那个物件 皮带子上 带着一个金属圆盘 也不对 这物件他有点熟悉 只是一下子想不起来了而已 手表 用来计量时间的 苏静书顿时想了起来 以前计时都是用流沙漏斗 对了 他突然想起来 在大封皇宫中 还有一个大日鬼 似乎和这东西很像 只是这个东西戴在手上 更方便 也更精准 怎么辨认 小夕仔仔细细地 给他讲了一遍 苏静书顿时瞄懂 他再次召集了些物件 在手中问道 这都是些什么 牙膏 牙刷清理牙齿用的 香皂洗手洗脸用的 肥皂清理衣服用的 雪花膏护理用的 原来如此 这些东西都只有一两件 要小心使用 所以依旧又放置在了柜子之中 他来小夕还是挺有用的 教他了解这个时代的产物 他把藤皮箱整理了一下 在里面放了一桶麦乳筋 和一包奶粉 一包糕点 想了想 又抓了一把糖放在里面 再用意识 把藤皮箱放回了柜子中 剩余的东西 单独放在了一个筐子中 还有那一包裹的罐头 随意的留了两罐在外面 其余的全都被他收进了空间 咚咚咚 大清早 一阵阵急促的敲门声 在外面挨个响起 只听白铃那清朗 而又温柔的声音在喊道 起床了 七点了 赶紧吃点东西 准备出宫了 其实不用喊 村上的大喇叭 便开始喊话了 夏小青的抱怨声 也跟着想了起来 哎呀 我怎么感觉才刚睡下 怎么就早上了 外面天还没亮呢 真讨厌 说归说 三人的动作都不慢 全都马里的起身 今日苏静叔 没再穿那件碎花长裙和大衣 他从另一套衣服穿了起来 就连鞋子也改成了胶布鞋 整个人看上去 显得更加的单薄了 外面的人声嚷嚷 有小心抱怨的 有在洗漱的 还有在生活做饭的 整个知青点有21人 总共就一口大铁锅 和两个陶瓷锅 想要吃口热的 那得趁早 即使是做饭 也是排着队使用锅具 因此 大多数人都合伙在一起做饭 基本上都是五六人一个团体 即使这样 在做饭上都耽误了大半的时间 目前是七二年初 正是知识青年下乡最鼎盛的几年 每个公社的人都不在少数 苏静叔默默地坐在床檐上 手里拿着一块糕点 杯子里接了一杯凉水 一口喝下去 整个心脏都凉了起来 突然他想起了那一堆的票据 其中就有工业票据 在他迷迷糊糊的记忆中 应该可以买一个 昨日他们用到的那种暖瓶 啊 你知道在哪可以买到暖瓶吗 代销店不一定有 去镇上的供销社 不过 杨丽云为难得到 咱们今日第一天上工 怕是不好请假 三人都没有出去排队 抢锅造做饭 都在屋子内随便的吃着 第八章 第一次出工 杨丽云的家庭条件并不好 此时再啃着一个玉米面的干饼子 夏小青稍稍好点 也只是在吃一个硬邦邦的白面馒头 把三人噎得不行 随着宋浩然的口哨声响起 众人慌忙集合起来 在院子的墙根处堆着镰刀 锄头 塔子 铁仙等半心不救的工具 大多数人都扛了把锄头 少数人拿着别的工具 都快步地朝着生产队走去 苏静书想着自己的小身板 毫不犹豫地拿了个篮子碗在手上 也算是没有空着手 天刚刚蒙蒙亮 知青点在小梁村口的边缘 等他们走到集合点时 那里已经站着不少的村民 一棵大树底下 歪七扭八地坐着几个青年 其中一个嘴里还叼着一根狗尾八草 眼神迷离 正呆愣地看着不远处 大概还是处于没睡好的状态 剩余的几个青年 在看到他们知青走过来时 不合时宜地吹起了口哨 哟 咱这大梁村又醒来了几个新知青了 不过那个妹子长得真倔 把杨玲云几人 吓得赶紧躲在了男知青的身后 早就听说女知青下乡 许多人都捞不到好 甚至还有人被村里的二流子祸害了 这些人的眼神像狼了 刚刚还处于迷蒙状态的那男子 顿时来了精神 朝着人群中看去 一下子便与苏靖书淡默的眼神对在了一起 这丫头真柔弱呀 看看风一吹就能倒的样子 只是 他怎么不害怕这么多的人观望 也不躲藏 苏靖书感觉到了那道探究的目光 顺着视线看了过去 只见那男子皮肤有黑 五官硬朗 神情慵懒 唇角上阳处有一道不浅的疤痕 看上去面容凶狠 长得很是粗犷 只一双清亮的桃花眼 竟让人看出了几分俊朗来 不仔细看 就是一副凶巴巴地痞的模样 除了青年 圣渝三三两两走过来的妇人 也议论纷纷 对着知青们指指点点 天啊 你们看那个病秧子 她下乡是来搞笑的吧 肩不能挑 手不能拿 知青一次不如一次了 呸 我看用不了三天就跑了吧 听着大家的议论 夏小青又狠狠地瞪了苏靖书一眼 都是这女人 明明就是给知青点拖后腿抹黑来的 圣渝的人也微微避开了半步 拉开了与苏靖书的距离 生怕被一群乡下婆子给议论了去 行了 别成天吓嚷嚷 这时 一个五十来岁的黑脸汉子走了过来 脸长得四四方方的 一脸严肃 再吵全部扣公分说完 还瞪了那几个痞子青年一眼 眼里的警告意味很浓 随即又看向了几个新来的知青 这一批的知青 全都是小白脸 没一个能顶视的 但公事安排下来 他们又不得不接 白白浪费公家的粮食 看到大家安静了下来 大队长点了六人的名字 勉励了一番 便开始安排工作 今日大火点豆子 两俩一组 抓紧时间开工 在大队长的大手一挥之下 村民们有默契的 朝着计分员和大队会计走去 领了一部分的豆子 和指定的地方 三三两两的 又朝村外走去 二十一个知青 也自动的组队 唯一多余出来的 便是苏靖书 所有人都不愿意 和柔弱的病秧子 在一起干活 生怕连累了自己挣不到公分 报告大队长 我和他一组 一个懒洋洋的声音响起 正是那个凶恶的青年举着手 一旁的几个小青年 瞬时便响起了一阵笑来 一边去 你捣什么乱呢 周长博站起来道 我哪有捣乱 你看他那小身板 我不知道看着点 大概一会他就晕厥了去 我可是为大家服务 大队长看向面无表情的女孩 皱了皱眉 似乎好像一阵风 真能把人吹倒 随你的便 别欺负人家小姑娘 本着少说话 也少做事的规则 说多错多 而且自己说话文皱皱的 怕是让人听了也不舒服吧 苏靖书冷静地看着这个世界 这里的女孩没有规定 不能露手露脚 妇人们更是言语无尽 什么男主啊 女主内 在这个世界 根本就是不存在的 原来这就是 树妹所说的男女平等吗 不 听房内的两人交谈 农村的女孩 大多没上过学堂 男孩子也只上了几年 有文化的城里人 全都被赶到了乡下干农活 苏靖书不知该如何自处 他既不和房里的两人交谈 也不往宋浩然跟前凑 抬手看着三三两两走在一起的人 有同性组队的 也有男女组合的 原主的这个所谓竹马 丝毫没顾及他这个林家小妹 此时正和白林书说笑笑地走远了 仿佛早已忘记他这个相熟的累赘 走吧 周长博去计分园那拿了包豆子 一下子抛在了他的篮子内 手随意地捏着一把锄头 昂首挺胸的便往前走去 身后跟着两个兄弟铁娃与二狗 三人一路调笑着 还时不时地回首 朝着苏靖书挤了几眼睛 杨凌云不忍心地道 咱们这样是不是不太好 万一靖书他 他 破 夏小卿忍笑出声 无所谓地道 不然我们就有一人单独出来 是你 还是我要和那个二流子组对了 那 那我们走吧 杨凌云 夏小卿两人随意大流地跟在身后 其他的男之亲 看着女生娇弱的样子 倒是不忍心 看了眼周围人 怕被人笑话 也装作没看到 到此 苏靖书根本没在意别人说什么 他有点目瞪口呆的 种地 或者是种豆子 他不会啊 应该说 这些自己 统统都不会 甚至还没搞明白自己 到底在干什么 和这个痞子少年一组 一会儿 他不会揍自己吧 怀着一颗忐忑的心 看着人群渐渐地分散 包括铁娃与二狗 也占了一块地 开始干起了活来来 周长博在前领路 两人伸一脚 浅一脚地走上小坡的地里去 田梗上到处跑着的 都是半大的孩子 手中全都跨着个大竹篮 正在争先恐后地扯着猪草 第九章 点豆子 山路凹凸不平 每走一步 他都带着一些小心 生怕不小心跌一跤 不一会儿 他的胶部鞋 便染满了尘土 走在前面的周长柏 在一个土耿子上停留了下来 双腿一弯曲 他竟然直挺挺地躺了下去 车时到了 放眼望去 四周分布的土地上 都有两人开始了点豆子 苏靖书观察着 地都已经翻好了 连一根杂草都没有 只见一人用锄头 在土地上绝一个小坑 把多出来的土耳在了上面 青彩下抹平 再看着身前慵懒的少年 好像丝毫没有要干活的自觉 依旧自顾自地斜躺着 右腿搭在左腿上 在不停地晃悠 嘴里哼着不知名的歌谣 进一副怡然自得的神情 与周围的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敌不动 他不动 反正对于干活 他没有把握 也没有兴趣 公分不公分的也无所谓 唯一担心的便是 自己不但不会干农活 甚至连饭都不会做 很显然 他的独立特行 让知青点的人 把他孤立了 以后的饭食 该如何解决呢 还有 他真的不喜欢 和别人合住在一起 要是能有一间 属于自己的小屋就好了 感觉到眼前女孩的无所谓 周长伯也好奇了起来 他懒懒地问道 你怎么不干活 要是没中完这一亩三分地 你今天的公分一点都没有 以后大队不给你分粮 你连饭都吃不饱养 不活自己 苏靖书看着苍茫的大地 以及这小坡后面的大山 淡淡地道 你不是也没干吗 那倒是 可是我不怕 你扛不扛得住 我吃得少 周长伯还从未见过 如此淡漠的女孩 仿佛不食人间烟火 又好像要与世隔绝一般 心里不由地 生起了一股莫名的烦躁之感 他扯住了帽子 便盖在了脸上 不一会儿 竟然扯起了轻微的呼噜声 不远处的计分员 正在四处寻查 铁蛋一路小跑奔了过来 看着站立微然不动的女孩 以及睡着了的周长伯 用脚在他的小腿上 轻踢了一下道 大娃哥 讨厌鬼来了 快起来 说完 一溜烟的又跑了 臭女孩 周长伯嘴里低骂了一声 身体一跃而起 伸了个懒腰 拿起锄头 便在地里挖掘了起来 还不快点痘子 手中的动作倒是不慢 不一会儿 便挖了十几个大小均匀的小洞 苏靖叔的动作 比他还慵懒 慢慢地扯开了那包种子 走了过去 把几颗黄豆放在了小洞中 学着别人的样子 再用脚慢慢地掩埋 周长伯抬头诧异地看了一眼 那动作竟然该死得优雅 仿佛此时他不是在中豆子 而是在扔着玩 计分员是一个二十左右的姑娘 身形微胖 走得满脸晕红 尤其是在看到周长伯这一对组合 眉头一挑尖生的道 大娃哥 你为什么要和他一个组队 说完 粗壮的手指 直接朝着苏靖叔指来 两个大麻花便一甩 面上净气氛异常 苏靖叔眼观鼻鼻关心 似乎就跟没听到一样 继续慢吞吞地干着手中的活 喂 臭狐狸精 和你说话呢 聋了吗 特么的你找死啊 吵死个人了 苏靖叔还没吭声 周长伯就不干了 手中的锄头往地上一扔 溅起了一片灰尘 转过来的眼神凶狠 一副要吃人的模样 叽叽歪歪 屁屁叨叨的没完了 信不信老子打女人 大娃哥 大队长家的女儿 脸上顿时洋溢出一抹喜色 那声音拉得又细又长 即使是大老粗的汉子 也生生地打了个冷战 周长伯与苏靖叔 同时看向眼前的胖女孩 这人不是有什么大病吧 被骂了还喜滋滋的 莫不是受了刺激 大娃哥 你骂了 梁小金一直以来 都是在追着周长白跑的 以往都是被无视了 两人从未有过什么交流 没想到这次竟然和他说话了 此时 他的大员脸红扑扑的 看向男子的眼里 都冒着一抹亮光 滚你妈的 有病 周长伯简直没法看了 转身又拿起来锄头 在地里快速地绝了起来 速度一如既往的快 苏靖叔又慢吞吞地 开始点豆子 哼 狐妹子 你说怎么回事 你们俩都干了一个多小时了 才点了十来个坑 两人继续低头干活 天黑前干不完 要扣公分 区区八个公分都干不完 回头看大娃哥 怎么来求自己 想想 心中便是窃喜 梁小金花痴般地战了半想 然后看着无视他的两人 冷哼一声便离开了 而在一阵适应后 苏靖叔放豆子的速度 也渐渐地快了 只不过 这样机械般的劳作 没多大一会儿 他的腰便酸疼了起来 鞋子净土 头上的汗滴缓缓地落下 包括被他打理的一丝不苟的发丝 也开始凌乱 扑 知青同志 看你的样子 以前没干过活吧 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 往往周长伯说了十几句 苏靖叔半想 才回了一个 嗯 或者哦 两人干活的热情都不高 都是懒懒散散的 伴想 苏靖叔招不住了 再也不管是泥土 还是田梗子 便随意地坐了下来 周长伯也不啰嗦 拿着那包豆子 继续点了起来 速度飞快 一会儿挖一会儿点 一个人竟然承包了 一大片的农活 多 一声声尖锐的哨子声 在各处响起 中午饭的时间到了 还没干完活的人 也不再继续 扛起了锄头 便往家走去 铁娃与二狗在山坡下 朝着两人拼命地挥手 周长伯懒洋洋地 扛起锄头道 走 下工回家了 下午继续 好 你先走吧 知青点院子里的人那么多 等他们排队轮流 把饭做熟 差不多也快上工了 何况他既不会做饭 也没有人会好心地帮他 回去干什么 你不回去 回答他的是 一片沉默 周长伯此时 看向这个瘦弱的女子 心里没来由的 又是一阵烦躁 转身便大步地离去 第十章 周长伯 到此 整个山坡处都空荡荡的 只有一个孤零零的身影 自穿越到现在 他连一口热水都没喝过 苏静叔慢慢地坐在了地上 先拿出来一个苹果吃完 没满足 又拿出了一块桂花糕 胃里才稍稍好瘦一点 无论如何 今天一定要喝上热水 宿主 你自己烧水做饭 可以点亮一项技能 什么技能 好吧 系统装起了神秘 苏静叔快步奔到了身后的山脚 找了一处空旷的地方 搬了几块大石 便架起了一口砂锅 又在四周捡了一些干柴 随即从灶台上 找了个火折子打开 轻轻一吹 一股萤火便冒了出来 他赶紧拿了几片干草树叶为意 在搭建的锅台下 点起了火来 对了 水 想起起空间 茅草屋前的那一口小井 他用一念 把锅里的水加满 慢慢地 水便滚动了起来 苏静叔面上 露出了一抹星喜 从空间中拿了个小盆 把开水装上 放进了空间 想了想 又弄了点水出来 在里面撒上了一把米 然后继续烧着火 好饭好菜吃不上 暂时 他先喝碗西粥吧 接着又拿出了一个茶杯 倒了点奶粉在里面 然后加上热水 顺时一股浓郁的奶香便弥漫开来 轻轻一嗅 竟然异常地满足 轻轻地啜饮一口 一股暖流 瞬间流淌在心间 整个人感觉到暖洋洋的 有一种说不清的舒畅 苏静叔甚至觉得 就连身上的疲惫都消散了不少 这东西竟如此地好喝 从小到大 他一向都讲究养生 合理饮食 这段时间 原主折腾得不轻 他连续喝了几口 顿时便把一杯子牛奶 喝得干干净净的 周长博抗着个锄头 一摇三晃地回到了家里 周老太此时正在桌子旁分饭时 桌上团团坐了一圈的人 小孩子则坐在了另外一小桌 大娃你回来了 快坐下吃饭了 周老太一见到周长白 本来面无表情的脸上 瞬间荡起了一抹笑意 同时在他跟前的碗里 咬了满满的一碗玉米糊糊 周家老二媳妇 偷偷地翻了个白眼 同样是孙子 这老大家的魂不令 永远都是吃最好最多的 合着他生的周长青 与周长林 不是亲孙子似的 周家的老三媳妇 眼睛瞪得大大的 仿佛下一刻就要去抢夺一班 婆婆 好的都给大娃吃了 我们都不够分了 周老太恨了老三媳妇一眼 骂道 吃 吃 吃 怎么不吃死你 看你榜大妖元 好吃懒做的模样 过年都不用买猪肉了 老三媳妇憋得满脸通红 他是骨骼大 明明很瘦好不好 总共就一盆玉米糊糊 和一盆杂面野菜团子 好的全给大娃吃了 他们家牢里都没他吃的好 婆婆怎么就那么偏心呢 不就是个把死妈改嫁的混账玩意 他怎么不跟着去死 周老头的筷子 重重地敲了一下桌面 一屋子人顿时惊声 三个儿子全都规规矩矩的 没有一个人脸上不满 周家老四媳妇 低眉顺眼 仿佛就没看到似的 只不过桌子下那双手 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周长伯不去管家里一群人的官色 这样的戏码 几乎每天都要上演 都没有新鲜的可看 自己的死鬼老爹是军人 拼了命正的钱 养活了饥荒年代一大家子人 后来牺牲了只剩下他一个锅 怎么就没有人感念过他爸一点的好 想欺负他没门 周长伯端起了那满满的 一碗玉米面糊糊 说是一碗 几乎吸的可以当镜子照了 他沿着碗边吸溜地喝了两大口 朝着周老太咧嘴一笑 奶奶成的周就是好喝 接着又大大的喝了一口 乖娃 好喝就多喝点 周老太此时给儿子媳妇 已经分完了周 只剩下眼巴巴 看着他的一群小辈 又给周长伯咬了一手 顺时 底下的周四妮就哇哇地哭了起来 周老太顿时大喝一声道 好丧呢 闭嘴 他 他打我 周四妮抽抽叶叶地哭着 一旁的周三妮也跟着哭了起来 没有 他胡说 周长伯顿时一阵心烦 家里人口太多 除了大房 就剩下他一个光感司令外 二房周二住与媳妇王秀英 生有一女两男 三房周三住与媳妇王翠花 生有一男两女 四房周四住 生有两个女儿 光孙被夹起来 就能坐一桌子了 还不算两个外嫁女 时不时地回来打秋风 家里每天都乱糟糟的 这就是他不爱回来的原因 多吃了一口饭 就跟要了他们的命一样 却不想想 每次他好好下工 在家吃了几顿饭啊 不吃了 周长伯把碗啪的一声 扔在了桌子上 拿起桌上一大盆野菜 杂粮团子中 为二的两个玉米面大馒头 站起来一溜烟就跑了出去 周老太心疼地在后面边追边喊道 大娃呀 吃完了再走 呃着了 不让我老太婆心疼死了 大娃 一屋子人顿时无语了 男人们赶紧低头 拼命地往嘴里扒拉着午饭 女人们也不甘示弱 周老太看追不上大孙子 一屁股便坐在了院子的地上 哭了起来 我可怜的大猪 当年你怎么不把老婆子也带走 剩下可怜的大娃 受尽了书什么的搓磨 我老婆子活着 还有什么脸去见大猪啊 屋子内寂静无声 儿子媳妇们低头不语 孙子孙女全都缩成了一团 就连饿得肚子咕噜噜作响 也不敢吭一声 周老头更是拿着没有烟丝的烟斗 在狠命地猛吸两口 眼里带着一丝的落寞 他那最有前途最孝顺的大儿大孙 真的生命太苦了 行了 老太婆别哭了 不然赶紧给大娃找一个温柔 能干的孙媳妇 好好地帮衬帮衬她吧 周老太一听给大孙子找媳妇 顿时不好叫了 一下子便从地上坐了起来道 还有你们几个叔叔 婶子们到处打听着点 看哪家有家境好 人品好的女孩 搬配我家大娃的 第十一章 彪悍的周老太 周家老二媳妇的白眼 都快翻到天上去了 什么混账东西 还要挑好的 他咋不上天呢 还有家里每顿饭 每次都便宜了那混账东西 他们怎么好意思 周家老三媳妇 唇角泛起了冷笑 就那被婆婆灌上天的二流子 谁家好一点的姑娘 会嫁给她 做梦吧 周家老四媳妇头更低了 周老太越想越觉得欢喜 这时饭也不吃了 更不管一大堆孙子孙女的吃食 赶紧小跑到卧房 把炕头柜子后面 那块松动的砖头拿开 从里面摸出了一个 包裹岩石的青色布包 再里三层外三层地打开 数了三遍之后 连顿势垮了下来 周老太把布包收拾好 又冲进了堂屋 对着一大家子宣布道 大娃要结婚 娶媳妇的钱不够 你们这些叔叔婶婶们的 每人每家都拿点钱出来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们偷偷递藏了多少私房钱 三个儿媳妇记得差点养倒 周家老三媳妇 再也忍不住地怒气 凭什么他娶媳妇 要让我们书婶掏钱 我们又不欠他的 老四媳妇七七爱地道 是 是啊 为什么 我们没钱 呜呜呜 说着便嘀嘀地哭了起来 老二媳妇虽然不服 但了解婆婆的尿性 硬是狠狠地踢了周家老二一脚 凭什么 周老太中气十足地道 就凭我家可怜的大娃没人疼 就凭我家大猪在饥荒年 养活了你们兄弟几个 就凭家里 我说了算 哎呀 我可怜的大娃 周长博此时正拽着两个玉米面馒头 兴冲冲地往村外的山坡上跑去 远远的 便看到一个鲜弱的身影 从树林后转了出来 他奔跑的脚步更快了 苏敬书煮好了西周 系统一声钉的提示音响起 恭喜宿主 体质佳一点 你说什么 他甚至顾不得喝上一口西周 迫不及待地问道 小夕 你说体质佳一点 是什么意思 这个神奇的系统 把他搞猛了 目前最大的困难 不是对于陌生环境的惊慌 而是这该死的身体 这体质佳一点 是他心中所想的那样吗 昨晚上 他给自己把了一下脉 肾气虚弱 乃胎失所系 气血不足 热服冲刃 损伤本源 跌破老损 伤及根本 准确地说 远主早产气虚体弱 要不是早年精细调养 怕是早已允命 与自己以前的身体 何其相似 只不过 他被安主调养了若干年 身体才有所好转 这里 嗯 缺一少要他正发愁呢 没想到体质上升 意味着 他身体有所康健 就是身体技能加了一点 感觉是不是手中有力了 是 那么我每天都煮一锅粥 是不是可以无限增加体质 想什么没事呢 苏靖书也知道不可能 他低笑着喝了一碗西粥 心里一片满足 整个身体都暖洋洋的 原来提不起劲的手 也灵活不少 就连力量似乎都大了 刚走出树林 远远地看着一个男子跑来 顺时便戒备了起来 男子越跑越近 眼看递到他身前的手 苏靖书想也未想 手随即点向了男子 手臂上的骨神经 周长博只觉得 手臂顿时一麻 差点连玉米面馒头都捏不住 身体 堪堪地往地上掉去 周长博的手一顿停留在了半空 手中摊开的便是那黄澄澄的馒头 这是给我吃的 废话 要不我跑来见鬼啊 心中郁闷 那半只麻木了一瞬的手臂 甚好他身手灵活 不然丢人了 谢谢 我不要 已经吃过了 周长白此时的手稍稍好转了一些 看着截然一身的女孩 又把把馒头往前递了半分的刀 少废话 你都没回去吃啥呀 赶紧的 说着 另一只手捏着个馒头 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转瞬间便吃了个干净 七十年代的农村 虽然不至于饿死人 但是想要吃饱 还是有点困难的 家里总共就两个玉米面馒头 一个是给周老头的补身体的 另一个便是给周长白背着的 刚刚随意地喝了几口玉米面糊糊 这一个馒头 对于身高一米八的大小伙子来说 根本不顶什么事 平时 最少还要补充两个野菜团子 即使这样 他也比村里大多数人吃的好多了 苏静叔没想到 这个别人嘴里的二流子 竟然还注意到他一个没有饭吃的人 心中难免有点不好意思 但俗话说得好 无功不受禄 无事献殷勤 非奸即盗 我有吃的 说完 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小块饼干 放在了嘴里 慢慢地嚼了起来 苏静叔胃口本来就不大 吃了那么多 此时有饱腹感 他更不敢受别人的优待 饼干 好吧 人家城里人根本不缺吃的 周长白安妈自己一身混蛋 想什么呢 同情一个女之亲 真是太可笑了 呕一声 周长博狠狠地咬了一口玉米馒头 脸上顿时恢复了一副 吊儿郎刚的样子 就像是早上一般 横躺在地上 三两口解决完馒头后 噎了一下 也不理会眼前的女子 然后继续晃着二郎腿 再哼着那不知名的歌谣 夏天很热 但是却是清凉的感觉 躲在树荫下 感动着夏天 给了我们足够的时间去欢乐 这歌声莫名其妙地 带给他几分熟悉的感觉 清朗的声音 似乎也哼唱得不太全 反反复复的 都是那几句歌词 有些字甚至很模糊 便用嗡嗡两字代替了 你知道暖水瓶在哪买吗 什么 周长百诧异地抬起了眼 你要买东西 有工业票吗 有 那还不简单 明天老梁头会去镇上 你跟着去就行了 再看着女子似懂非懂的样子诱导 算了 看在你是心癌的份上 明天我带你去 顺便帮你向大队长请个假 请假 出去还要请假吗 第十二章 找麻烦 好 苏静叔聪明地闭嘴 没有去询问太多 山间的风依旧是清清凉凉的 过了大约十来分钟 开工的哨子 在山村之中响了起来 村里陆陆续续走出了一些村民 与早上的热情高涨不同 下午大多数人神情奄奄 好像没睡好似的 铁娃与二狗一蹦一跳地跑了过来 看着山坡上的两个青年男女 几眉弄眼了一会儿道 大娃哥 来得早啊 周长伯顺势不高兴起来 滚犊子的 老子大名叫周长伯 我吃完饭早点出来躺一会 省得没睡好 就叫出门心烦 铁娃憨憨地道 有道理 现在不冷了 下次我也来山头睡觉 睡个屁 干活了 你俩赶紧的 周长伯心情不爽 这一天天地 点豆子就出动了一半生产队的人 跟墨阳公似的 把人折腾得够呛 他干完活 还想去山里逮支兔子呢 半个月没见荤腥 嘴里都快要淡出鸟来了 说干就干 周长伯的锄头 被扔在了家里 他半蹲着身子 一拳砸出一个大坑 或者用手刨坑 然后扔豆子 一气呵成 速度竟然比早上要快上许多 土地昨天就松过了 并不警示 只要认真的干 两个小时左右 就把豆子全都点完了 根本就没让苏靖书动手 周长伯拍了拍手 又抖了斗身上的灰土 朝着慢悠悠走过来的铁娃 与二狗子道 干完了 那走吧 然后又对苏靖书道 活干完了 你先回去 明早在知青点等着 说完 三人便窜进了小树林 这就完了 苏靖书也不知道 计分员要检查 反正都交给周长伯好了 感觉自己这一天 好像也没干什么 打量着四周两俩 组合干活的 有趁机歇着的 有大声嚷嚷边说边干的 也有埋头苦干的 心中暗暗感慨 原来农夫都是这样劳作的 苏靖书提着他那个小篮子 根据记忆 便往知青点走去 回到那个大院 只见院门亲眼 院中迎面走出来 一男一女 正是宋昊然与白灵 再看到苏靖书的刹那 宋昊然神情一正 白灵则笑着道 苏知青你 怎么这么早就回来 在队里不干活 挣不到公分 是得不到好评的 将来 白灵看了一眼 宋昊然又低声的道 将来回程风评不好 怕是有难度 是啊 靖说 你也太不懂事了 哪怕是等 你也要等到六点下工 就这么跑回来想干什么 白灵扯了扯宋昊然的衣袖 不赞同的道 好好劝说一下苏知青 在这里 千万不能任性 趁着别人没注意 赶紧的去把活干完 这时 知青点静悄悄的 所有人在上宫还没归来 空荡荡的院子 只有两人 一嘴我一嘴的指责 把苏靖书听得不耐烦起来 你们不也回来了 说完 转身就往宿舍走去 我们干完活了 你跟我们能比吗 喂 靖书 给我站住 再不听话 就别怪我替阿灵管教你 留给他的 只有淡漠和不屑一顾的背影 他 他现在怎么这样了 宋昊然气得不行 白领眼中的柔光一闪 轻声地安慰着 算了 慢慢来 你也是为了他好 回到宿舍 反锁上门 同屋的那两个人还没回来 窗户上的玻璃 都是用报纸壶上的 在外根本看不清屋中的情景 苏靖书坐在床檐上 一个意念 便进入到了空间 看着毕波轻样的那条小河 他拿了条毛巾 在河边轻轻地擦洗了起来 洗去了一身的尘埃 清洗完毕 看向满菜园子的蔬菜 不由地暗暗皱眉 没想到 树妹还会种菜 看这个世界的物资 异常地贫乏 从昨日的晚饭就可以看出 这是个缺一少时的年代 这么多菜 要是能拿出去卖掉就好了 他慢慢地摸索着这个空间 凭一念操控 似乎可以把蔬菜与水果 收到空间的储存间去 又撒下了种子 既然自己穿越了 那么就好好生活 好好地适应这个世界吧 等他从空间中出来 院子陆陆续续地 有人回来了 夏小青一回房 顾不得和讨厌的苏敬书斗嘴 就扶着腰呼呼喝喝地 瘫倒在床上 太累了 点豆子怎么这么累 这一整天的 我腰都直不起来了 我 中午轮到两人做饭 还没吃上两口 就上工去了 现在又累又饿 肚子都快扁了 躺在床上哼哼唧唧 半天不想动弹 杨凌云诧异地看着苏敬书道 咦 敬书回来了呀 中午没见你回来 你吃饭怎么解决的 活干完了吗 比起自己的悲催 夏小青更想看苏敬书的热闹 他又嚷嚷着起身道 是啊 听说你和一个二流子组队 不会两人比慢 活都没干吧 看着两人的嘴脸 苏敬书淡淡地道 不好意思 我的活干完了 怎么可能 夏小青的声音尖锐地呼出 听说那个二流子 从来都是出功不出力 你们怎么可能 苏敬书懒得和他们掰扯 累了一天 屋子里的两人依旧 跑到外面去做饭了 好像决定和白灵他们搭伙去了 苏敬书空间还留有了一点西周 倒出来喝了一点 只是没有什么菜 嘴里淡而无味 心里想着 要学做个什么菜呢 第二日一早 院子里的人 照常早早起来上宫 看着依旧慢吞吞的苏敬书 杨凌云忍不住地问道 敬书 要开宫走了 你们去吧 我请假了 新来的知青 都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在一周之内 都可以请假一天 去采购所需的物资 夏小青与杨凌云对视了一眼 声音顺势提高了八度道 我说你这人怎么回事 请假都不带上我们几个 也太自私了一点吧 你想计划我们内部矛盾是不是 太黑心了 想着刚来这里 要给大队长留个好印象 他都没好意思请假 没想到病秧子 倒是脸皮厚 抢了个仙 杨凌云扯了扯下小青道 没事的 咱们明天请假 不是 这个病秧子 成天嘚瑟个什么劲 跟谁耍清高呢 第十三章 去镇上 不是的小青 你误会静书了 他 他大概怕麻烦 杨凌云着急地拉扯着下小青 就往外走去 咱们明天再请假好了 苏静书作为大家闺秀 从小到大学会的永远都是宅斗 像这样明刀明枪的 和人吵架 跟个泼妇一样 还真不是他的强项 很多时候 他们都是来因的 当面笑容可拘 背后下刀子是不少剑 就像他的树妹一样 没想到 在他临出价前给了他一刀 就连嫁妆都收了 大概想的是 杀了他在抛尸道空间 做到人不知鬼不觉的消失 让人以为他邪嫁妆逃婚了 可惜 树妹小看了他在临死前的拼命一击 苏静书淡笑一下 手心随意翻转 一颗石子便飞了出去 倾机在夏小青的腿弯处 哎呀 因为惯性 夏小青慢慢咧咧出门时 脚刚好踢在了门槛上 身体直挺挺地砸了出去 脸处碰到地面 顺势一股鼻血飙飞了出来 那力道恰到好处 就连杨林云扯都没来得及扯回去 啊 一声穿破云霄的惊呼声 直接响遍了整个院落 所有要出宫的知青们 便见到一女子匍匐在地 四肢大张 甚不雅观 这是怎么了 路过门口的白玲 与杨林云两人 敢忙手忙脚乱的 把她扶了起来 只见夏小青除了鼻血直流 嘴角也被磕破了皮 整张脸都糊满了灰尘与血迹 那狼狈的样子 把大家都吓了一跳 怎么摔这么重 你走路倒是小心着些 白玲贴了眼门槛 也不太高 于是轻轻地摇了摇头 这人大概有点傻 我不知道 只觉得腿一麻就摔倒了 痛死我了 夏小青微仰着头 鼻血仍旧在缓缓地往外流 她用毛巾都没能捂住 看这样子 大概也出不了功了 白玲安慰着道 要不你早上先休息半天 我们去给你请个假 好好打理一下吧 好的 谢谢白姐姐 众人老时间差不多了 都忙着上工 只匆匆安慰了她两句 就陆陆续续地走了 夏小青此时说话都不利索 更没有时间和苏静叔吵架了 她只恨恨地瞪了苏静叔一眼 拿个毛巾捂住了自己的口鼻 坐在那阴阴地哭着 苏静叔毫无压力地走了出去 刚到大门口 便见一辆牛车从村子里驶了出来 赶牛车的 还是之前开拖拉机的那个中年黑脸汉子 上面三个中年富人坐在一起 正低头怯怯思语着 和打瞌睡的周长博 距离拉得远远 互不干扰 原来村里是没有拖拉机的 上次大队长想着新来的知青行李多 于是便从公社借了辆拖拉机去拉人 再冲冲门面 在平常时候要去到镇子里 有钱人都是坐着牛车去的 大概要行个八小时左右 想省钱走路的 天不亮就得出发 脚程快的大概也要两小时 正常情况下 村里大部分人都不愿意去镇上买东西 除非家里来客 或者买必需品 平时买一些油盐酱醋 大多都在村中的代销店买 但代销店的物品有限 周长博半眯着眼继续高冷 就跟不认识苏静叔一样 连一个眼神都没有给出去 倒是一个大婶发话了 知青同志 你是要去镇上吗 苏静叔淡笑着点头道 是 婶子 方便坐上来吗 看了看脏窝的牛车 上面除了四个人 还有四个大竹框 把牛车挤得满满地 比只拖拉机来真的是小多了 方便 当然方便了 来 坐这里 看着病弱的女孩 那婶子脸上 忍不住的带着一丝的怜悯 随即把身旁一个大被篓 架在了另一个上面 顿时空出一块地方来 谢谢婶子 苏静叔的手一攀 便坐在了牛车上 驾 随着一声高喝 牛车晃晃悠悠地 便行驶了起来 速度不快 但比人快不行走 要快上一些 晃晃悠悠地 颠得人脑壳都疼了 幸好他早上没吃饭 要不五脏六肺都要颠倒了 周长博一路装死 那三个中年妇人 见苏静叔清冷不善言谈 也没在主动上前搭讪 只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聊着 大致谁家的婆娘不听话 晚上被男人狠狠捶了一顿 谁家的媳妇 连生了五个女娃子 差点扔一个出去 苏静叔静静地听着 这里和大风潮相名有所相似 重男轻女却又有所不同 所谓的男女平等 大多都是嘴上说说而已 村上开办了名办小学 大多都是男孩上了两三年学 喜欢的继续上学 不喜欢的便在家里挣公分 女孩子只启蒙便辍学 甚至有些连字都不认识 上学 突然她的脑海里 有浮现出一些记忆 大约是他们这二十一个知青 有一多半上过高中的 剩下的少数都是初中毕业 因为有文化有学识 所以要来建设农村 不了苦来了就后悔了 各个想方设法的回程 但却都只是手术 所以啊 一个黑脸妇人 撇嘴读向了苏静叔滴滴地道 上学有什么用 还不是要到农村来当泥腿子 说完 三个妇人都滴滴地笑了起来 哟 随着一声低喝 流车终于在驶行了一个多小时后 把几人颠得七晕八速地 在镇子边缘停了下来 中年黑脸汉子大声地喝道 两点半在这里集合 晚了就自己回去 快点 一人五分钱 三个妇人在怀中掏了半天 肉疼的一人递上去了五分黄色的小钞 或者中间夹杂着几个硬币 一个妇人笑着道 梁老二 又少不了你的车钱 每次都急吼吼地要 好像谁会少了你的似的 梁老二黑着个脸 把钱数清楚之后 又看向了二流子周长伯 与病秧子苏静叔 原来和大风潮一样 坐车要给钱的呀 苏静叔不知道五分钱的概念 也跟着数了钱递过去 周长柏更是直接递上去了一毛钱 道 往返的 说完 他们滴滴的谈论声 看大娃的样子 估计又逃工来镇上瞎晃悠 我看是周婆子又给了钱吧 第十四章 购物 苏静叔放眼望去 这个小镇有点陈旧 街上的人来人往 大多数都是背着个背楼 男男女女的走在一起 小心地交谈着 没有一个人是相拉着手的 即使两个小年轻走在一起 虽然有说有笑 也是拉开了三尺的距离 一辆两个轮子的车 载着一个人呼啸奔了过去 速度极快 顺时消失在了人流中 他想起来了 那个叫自行车 好像购买需要工业票 同时也记起了一些规则 原来这里的法律很健全 不能随便打人 更不能杀人 随便买卖 好像也是犯法的 幸好他不随便说话 怕一不小心便做错了 街上既然没有卖熟食的 也没有凌王满目的店铺 那么他来这里买什么 米面凉油 他油也不会做啊 你在想什么 耳边想起了一道熟悉的声音 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走远了的周长博 已经反了回来 站在他身旁的不远处 小声的询问着 不知道为何 在这个柔弱的女子面前 他连放肆都要小心翼翼 生怕重重的呼吸 把女子吹倒了 真是个病样子的体质啊 呸 真是个想要保护的女子啊 在哪里能买到暖瓶 他心心念念的便是暖瓶 至于其他的 还没想好 这个简单 跟我来 周长博甩了甩头 在前面缓慢的穿梭着 不一会儿 他们便来到了一个 叫便民供销社的地方 里面人来人往的 大多手里都拿着一点点的物品 一副热闹的景象 苏静叔跟着走了进去 供销社很大 里面的物资也很充盈 大多都是些生活物资 每个透明的玻璃柜台前 站着个售货员 神情懒懒的 一副不耐烦的模样 对了 那里有盐要买点 这两天没有食用盐类 身体虚虚的 好像提不起精神来 空间厨房的盐罐子见底了 因此找了一张盐票 竟然买了一斤食盐 糖果 他的行李中有 下午的猪肉不是太新鲜 只有两个猪蹄和几块大骨 好像还要肉票 他的手里倒是有点 只是还没研究出做法 可以暂时放放 转了一会儿 便在供销店的内部 见到了各种糖瓷盆 糖瓷缸 梳子 农具的地方 两个白红相间 上面喷着牡丹花的暖水瓶 便陈列在了柜台之间 这里是一个难受货源 看到苏静叔过来时 态度还算和蔼 同志想要买些什么 苏静叔根据这个时代 说话的方法问道 暖瓶多少钱一个 一张工业票 二 两月 好 给我拿一个 苏静叔最大的愿望 便是有个热水瓶 这样便可喝上热水 也不需要在系统空间中 遮遮掩掩 同志 请收好 谢谢 苏静叔再次观看了起来 他想要一个 可以带着上宫的喝水杯子 但是整个柜台上 全都是大大小小的糖瓷缸子 这样的杯子带在身上 水要洒出来 要是有在大风潮那种水囊就好了 你想买什么 周长博看着女孩犹犹豫豫的 选了半天还没看好 便贼溜溜的走了过来问道 带上宫的喝水杯子 哎 没有水壶 那个杯子行吗 周长博指着角落 一边摆放着的 一排排透明的玻璃水杯 瓶身大杯口小 上面还盖了个小小的橡胶塞子 看上去不是很喜欢的样子 什么样的水壶 周长博比了一下 这么大小有点扁平 上面还有一个杯带 这东西 好像他的大包裹里有 突然他想到些什么 便指着一个不大不小的木盆道 这盆子多少钱 蓝服务员刚要去取盆 便被周长博制止了 他低声地道 木盆不用买 咱们大梁村的梁七叔 纳木工活一绝 不但做得结实耐用 价格还很便宜 苏敬书一听便作罢 接着又逛了一会青访区 一匹一匹的布料 全都是花色简单的棉布 摸上去有手工粗糙的粗布 也有少数布料柔软细腻的布料 想着自己系统空间 有数十批上好的绸缎 可惜在这个世界不合用 最后苏敬书还买了一些针线 钮扣 顶针 剪刀 两把锁子 又扯了一些衣服布料 和一些蓝牢洞布 按照这个时代的审美 想着有空了 给自己做一身下地干活的衣裳 又买了一双厚底的布鞋 几双花花绿绿的袜子 在他的记忆中 原身所带的行李中 裙子偏多 只有一双能穿着干活的胶底鞋 干活的衣服几乎没有 最后又买了两把挂面 这东西做起来好像比较简单 咦 好像这里还有一辆自行车 看着很大的样子 他依稀记得 自己有一辆自行车票 怎么 想要买自行车 苏靖书摇了摇头 马他会骑 自行车不会 我好了 你要买什么吗 赚了半天 今天买的东西不少 却只花了23块钱 看来这里的物价还算便宜 只是他手上的钱 似乎不太够用 脸上顿时有点羞红 看来还得想办法挣点钱 没什么可买的 周长百摇了摇头 背着苏靖书买的东西 装在被楼里 便往外走去 苏靖书手中提着个暖瓶 东张西望的 看着有人肉疼的买一块香皂 也看到有人买一盒 用油皮纸包的点心 供销社人来人往 看热闹的 竟然比买东西的还多 就像周长百似的 两手空空 什么都没买 走到街上 周长伯才又凑了过来道 咱们去吃饭吧 我知道今天的国营食堂 有红烧肉 有大白面包子 说完 他还不自觉地吞咽了一下口水 大意了 早上出来没吃东西饿了 苏靖书心里想着 想想 竟然有点期望 好 周长伯还以为 知青会看不起他这样的泥腿子 不屑与他同行 不过从这个清冷淡漠的女孩眼里 倒是没看到任何的歧视 心里轻松一口气 跟上我 周长伯快速地往前走着 再次与苏靖书拉开了一段距离 第十五章 大食堂 很快 他们便在一座土灰色的建筑前停了下来 建筑大门的镇上 写着几个赤红色的大字 花枝镇国营食堂 在街上 就能闻到一股淡淡的饭菜香味 此时 正是赶在了饭点 食堂进进出出的全是人 甚至还有一些孩童 在食堂外面的街上玩耍 不时的探头往食堂内看去 吸了吸两下鼻子 像是很享受的样子 这世界的物资 如此的贫乏吗 跟着周长伯进到食堂 便见整个大厅有不少的大圆桌 几乎快坐满了 有人已经进食 有些人在耐心地等候 不时偏一眼灵珠的饭食 又偷偷地转过头去 周长伯低声地道 苏同志 你在这等着 我去点餐 说完 熟练地往一边的柜台上走去 不知道跟服务员说了些什么 然后掏钱 服务员开票 不一会儿 周长伯又走了回来 在他一旁的桌边坐下道 我要了一份红烧肉 一份白菜粉条炖丸子 几个大白包子够了吧 苏静叔想了想 便从口袋里 掏出了一大把各类的票和钱币出来 我该给你掏多少钱 周长伯看着一大把的钱票 赶紧地用手捂了上去遮住 快收起来 看着男子紧张的样子 苏静叔也不敢怠慢 便快速地抓起了钱票 塞进了他随身所带的一个布包里面 心里想着 花自己的钱 需要这么小心吗 想着没有什么吃食的空间 忍不住地问道 可不可以给我买一些包子 嗯 还有馒头打包带走 可以 但是别买太多 放久了坏了 行 那你再帮我去买点 说完又想抓钱票出来 周长伯赶紧制止 这些东西我还有 你先收起来 咱们回头算总账 说着 又跑到服务员那里去开票 苏静叔输了一口气 想到自己的行为 不由地笑了起来 一回声 两回熟 以后会慢慢好起来的 这次周长伯速度更快 没多大一会儿 连同前面买的馒头包子 也都端了过来 然后淡定地 从一旁的背楼里 拿出了一个用白布遮住的篮子 把馒头包子放了进去 只留下了两个馒头 四个包子在外面 又把篮子用白布遮住 放进了竹楼里 这家伙准备得还挺齐全的 大约等了半小时 十四号 快过来端菜 窗口一个身穿白衣 头戴白帽子的中年妇人大喊一声 周长伯再次走了出去端菜去了 不一会儿 便端着两份菜走了出来 一个盘子堆得满满的 红烧肉倒是非常的实惠 纯肉的 连块土豆都没放 白菜粉条炖肉丸子 那丸子跟鸡蛋一样大 还用油炸过的 用一个大盆装的 看上去有食欲 饿了吧 快吃吧 周长伯自己拿了个馒头 加了一大块 红烧肉放进了嘴里 眼神一眯 瞬间一种享受的样子 国营食堂的饭就是实惠 只不过花了他老多的钱了 味道不错吧 多吃点 看着苏敬书斯文的拿了个包子 赶紧催促着 这城里的姑娘就是秀姐 这要和一大群乡下婆娘吃饭 估计连汤都喝不上 苏敬书轻轻咬了一口包子 汤汁很多 包子是白菜豆腐猪肉馅的 吃着 尚可 对于红烧肉 他没有多大的兴趣 不管是自己还是园主 一块肥瘦相间的 一口咬了下去 嗯 瘦肉有点柴 肥肉有点腻 有挺大的 咸味稍稍过重 不是他喜欢的口味 倒是那白菜粉条炖丸子 非常的好吃 大概最近缺得很了 那丸子 他足足吃了两三个 不知道肉馅里添加的什么 吃起来非常的爽口 一点也不腻 看到女孩 好像不喜欢吃红烧肉 周长白也不客气 倒是丸子鲜少动用 一个劲的吃着红烧肉 不一会儿 两人便把要的饭菜 吃得干干净净净 周长百胃口不小 甚至连汤汁都被他用馒头 站着吃掉了 苏敬书吃得也不少 两个包子和一大堆菜 两人异常满足地 走出了国营食堂 走在大街上 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 苏敬书再次刷新了 对这个世界的认知 原来这里的捕快是警察 有事找派出所就好 街道两边的墙上 全都写着一些标语 什么工业学什么 农业学什么 劳动最光荣 人们似乎有着某种信仰 把苏敬书看得目瞪口呆的 就像是知识青年下乡似的 前三年城里的读书青年 全都热血沸腾 全都要求到最偏远 最贫穷的农村去建设 只是没多久就吃不了苦 一个两个全都筹谋着 想要返程 毕竟不是所有人 都能忍受边远农村的艰苦与贫瘠 苏敬书看了看手腕上的标 时间才到一点半 于是便问道 听说这里有黑市 在哪呢 咱们去看看吧 周长博走路的身形一个亮枪 吓得差点摔跌了出去 想要伸手去武苏敬书的嘴 却又不好意思 这丫头莫不是不安事事 疯了吗 这都是什么话 敢在大庭广众之下说的吗 他左右看了看 发现没人注意到他们两个 才大米低声音道 苏同志 你你别胡说 女孩子家家的 好好挣你的公分 说完大不留心的走了 好像后面有什么在追赶似的 苏敬书摸了摸鼻子 是了 好像黑市是在暗中进行的 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说出来 要偷偷摸摸的 原来果然真有黑市啊 只是他不明白 买卖自己家的东西 也犯法 看这家伙胆小的模样 看来自己得找时间 偷偷摸摸的来看看了 随意的在大街小巷逛了一圈 见没有什么要买的 两人磨磨叽叽的 终于在半个小时后后 赶到了小镇边缘牛车停留的地方 那三个妇人也已经办完了事 正安静的在路边等候着 赶牛车的梁老二还没有到来 他儿子在镇上做活 因此是有地方歇脚的 第十六章 打架 三个妇人中的梁三婶 看女之亲跨了个布包 手中提了个暖水瓶 嘴角不由地瞥了一下 再看像贝勒一贝勒东西的周长买到 大娃子 今天买了不少东西啊 说完便往前凑 想要看看贝勒里都有些什么 周长博身形往旁边一闪 嬉笑着道 梁三婶子 我买什么关你屁呀 瞧你这孩子就是嘴臭 我又不要你的就看看 怕什么 美的你 这时 周长博又是一副吊锒的模样 对于四人谁也不理 不知道什么时候 他靠在一处围墙边上 不知道从什么地方 掏出了一只烟点上了 那动作 竟然有点洒脱 呸 小兔崽子 梁三婶唾弃了一下 转头又对着苏靖书笑道 知青同志第一回上街吧 吃了什么好吃的 也没什么 就在国营大食堂随便吃了点 三个妇人的眼睛顿时瞪得大大的 国营大食堂的老贵了 他们不过是路过闻闻味道 梁三婶忍不住的咽了下口水 听说那食堂的红烧肉老好吃了 今日 他还特意又在外面闻了一下味儿 那香气 让他就着吃了一个野菜砸面团子 苏靖书只淡笑了一下 没有说话 梁老二倒是挺准时的 刚到两点半时 便见他赶着牛车 从一条小巷子里赶了过来 看到人都到齐了 二话没说 手中挥动着长鞭 架起了牛车跑了起来 一个小时后 就在快要到达知青点的时候 周长博突然喊了一声 梁二博 停一下 我先下了 牛车还没停稳 周长百便跳了下去 朝着中年黑脸汉子挥了挥手 黑脸汉子连个冷眼也没给 继续赶着牛车前行 只不过苏靖书看到了周长博 给他打了个手势 想来这人怕连累他的名声 故意提前下车 不一会 车子便停在了知青点 等苏靖书把车费交付之后 牛车刚跑远 周长百便小跑了过来 连着贝勒一起递了过去 我先走了 说完 一溜烟又跑了 到此 苏靖书才后之后 觉着男子忙活了半天 只不过是陪他进了一趟 镇子而已 自己什么都没买 身体加了一点体质 他不再那么孱弱 一下子背起了那个大被篓 推开院门 就往知青院子走去 一进院子 便见宋浩然 一脸铁青的看着他 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数落了起来 靖书 你怎么回事 一声不响的 就和一个二流子去镇上了 你知不知道 这样很危险 其余干活的知青 也回来了几个 远远看着他 都低声思语 好像他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别人嘴里的二流子 起码二流子 顾及了他的名声 一路上跟他假装不认识 即使到了知青点 也避嫌的走开了 这玩意 凭什么指指点点的 危险什么 我记不透也不强 更没有在别人背后说是非 碍着你什么事了 看着苏靖书冰冷的神情 宋浩然愣了一下呵斥道 你 你简直不可理喻 别发火浩然哥 靖书他只是不懂而已 这时白灵温和浅笑着走了过来 接着便是 一脸不认同的道 不过靖书 下次别和那人出去了 他 他名声不太好 一个个道貌岸然的 这所谓的竹马 早干什么去了 来了这两日 他可一点也没看出来 他对园主有半点相识之情 伪君子 苏靖书淡淡的说了一句 转身就往自己的屋子走去 你 你 这次宋浩然是真的气着了 这孩子太不懂事 他这么劳心劳力 到底是为了谁 看着气得脸色发白的男子 白灵眼神微闪了一下 赶紧上前宽慰 浩然哥 你已经尽了自己的责任 他实在不听 给全灵打个电话 说完 怒气冲冲地往大队部走去 他嘴里所说的 全灵是苏靖书的二哥 从小就和宋浩然一起长大 苏靖书家兄弟姐妹四个 大哥苏见灵性格冷硬 常年在部队很少回家 二哥苏全灵 在某部门当干事 也是混得风生水起 小弟苏安灵才 堪堪十二岁 正在上学 家里只有他一个女孩 从小如宝似真的被宠爱长大 按理说 这样的家庭 怎么也不可能让他下乡 高中毕业 随随便便找个临时工 也会留在城里 可惜苏靖书虽然身体娇弱 却是个痴情的 从小便喜欢健谈温和的 林家小哥宋浩然 苏靖书不知道宋浩然要干什么 转身便走进屋子 原来夏小青今日摔了一跤后 也没上宫 此时正躺在炕上 对着他冷笑 早上满脸的血迹 已经清洗干净 只不过 鼻子和从嘴角亲子 一看就像被人打了一顿似的 杨凌云干活还未下宫 哟 和二流子逛街回来了 他一副看热闹的神情 早上看苏靖书出去 他甚至顾不上 清洗脸上的脏污 便跑了出去 看着苏靖书爬上了牛车 一旁还有个二流子 就忍不住的大笑了起来 直接忽略同车的三个大婶 当然 就算是知道苏靖书去镇子 和周长柏毫无瓜葛 他也要把死的说成活的 你说什么 苏靖书一脸厌烦 怎么这些人跟只苍蝇似的 在他耳边不停嗡嗡的 响了不停 我说你和二流子 啪啪 看来能动手 还是不要动嘴的好 话音还未落 苏靖书便欺身上前 对着夏小青 就是两个大耳瓜子 在呆愣了一秒之后 夏小青歇斯底里的尖叫了起来 啊 贱人 你敢打我 说完 一把掀开盖在身上的被子 直接跳起来 就朝着对方扑了过去 碰 苏靖书一脚踢了过去 顺势踹在了他的腿上 夏小青还未扑到苏靖书的跟前 便被一下踹倒了 头身体砸在了抗炎上 这下 连半边的脸都轻肿了 顿时便哇哇地大哭了起来 屋里的动静 立刻便惊动了隔壁的白铃 与他同屋的张书倩 这是怎么了 又在闹什么 第十七章 第一次通电话 张书倩也是一副暴脾气 早就看不惯柔柔弱弱的苏靖书 从小到大 他就没见过这么病弱的 简直在拖建设农村的后腿 再看到躺在抗炎边哭泣的夏小青 脸上露出了一抹鄙 真是个没用的东西 这个贱人 他 他打我 身形有点健硕的夏小青 与病殃子苏靖书打架 白铃两人 直接露出了一抹不敢置信 这次就连白铃都不站队下小青了 小青 你别乱说 苏同志怎么会打人 转身便看到一旁的苏靖书 见他依旧一副淡漠疏离的模样 此时正在整理着柜子 那个装有食物的竹篮子 早已被他不动声色的 放进了空间的厨房 屋子里的柜子有点小 他还有一部分东西放置在外面 看着似乎被人翻过的样子 不然就像周长博说的 去村里找梁老妻做个木盆 顺便再做个柜子算了 不然东西都被别人染指了 靖说你不会无故打人对吧 当然 只要不惹到他 谁愿意无故打人 你 你胡说 夏小青惊呼的声音又尖又长 让人听着很不自在 正在这时 村里的喇叭开始喊人了 知情点的苏靖书同志 请到村支部来接电话 大喇叭一脸喊了两次 便停了下来 电话 什么电话 此时 科普小气在脑海中响起 宿主 电话就是沟通另一个人的 不管在天涯海角 都可以交流 比写信方便多了 快去吧 恰在这时白铃也说话了 靖书 有你的电话快去吧 要不我给你带路 说着 上前一步 就想去拉苏靖书的手 却被对方避开了 谢谢 我知道在哪 苏靖书里也为李干豪的夏小青 锁好柜子 转身就往外走去 昨日去村口集合 他便看到了大槐树之后 有一座上好的青砖瓦房 侧面写着 大梁村民委员会 而正中却雕刻着 梁家祠堂的印记 只不过 那字体已经掉落 想来年代久远 不一会儿 苏靖书就来到了村支部跟前 祠堂 不 应该是村支部的大门紧闭着 只有绕到另一边的侧门还开着的 这个祠堂有点讲究 侧面是门廊 有四根青色的廊柱上面 痕迹斑驳 陈旧的几乎 看不出来本来的面目 门廊雕刻着花鸟图案 有点秘籍 却很精细 这样的场景 瞬间便把苏靖书 拉回了某种记忆 同志 你找谁 门廊一侧有一间小房 里面走出来了一个五十多岁的汉子 手中还拿着支钢笔 接电话 哦 苏同志是吧 我是大梁村支书 请跟我来吧 苏靖书不动声色地打量起这个地方来 祠堂很大 穿过了门廊 便是一个四四方方的小厂 小厂的左右两侧 全都是房屋 那叼着镂空花纹 差不多有两米高的大门 被破坏得破破烂烂的 只剩下半截子紧闭着 上面还贴着封条 小厂正面是大门 大门处依旧是一个大门廊 之上竟然是戏台子 上面复古的雕刻更加的精致 赤色的漆也都剥落 却也有不少被砸过 甚至还有被烧毁的痕迹 大门正对着的是一间正堂 如果在之前 应该是祠堂的牌位 现在已经改成了村民委员会办公的地方 去吧 在那里等两分钟 村之书还算是和蔼 说完便 转身走回到了之前的那间小房子去了 正屋很大 依旧有点古朴 墙上挂着四个红色的景旗 正中有几个大字 为人民服务 里面还有几张破旧的桌子拼在一起 形成了一个大会议室桌 上面放着一些报纸 还有一部 嗯 用小夕的话来说 是一部老式的电话 叮铃铃 电话的声音震动很大 差点把苏靖书吓了一大跳 快拿起来接听 小夕的声音 适时的在耳中响起 苏靖书脑海中瞬时闪过了什么 却没被他抓住 这时他小心的抓起了那个黑色的话筒 刚刚靠近耳边 对面便传来了一声温和的声音道 靖书 是你吗 声音非常的年轻 像是在压制着情绪 嗯 太好了靖书 我是二哥 你到大梁村还好吗 这么久了 也没来个电话或者写信什么 家里人都快要急死了 话还未说完 苏全林便被挤开了 里面露出了一道 更加温和轻柔的声音 靖书啊 别着急 我一定会想一切的办法让你回家的 孩子 你吃得饱 睡得暖吗 是不是每天还要下地干活 我 我可怜的孩子 杂乱的声音 让苏靖书的脑子乱哄哄的 原来这就是电话 那头的声音陌生而又熟悉 亲切而又遥远 只是 这都不属于自己 接着 话筒又被年轻的男子抢了过来 只听那男子低吼了一声道 妈妈 说正事呢 别乱扯了 通话时间三分钟 你扯了两分半了 接着 苏全凌的声音顿时又揉了三分 小妹 等过两天 二个就给你寄钱 寄票 你身体弱不出功也可以 咱自己能养活自己不怕呀 顿了顿 苏全凌又继续道 小妹 你在听着吗 正常情况下 妹妹在那种陌生的环境中 不是娇滴滴的哭泣吗 现在怎么这么安静 难道发生了什么 在听着 哦 苏全凌轻松一口气 脸上再次样起了一抹笑来 小妹 我听浩然说 她不是浩然 苏敬书打断了对方的唠叨 知道她要说什么 但这种话说出来没什么意义 对 她不是好人 什么 小妹你说什么 苏敬书淡淡的道 宋浩然不是好人 在这里我和她没有任何关系 你也不要听她胡说八道 这是苏敬书穿越以来 说的最多的一段话 不为别的 而是因为对面是自己所谓的亲人 苏家本来因为这次苏敬书下乡 对宋家颇有微词 现在听苏敬书这样一说 顿是心中五味杂陈 第十八章 做点东西 但现在说什么都不合适 苏敬林脸上露出了一抹忧色 妹妹 不管宋浩然是好是坏 你在那里 一定要和她保持距离 最好不要翻脸 一切等回来再说 还有千万要保重好身体 等二哥 想办法把你捞回去 但是下乡不是玩笑 即使有再厉害的关系 在乡下不待够半年 怕是上面也不会同意 家里不用着急 我适应得很好 苏敬书更不想回那所谓的亲人跟前 毕竟他不是原主 怕是回去了 会有诸多不便 好嘟嘟嘟 大概是通话时间到了 电话被挂断了 苏敬书拿着话筒 静力了两秒 然后也挂了电话 这个世界真神奇 这样 竟然还可以和远在天边的亲人通话 等他刚走到门廊 村支书又走了出来道 苏知青 接完电话了 五毛钱 村里的电话 不是谁想打就打 谁想接就接的 尤其是刚开始装电话的时候 知青们天天聚集在这接打电话 严重地影响了村里的正常工作 因此村委会才制定了新办法 一个人一月接打电话的次数 不超过一次 每一次三分钟 五毛钱 啊 谢谢 苏敬书赶紧掏完钱 便走了出去 看到天还未黑下来 他想到了周长伯说的梁木匠 还仔细给他讲了木匠家的位置 大槐树往村西走五百米 刚走到那家门口 一个中年妇人端了盆脏水 差点泼到了他的身上 在看到有人来时 端着的水晃晃悠悠杀住了 水洒在了身体四周 哟 怎么突然冒出个人来 吓死了我了 苏敬书甚是无语地看着妇人 把水泼向了远处 啊 原来你是找死老头子啊 在家 在家 梁老七 梁老七快出来 妇人的破罗嗓子又粗又响 震的人的耳膜都快疼了 苏敬书微微后退了三步 拉开了与妇人的距离 这时一个粗重的脚步声 从内往外走动 苏敬书的眉头微微一皱 这脚步声一深一浅 很明显来人定然是个脖子 果然 门内走出了一个黑瘦的老年汉子 两脚异长一短 走路身体倾斜甚不协调 满脸脏乱的胡子茶 就连头发都乱糟糟的 沾满了巨灰 睁着一双迷糊的双眼 随意撇了下来人 嘴里便含含糊糊的道 是知青同志吧 想要做些什么 木喷 木香 那好 进来看看吧 老汉把门打开 也不看看一旁的妇人 静止走了进去 妇人的声音依旧高啊 这妹子长得真俊啊 快进来吧 想做什么尽管说 我家老头子没别的本事 就手一好 说完 扭动着水桶一般的腰身 还有少数的木板 木盆与木箱 木桶已经做好了三四个 加了铜油保养 已经随意地放在了屋檐下 梁老七随意地说道 知道最近有心知青睐 便做好了几个 你看哪个合用 就直接拿哪个 不然定做也行 苏静叔怕麻烦 直接挑了一个 自己能拿的洞 可以洗脚 也可以洗衣服的木盆 一个能提水的小木桶 最后扫试了一下 又要了一个长方形的木箱 最便利的是 木箱上还镶嵌了锁扣 回去只需要挂 把锁子就安全了 我要这三个 多少钱 十二块钱 木料是大队特批 需要本钱 梁木匠腿脚不便 因此就在家做木工 也要给大队上交一份 苏静叔把钱数好递了上去 那夫人走上来 当先接过 仔仔细细地数了一遍 然后小心地收了起来 可以松货吗 二狗子 一声震天的叫喊 只见门内又快速地 冲出来一个青年男子 那男子正是之前 在山坡上干活 和周长博一起玩的二狗子 夫人一扫帚 便打了过去喝骂道 成天睡 都快睡成猪了 天生二流子胚子 老娘生了你 算倒了八辈子血霉 赶紧地把这三大剑 给知青同志送过去 不然打断你的狗腿 扫帚还没打在身上 二狗子便快速地跳开 那动作熟练无比 在看到苏静叔的时候 心事愣了一下 随即便憨笑了一下道 知道了 老娘 别打了 我去送还不行吗 说着 赶紧拉起院中的 一辆小板车 马里地把三大剑装上车 推着便往门外跑去 苏静叔朝着汉子和妇人 礼貌地点了点头 也走了出去 妇人低声嘀咕着 哎 这孩子真俊啊 可惜太单薄了一点 苏静叔走出大门 二狗子推着板车 已经跑远 那速度 比起苏静叔空手走路 还要快上几分 令他忍不住的玩耳 别人嘴里的二流子 他认识了周长博与二狗子 好像人还都不错 东西搬到屋里 夏小青也早已停止了干嚎 杨凌云也回到了宿舍 一脸疲惫的生无可恋的神情 在看到三大剑物品时 杨凌云忍不住地问道 静叔 你买的这三大剑不错呀 多少钱 在梁木匠家打的 十二元 杨凌云眼色微暗 迅速地盘算着自己手中的钱 不由地暗暗摇了摇头 木盆 木香他都想要 不然木桶不买了 他回头看着 正狠狠地瞪着苏静叔的夏小青道 小青 你需要做什么吗 做 做什么 统统都做 这个贱人做的 我都要去做 杨凌云不由地再次叹息 本来他想和夏小青 合伙做一个木盆 从平时的生活状态上看 两人都不富裕 不知道他和一个病泱泱的 治什么气 三人一时间也静默了起来 苏静叔看着厨房 已经有人开火了 于是便拿起了木盆和木桶 走到水井旁 打了一桶水 细细地洗了起来 回到屋子 又把大木香摆好 拿了块布子 小心地把木香里外擦洗了一遍 然后把放在一旁的一个包裹打开 里面大多是换洗的衣服 鞋子和日常用品 第十九章 安排了好几个 苏静叔把鞋子放到了原来的旧柜子里 再把自己认为有价值的衣服 卖乳巾 奶粉 糖果等重要的东西 都放进了木箱里 然后锁了起来 又在木箱上放了块不喜欢的布子 再把自己的牙刷 糖瓷缸子 饭盒 卵瓶等常用物品 整整齐齐地摆在了木箱上 还别说 这样一时多 看上去像样多了 即使是夏小卿与杨凌云看着 也忍不住地羡慕了起来 两人对视一眼 杨凌云道 要不然明天咱们也去看看 木箱很实用 夏小卿点了下头 算是默认了 周长博回到家里也不平静 一进家门 便听到院子里吵吵嚷嚷 热火朝天的模样 他刚要转身往外跑 直接院门滑的一下 便被拉开了 周老太再见到大孙子的刹那 笑得脸上的褶子都皱成了一团 看看 我家大娃回来了不是 周老太赶紧扯住周长柏 便往院子里走 屋内的人全都站了起来 来来来 这是你二婶娘家的侄女叫菊花 去年还来过记得不 周长博抬眼看去 只见一个黑瘦的女孩 此时害羞地低下了头 不时用他那黑亮的小眼睛 偷偷地瞥了过来 在看到对方肆无忌惮的目光后 又快速地转开了 不得不说 周长博除了名声不是太好 长得却极有男子汉的味道 身材高大硬朗 一双似笑非笑的桃花眼 分分钟令女孩沉醉 尤其是好看的眉眼 以及微微上钩的唇 何况姑姑还说了 周家老太给周长博留下了不少的钱 好吃的好喝的 全都紧着大酸 是周家受宠的第一人 嫁过来 大概能拿不少钱 哎呦 快来看看 这是我大嫂娘家的亲侄女 长得好 又勤快 你看看这大屁股 嫁进来绝对是三年爆俩 周家老三媳妇也不甘示弱 事实地插进话来 搅乱了女孩的遐想 把两人气得不行 周家老三媳妇暗暗想着 老太婆把钱全拽在手上 要是把你命根子的孙儿勾搭走了 那钱是谁的 还不一定啊 周长博笑了 原来这是一场相亲会啊 他懒洋洋地坐在屋檐下的马闸上 从桌上拿了个杯子 倒了杯水 咕噜咕噜地喝了下去 果然 他那脾气暴躁的三婶 拉过来一个又高黑又壮的女孩 那块头要是不能挑两百斤问他来 吓得他 差点一口水喷了出来 周老太一见这女孩 眼里变亮了两分 这高壮高壮的不但好生样 还是干农活的好手 这才是他挑孙媳妇的标准 前面那个太瘦了 三嫂 你领的这孩子大娃肯定不喜欢 看我家和花人长得秀秀气气的 还有文化 周老四媳妇平时低眉顺眼的 拉出来的女孩也是轻轻秀秀的 但那畏缩的表情就跟他四婶子似的 看着就是寡淡无味 比起他心目中的女孩 那简直是差了十万八千里 别以为他不知道 这三个婶婶来这一手 还不是因为周老太手中 捏着他死鬼老爹的一大笔抚絮金 不 还有家里大半的收入 据周老太豪爽发话 家里的钱全都要留给大孙结婚生子用 周老太把三个女孩全都过滤一遍 第一个直接淘汰 第二个大娃肯定不喜欢 但她喜欢 第三个倒也不错 她刚要转身去问孙 只听周长百淡淡的说了一句 丑 你说什么 谁丑了 三个婶子异口同声的问道 第一个女孩脸色微僵 第二个女孩撇了撇嘴 一副势在必得的神情 第三个女孩则敏纯倾笑 肯定在说那两个丑八怪 都丑 周长伯站起来就往外走 哎呀不行了 我得去吸吸眼去 说完也不管医院子人的尴尬 撒鸭子就跑了 害得周老太追了半里地也没追上 第二日一早天未亮 大家继续出宫 现在进入了春耕大生产阶段 所有的人都开始忙碌了起来 大队长拿了个喇叭喊了起来 一组播种玉和苗 两组三组离失地 四组五组挖汉地 六组七组的大老爷们施肥 各组长都负起则来 老少婆娘们可以的 全都去施肥 年轻的女孩子和毛孩子 全都去扯猪草 扯鱼草 割牛草 摘野菜 听清了没 听到了大槐树边晒谷场的老少爷们 回答的声音洪亮 苏敬书也不逞能 今日他背着昨天周长伯留下的那个贝勒 随大刘跟着一群人 去到山坡后的山脚下 或者田耿边 开始扯起了猪草来 大多的猪草 都在树荫或者绿植帽上的地方 扯猪草 也是农忙时最轻松的活 但公分很少 基本都是未成年孩子的活计 平时也照顾老弱病残 也有许多家里的女孩子 不愿意去扯猪草 而是选择下地施肥 苏敬书倒是去水田里看了一眼 里面有不少漂浮的红色小虫子 还有小小黑色一团的水质 顿时打消了念头 但扯猪草一天下来 最多也就是三四公分 条件差的 根本就养活不了自己 不说别人 就连夏小青都嫌弃的不行 和杨林云组队挖地去了 白灵依旧与宋浩然一组 去离地了 湿地不好离 一人一天一亩的能挣全十公分 汉地相对好一点 全民动员几乎都用锄头在挖 一人一天八公分 白灵大概也是怕小虫子 因此两人也选择了挖地 中午的时候 苏敬书背着一大筐猪草去交了任务 依旧没有回支清点 此时他继续来到了山脚下 看到那天他搭的石头锅台还在 这时拿了个锅出来 倒了点水 又拿了十几个鸡蛋清洗干净 在水里加了点盐 便煮了起来 又拿出了昨天买的包子 坐在一块大石上 一边喝着奶粉 一边吃着包子 跟想象中一样 包子依旧是热乎乎的 忙活了大半天 似乎更加鲜美了 这样忙碌的生活 他却觉得还不错 更应该的是感谢系统空间 不然他真的要逃去山里 躲起来做野人了 苏敬书忍不住地笑了起来 上辈子他也不是没落寞过 起码在安堂五年 就没有闲过 经常和安主上山采药 对了 药 第二十章 终于去山里转转了 苏敬书赶走了一圈 围绕在身边的蚊子 慢慢地吃完了东西 而锅里煮的鸡蛋也熟了 只听丁的一声清响 系统小夕叫嚣着道 恭喜宿主完成做菜任务 奖励体质一点 就这成功了 简单地让他不敢置信 小夕继续道 宿主身体太弱 我给你开通了强力加速跑道 让你先吃点甜头 好吧 一点体力确实是甜头 起码昨天那个体力加成 让他不再乏力 今天这个体力加成 大概可以去山里转一圈了 想着 便把那一锅冒着泡的鸡蛋 收进了空间 弄了点土 把火熄灭了 然后身形一闪 背着个大贝勒 就往山里奔了进去 那速度很快 比之昨日的虚弱 果然好了许多 宿敬书不知道有没有凶恶野兽 因此并没有往深山中去 而是在山林的边缘四处转悠 普通的药草有 数量还不少 珍惜一点的药草 一珠也找不到 搜的一道暗影 从他的身旁穿过 苏敬书顺时把捏在手中的石子 射了出去 一只灰色的大兔子 砸在了地上 晕厥了过去 哎 还是射了点准头 要不然就被爆头了 苏敬书虚弱的身体 不过才加了两点体质而已 比起前世差了不少 他是走上前去 见到兔子的肚子很大 竟然是个有孕的兔子 心中一喜 便把他放进了 圈养鸡子的围栏中 突然 一声钉的提示音再次响起 恭喜宿主 得到敏捷一点 太好了 原来打猎也有系统加成 敏捷嘛 大致就是身体的灵活度增加了 怎么采集药汁 没有加成 没有 苏敬书也不强求 这个所谓的系统 已经给了他惊喜 一点的敏捷加成 就让他的身体灵活了许多 身体强度起来了 接下来还有什么可担心 转悠了一大圈 他在山林中一共 打晕了两只兔子 打杀了一只兔子 三只野鸡 想要的药草也已经采集到 于是便往山脚下走去 当晚 他便在空间中 把药草全都炮制成了 一些防蚊虫的药膏 一些清热解毒的药膏 防病发热的药丸 以及金疮药 叮叮叮叮叮 系统的提示声 一直响得不停 等他停下了手中的工作 才看到消息提示 一口气加了三点智力 他有点猛 小夕 为什么熬制药物 加的是智力 而且还这么多 难道他很笨 需要提高 智力是显示一个人的才能 智力越高 你的技能变越突出 学习的东西变越快 原来如此 现在拥有这个系统后 他加了两点体力 一点敏捷 三点智力 再加上每晚要循环练习 安主传授的养生觉 说明他在这个未知的世界 已经有了活下去的本钱了 起码再也不会像原主那样 病烟烟的 目前 他看上去很柔弱 实际上 现在他的力道增加了不少 就连走路都精神多了 多谢 苏静叔心情愉悦 他把树妹原来放在空间 用来装女孩子美容美白的护肤 用品控了三个瓶子出来 把药膏装好 便出了空间 夜 静悄悄的 外面的月光高照 依稀可以见到树木摇曳的影子 大约是回不去了 那么 他就在这个世界 好好地生活下去吧 反正他对丞相府 没有任何期望 一大堆的数子数女 以及冷漠只顾全世的父亲 自私一心 只和姨娘争斗的母亲 想想 还是这个小山村清静一点 第二日中午 苏静叔一如既往的往山林里跑 打猎的收获颇风 看着满空间的菜书 水果 鸡蛋 也为心中蠢蠢欲动 只是 传说他们知青一个月 只能请一次嫁出去一次 第三日开始 分派的活又变了 不中了 中地了 大队长大约觉得 哨子生不足以动员 于是拿了个破铜锣在敲打着 老少爷们 一年之计在渔春 现在春耕全面开展 大队长说的情绪激昂 却也不拖泥带水 快速地分派活计 春耕的工作 正进行得如火如荼 央苗堪堪冒芽 便已经洒在一拢一拢的水田里 继续培育 红薯的苗子 已经培育了出来 只等一场大雨到来 便可简直插苗 汉帝已经离好 女人们不管老少 全都开始去种玉米 种土豆 分配的工作 依旧是两人一组 而知青们 大多都是救人带新人 周长博 铁蛋和二狗三人 又有好几天没出现了 这次苏靖书的搭档 是个16岁的黑兽女孩 名叫周大妮 看着病烟烟 且孤零零跟仙女似的一个人 他心中不忍 便主动与苏靖书搭伙 两人领的活计是种玉米 与种豆子又有所不同 首先要从村里 挑上一袋村里 熬出来的干肥 然后在离好的地里 挖一个浅坑 再把玉米放进去 用干肥撒上压实就好 看着小小的女孩 挑着担子在前面走 苏靖书只轻松地挽了个篮子 里面放的是玉米种子 心中便觉得有点羞愧 刚刚他试了一下 那副挑子虽然不重 但是压得肩膀生疼 还不如让他提着走呢 他也知道自己的性格 使然有点太闷了 让知青点的知青孤立 于是便多说了几句话 大妮 不好意思 和我组队连累你了 相比于牛高马大的周长博 他毫无压力 现在有种以大欺小的感觉 没事 周大妮别看黑黑瘦瘦的 力道却大的出奇 挑着担子往山坡上走 还能轻松地回过头来说话 俺干农活已经习惯了 不一会儿 两人便来到了他们分配的 那一大片地里 与那日中黄豆的地不远 苏姐姐 一会儿我挖坑 你点玉米 那个欧图很脏 一会儿我来压 你能干多少算多少 加油 加油 苏敬叔看着善良的女孩 从怀中掏出了两颗大白兔奶糖 两颗水果糖塞到了他的兜里 好奇地问道 欧图怎么就脏了 姐姐我不要 黑瘦的女孩因为紧张 脸上更加的黑红起来 我不能要你的糖 他偷偷地咽了下口水 赶紧把糖还回去 第21章 忙碌 苏敬叔笑着道 占了你很多便宜 拿着吃我心里好受点 也没有 周大妮腼腆地点了点头 手按在了口袋上 然后便快速地挖起了坑来 浅浅的坑放进去 三颗金黄色的玉米粒 欧土肥其实很简单 就是家里的烧水坑满了后 挖出来晒干烧成灰 然后就可以用作干肥料了 烧水坑 是了 上次去梁木匠家 那婶子往外泼水 差点就都在了他头上 他们家门口侧面 就有一个深深的坑 还散发出一股臭味 想来那坑就是倒脏水的地方 还经常会填点烂菜叶根 两人随意地说几句话 便埋头干活 虽然苏敬叔的活不重 但是长时间弯腰一个姿势久了 也让他腰酸背疼了 倒是周大妮干活很利索 两人的速度并不比别人的慢 中午周大妮下工后 苏敬叔再没有上山 而是给自己冲了包奶粉 吃了一个馒头 一个苹果和一个鸡蛋 便就地坐在土耿子上休息 等这一天 把分配的活干完 那就是妥妥第八个公分 再看着紧紧干了三天活 手上便冒出了一层薄薄的茧 便拿了一点配置的雪花糕 搓揉了起来 淡淡的香味 让周围的蚊子绕着圈便飞走了 春更这段时间的活很重 整个大梁村都是一副热闹的景象 甚至有些人吃完饭 就冲了出来继续干活 所有的活都是早上就分配好的 按公分计筹 早点干完 也可以早点休息 周大妮走过来的时候 诧异地问道 苏姐姐 你中午没回家吗 咦 你怎么没被蚊子叮咬 说完便把她衣服的袖子往上一挽 整个胳膊上依稀有大小不同七八个包 看上去红肿了一大片 我有防蚊虫叮咬的药膏 你要吗 真的 太好了 周大妮忍不住地欢呼了一下 随即又道 还是算了 那药膏定然不便宜 被蚊子咬几口倒是没事 但是那种痒非常的难受 尽管奶奶用艾叶水和防蚊草熬成水 给他们擦洗过 好像都没什么用 周大妮很喜欢这个沉默寡言的女知青 对方听着偶尔会回答一两句 或者中午回家还差点被他妈打一顿 说他热脸贴着冷屁股 和知青在一起肯定耽误了正公分 但这个苏姐姐并没有像别的知青那样轻视他 更没有冷言冷语 没多少钱 我先给你抹上一点 说着便从怀中掏出了一个小次瓶 把清热防毒的药膏细细地抹在了女孩的手臂上 脚腕处还有脸上 瞬时一股清清凉凉的感觉袭上了心头 周大妮不好意思地道 苏姐姐 这药膏有一股清爽的感觉 很舒服 那些红种地方都不痒了 要不我老想去抓 越抓越痒 看着还有大半瓶的药膏 苏静叔索性便把瓶子递了过去 晚上把咬的地方清洗干净 再抹点就好了 不 不行 苏姐姐 这太贵重了 周大妮不是不知好歹的 中午在他妈把他打一顿时 最终用两块糖瓶吸了 即使他干的活多 自己也是占便宜了的 不用 我还有 这几天他还熬制了不手 只是没地方装 不知道镇上能不能买上一些瓷瓶 想想希望不大 接着 他又拿出了一瓶药膏出来道 这些是防蚊子咬的 你每天早上和中午出来抹上一些 要好一点 这么多年 我们村里的人都习惯了 扛过这个夏天就好了 周大妮知道拒绝不了 便爽快地接受了 唯一能做的 就是他多干点活 转眼又是几天过去了 这期间 老知青干活干得面目憔悴 心知清淡的叫苦连天 就连一直找他不痛快的夏小青 也闭嘴了 一回到知青点 大家吃完饭便躺床上歇着 连续几天的重劳力 春耕抢中的活 基本干得差不多了 田地里的种子 冒出了轻轻的殃苗 只等长起来 大家便可插殃了 第八天一早 苏静叔还未到怀树下集合 远远的 便听到了一阵阵吆喝声气 众人全都往那边的晒谷场看去 只见失踪了好些天的周长柏 正骑着个崭新的自行车 一前一后 带着铁弹和二狗 正在炫耀着 梁三婶子大声喊道 周大娃呀 干活的时候没见你 这农忙刚完 你倒是从哪偷了个 自行车出来 得死了 呸 你才是偷的 远远看着苏静叔过来 他不由地朝着远处挑了下眼 我这车子 是我死鬼老爹的战友 托人给我带过来的 眼红也没你的份 坐在横梁上的二狗子 接着起哄道 就是 眼红也没你的份 这车子是村里为二的一辆自行车 第一辆还在大队部放着呢 村干部公用的 周长伯的话没有人怀疑 不少人脸上露出了羡慕的表情 但一想到不务正业的二流子 又全都默默地摇了摇头 这大娃已经被养坏了 将来不知道要霍霍哪家的姑娘 周长伯在两个人 在晒谷场上转着圈 身后跟着一大群小孩子 他们大喊大叫着道 快点 跑快点 我们要追上了 另外两个周长白的朋友 梁二娃与马小仔也在等着 准备第二轮汽车 大队长一声爆喝声从远处传来 周大娃 这几天春更浓忙 你他娘的干什么去了 每次干活都找不到你的人 是不是找抽 嘎 周长白的车子骤然停止 他把车子往铁弹身上一推 一本正经地走到大队长跟前认错 对不起大队长 今天周大娃来报道 请给我安排最累最苦的活 我今天非要干够十个公分不可 整个大梁村的男女老少 全都哄堂大笑了起来 大队长一脚踢了出去怒吼道 干个屁 去 欧肥去 去村里挑二十弹大分出来 不然老子非开教育大会不可 欧的肥料全都使用光了 得好好教训这帮臭小子 第二十二章 抢中红薯 好脸 周长白的心情很好 大声地喊着 撒鸭子就跑 铁弹 二狗子 梁二娃 马小仔 你们四个也去 见了你们就烦 铁弹与二狗赶紧推着车子 跟在后面跑了 梁二娃与马小仔苦着个脸道 大队长 这几天我们兄弟可是参加农忙的 别了呀 挑大分又沉又臭 干下来那不是要人命吗 滚 少废话 全都去 五个撞牢利娃子 也不知道什么毛病 竟是些偷奸耍滑的 正在这时 天空稀稀利利地下起了小雨 大队长的脸上一喜道 下雨了 同志们 咱们准备一下插红薯苗去 他的大手一挥 顿时 整个山村的人 有序地朝着山坡走去 一些主牢利 继续手中没完成的工作 更多的人都去捡红薯疼 然后插苗 看着滴答在身上的雨水身上 一阵冷寒 苏靖书一脸的茫然 下个雨要去干活 这些人用得着这么兴奋吗 走 苏姐姐 快点 周大你也一样 冒着小雨 开开心心地拉着苏靖书往村外奔 仿佛下一刻 红薯疼就要被抢光了似的 刚走到红薯疙疼边 那里的老少爷们都排起了长队 一帮富人在小心翼翼地搁着红薯疼疼子 一篮子一篮子的疼苗被递了过来 接到红薯疼苗的人二话不说 便往指定好的地方去栽种 说实话 苏靖书的内心是震撼的 虽然他是古人见识手 别看村民们平时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 炒得跟斗鸡眼似的 但此刻没有哪个地方的人心这样的起 一些守候在家不上宫的人 已经给家人送来了缩衣和斗笠 人来人往的山坡上 一副热火朝天的景象 周大你抹了把脸上的雨水道 不抢中 或许我们冬天吃不饱饭 一直这样吗 是 周大你回答的时候 甚至带着点兴奋 生怕下雨天种不上红薯藤苗 就在苏靖书感觉到 雨水洗刷的眼睛快睁不开时 一片阴影遮在了头上 他戒备的转过身去 只见一个高大的身影站在他身前 刚把一个斗笠带在了他的头上 随即又给他披上了缩衣 周围的人正被雨水打得心烦 又急切地往前看着 倒没几人注意这一点小的动作 你 不是挑大份去了吗 周长博笑着摇了摇头 大雨天没办法挑 他看着头发散乱 全都贴在脸上 浑身湿漉漉的娇弱女孩 裤子上边也全被泥水打湿了 于是轻声地道 这里不适合你 快回去躲雨 再烧点红糖姜汤水喝 他这一辈子最大的愿望 便是娶了十里八村最亮的女孩 原以为自己只是与这个女孩 看对了眼而已 没想到出去这几日 心里眼里想的 全是这个娇俏的身影 以至于他干什么 都提不起精神来 苏靖书看着身上同样狼狈的男子 心里有一刹那的感动 不用 我想跟着干 话音刚落便轮到了他们 周大妮提着一大篮子 红薯藤苗的时候 一转身便诧异地低呼了一声道 大 大哥 本来被赶去挑奋的几人 因为下雨 也都跑来了插红薯苗子 雨越下越大 周长博高大的身影 往风刮来的方向一挡 顺时落在苏靖书身上 那种冷嗖嗖的感觉 好了许多 大队长 计分员和各小组长来回跑动 记录着今天出宫的人 你走吧 要是我扛不住了就回去 放着周大妮一个人 他于心不忍 看着女孩坚毅的表情 整个脸都是惨白色 周长白的唇角动了一动 最终没说什么 只冷眼瞥了眼这个堂妹 转身便大步离去了 吓得周大妮哆嗦了一下 苏靖书跟在周大妮的身后 用两人能听得清的话问道 他是你大哥 顿时便想到了好多 难道眼前的女孩 是那个家伙使唤过来帮他的 随即又甩了甩头 把心里的怀疑去掉 是堂哥 他从小就调皮捣蛋 但人不坏 两人走到翻好的地里 此时因为下着雨 地里湿搭搭的都是泥水 看着全副武装的苏靖书 硕大的斗笠 差不多遮去了他一张脸 就连锁衣都斜着的 苏姐姐 要不你先回去 这雨好像一时半刻停不下来 小女孩的动作很是麻烈 她从最里面开始 拿着减成二三十公分长的红薯藤 便往土里插 顺便紧了紧周边的泥土 原来这就是插红薯苗 有样学样 苏靖书虽然干得不快 在两人奋力的合作下 很快一篮子红薯藤便插完了 春季萌萌的细雨连绵 飘飘洒洒的落在了人的身上 到此 她觉得身上越来越凉寒 环顾四周 却没有人退缩 周大尼直了一下腰 整个身体差不多跟着你认识的 苏姐姐 要不你先回去吧 我再去提一篮子红薯苗过来 不用 我等你 如火如荼的工作在进行着 因为雨水的劲扰 工作的进度并不是很快 周长某跑到他们地里三回 又探着气跑远忙自己的去了 小组长盯得紧 让他腾不出手来 等到了下工的时间 大多数人都在冒雨进行 雨水滴打在众人的脸上 身上又哗啦啦的往下流 淋得跟落汤鸡似的 众人不想回家 他们不想好不容易 清洗干净的衣服再次弄湿 因此全都一鼓作气的在干着活 好不容易到了下午两点钟 所有插红薯的工作才干完 大队长举着个大喇叭 大声的喊道 乡亲们辛苦了 今天参加抢中红薯藤苗的 全部十个公分 现在回去洗个热水澡 明天休息一天 今天干的活很辛苦 没必要继续耗下去 还不如给大家卖个好 何况春耕抢中基本结束 只等田里的秧苗长起 大家插完秧就完成农忙 大队长的话音刚落 人群中顿时爆发了一阵激烈的掌声 本来无精打采的人们 顿时来了精神 许多人一路小跑就往家奔去 一个男子因为跑得太快 脚下一打滑便摔跌了出去 连着鞋子飞了出去 又砸了下来 惹得后面的人全都哈哈哈哈的大笑了起来 令 写的小说天天追着我妈问 第23章 雨后红薯破离枝青点不进 快走大概也要半个小时 连续几日高强度的劳作 再加上今日淋雨抢中 大家伙几乎是爬着回枝青点的 不但如此 最近连口肉都吃不上 干活使手上越来越没劲 一进到院子 所有人都瘫坐在了屋檐下 享受着戚风冷雨 老枝青不说 新枝青更惨 再看看手上的茧子 甚至好几个眼眶都红了 宋浩然作为枝青点的负责人 强打起精神道 大家轮流烧水清洗一下 一会我出二两红糖熬成红糖水 一人喝上一口吧 白铃也累得不行 他颤抖着手道 我换好衣服先烧水 苏静叔的脚步稍慢 回到知青点的时候 厨房和厕所旁搭建的简单淋雨房 全都被占了 一进到屋子 便迎来了一道阴阳怪气的声音 还是某些病秧子有本事 能混到缩衣斗笠 不像我们 阿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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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尖下小青头发 蓬乱地裹在被子里 眼眶通红 连续几个喷嚏 鼻涕眼泪哗啦啦地流了下来 让他顺势晋升 杨绫云的状态更差 此时也冻得瑟瑟发抖 他家里本来就没什么钱 这时把自己的解放鞋脱了下来 脚趾处露出了两个破洞 一时悲从心来 忍不住一抽一掖地哭泣了起来 却还不忘找了针线破布 开始缝制 夏小青看到别人比他还惨 心中稍稍好受了一些 却也忍不住地翻了个白眼 鄙视地撇了撇唇 他家虽然条件也不好 但他妈做的这双布鞋 却无比地结实 再大雨天没有开线 杨绫云很快就调整了情绪 再看到苏静书时抹了把泪 沙哑着嗓子道 静书回来了 你身体不好 当心感冒 说着眼神不停地往外瞥 想要确定厨房到底什么时候能用 再看看手中的鞋子 又落下了泪来 看来厨房一时半可伦不上 苏静书环顾了四周 也很迷茫 这样小的一间屋子 他要怎样换洗衣物 何况现在浑身湿漉漉的甚是难受 当着外人的面空间是进不去的 最后咬了咬牙 快速地插好了门 然后把缩衣斗篷解下来 堆放在了门口的墙角 打开柜子 拿出了一条床单 在一个脚上打了个小死结 然后拿了两件换洗的衣服 把床单打了结的那头 夹在了柜子门上 再把门关紧 另一只手拽着床单 顿时把自己包裹在了其中 然后把身上湿漉漉的衣服 全都脱了下来 再把干衣服换上 只把两人看呆了 直到苏静叔一身干爽地走出来 杨林云才不好意思地道 静叔 我可不可以也进去换一下 杨林云虽然把外面的湿衣服脱了 但身上的内衣和背心还在 为了不弄脏被子 他强忍着寒气 只披了件干外衣在等候着 简直太难受了 好 苏静叔不再看他们 自己把一堆脏衣服扔进了木盆中 然后到了被热水捏在了手上 拿了一颗预防伤寒的药丸吞了下去 再慢慢地喝着热水 顿时一股暖流在身上窜动 身体的那股冷意顿时好了许多 来了这么久 这里的厨房他一次都没有下过 中午吃的几乎都是上次 在食堂买回来的包子和馒头 还有自己煮的鸡蛋 那些食物在几天的强劳动下 也消耗光了 最多就是等大家忙完了 他才去烧点水 在众志青的眼里 他活得快跟个神仙似的 在杨林云换好衣服后 夏小青趁着苏静叔没注意 后脸皮也窜过去 用床单遮掩 也把衣服换了 苏静叔倒是没和他计较 一中午没吃饭 肚子饿得咕噜咕噜的叫 蓝志青一点也没和女志青客气 每次烧好一锅水 便被他们瓜分光了 除了白铃 其余的人全都在等候着 因此苏静叔压根就没想去抢 只冲了杯奶粉 从包里拿了几块饼干泡着吃 那个杨林云小心地询问道 静叔 我们可不可以用一下你的热水 新到的志青都没有请假 等龙忙的时候 想请假大队长却不许了 只承诺忙完在这一阵子 所以他俩都没有暖水平 苏静叔看了眼两个 冻得瑟瑟发抖的人 淡淡地道 用吧 谢谢 杨林云家庭条件虽然不好 但家里也挤了半包卖乳精 给他带上了 所以也泡了热热一杯 满足地喝了起来 只下小亲戚不过 想到这艰苦的农村 想到繁重的劳力 想到难以下咽的食物 忍不住地大哭了起来 阿铁 我想回家 杨林云迟疑了一下 看了苏静叔一眼 便用夏小卿的糖瓷缸子 也倒了杯热水 给他递了过去 别哭了 先喝点热水 或许就好一点了 夏小卿本来嫌弃 想有骨气的不要热水 可是那热气一到跟前 心里的烦闷顿时缓解了不少 他端着水缸子 迫不及待地喝了一口 因为太急 烫得喉咙一紧 差点喷了出来 大门已经打开 苏静叔披着一件棉衣站 在屋檐下往外看去 厨房的茅草屋顶 冒着鸟鸟的烟气 正在这时 外面传来了一阵喊声 只见宋浩然正穿着雨衣 一脸不悦地站在院中大喊道 静叔 有人找 苏静叔甚是诧异 这么大的雨 到底会有谁来找 他披上一件雨衣 便往院外走去 远远的 便见到周大妮在大门口冒了一下头 又快速地缩了回去 等苏静叔走出院门时 周大妮已经跑远了 一道高大的身影走了过来 拿着一个篮子递了上来道 喝点姜汤红汤水 你是特意给我送这个来的 为了怕自己被人说闲话 大雨天的 把周大妮也给拎过来了 看那丫头的样子 一身的雨水都没洗去 嗯 赶紧进去喝了 别感冒了 周长伯说完掉头就 尽管这时 他也穿了一件破旧的雨衣 但身上却依旧湿漉漉的 等一下 苏静叔赶紧跑回到屋子 拿出扔在地上的缩衣斗笠 又跑了出来 第24章 别有用心的人 果然男子依旧站立在那里 身子挺拔 就像是一棵苍净的松树 把这个穿上 好 直到高大的身影消失时 苏静叔才慢慢地回转身 结果对上了一脸冷凝的宋浩然 只听他低声地道 以后你少和那个人打点交道 苏静叔就跟没听到一样 慢慢地走回到了屋子 男之亲此时洗得差不多了 也换上了干净的衣服 白龄同屋的张书倩与王芳也烧水去了 苏静叔打开杯子 一糖瓷钢子的姜汤红糖水 散发出一股浓郁的味道 轻轻地喝上一口 孙浩然用罐子熬好的红糖水 此时正与白龄一间房一间房地送着 看到窗户前的苏静叔时 他的神情再次变得冷淡起来 也骤然想起 这个没存在感的林家妹妹 现在很叛逆 似乎对自己有股情绪 静叔 把你钢子拿来 我给你倒杯红糖水 屈屈寒 省得回头生病了 苏静叔神情依旧淡淡地 不可否认这个所谓的竹马 确实长得英俊 就跟后柿子似的 很不爱 似乎对每个人都不错 但却不是他喜欢的类型 谢谢 我已经喝过了 说完 又轻轻拧了一口 缸子里的姜糖水 嗯 越来越好喝了 白龄非常的知性 也善于察言观色 知道宋浩然有话要说 便笑着接过罐子 往屋子里分发糖水去了 静叔 你这样不好 太不合群了 中午一个人不回来 你不知道 女孩子在外面很危险 苏静叔冷笑了一下 这么长时间了 终于发现他中午没回 早干什么去了 这男人外表温和内敛 其实内心却冷漠的可以 真是白瞎了原主的一片真心 与你何干 你 女孩苍白的脸 和湿的贴在脸颊上凌乱发丝 看上去竟然有一种欺然的美 突然 宋浩然便说叫不下去了 声音顿时放揉了几分劝说着 我也是为了你好 一个女孩子孤零零的 你需要朋友 需要帮助 人是群居的 以后不要再任性下去了 我承认 最近忽略了你 所以在此道歉 听话尽书 以后中午 回来做饭吃 不会做的话 和我们一起搭伙好了 也可以跟着别的女孩子学学 正在这时 白灵发完糖水走了出来 朝着宋浩然温婉一笑 又往厨房去了 以后就不劳你费心了 苏静书懒得看他假惺惺的嘴脸 转身便往屋中走去 只把宋浩然气得蹊跷声烟 等所有的人都烧完水 做好饭后 苏静书才用厨房烧起水来 先把暖瓶灌满 然后用桶提了一桶水 便往后院走去 此时 天已经黑了下来 加上下着蒙蒙细雨 在静夜中 就像是一个个跳动着的音符 苏静书依旧穿着雨衣 一手提着一桶水 另一手 拿着小溪嘴里所说的大手电 刚走到后院处淋浴房处 突然 一道人影从暗处窜了过来 想要抓住他的手腕 却被他快速闪开 随即一脚踢了出去 只听扑的一声轻响 那人准确无误地 摔进了菜地一旁的化粪池内 随着一声闷哼 臭气在空中弥漫 就连雨水都没能遮掩 苏静书冷哼一声 同时也惊出了一头冷汗 幸好最近他的体质加强了 要是和前几天虚弱的一样 今天怕真的要被那恶心的人欺负了去 料定那人也不敢伸张 他这一脚不清 掉进那里 也够他喝一壶的 更没管那人是谁 只淡定地走了一旁的淋浴房 门上有一个木制的插销 屋子虽然简陋漏风 但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 没有办法 趁着黑暗的夜色 他把手电一收 一个闪身便进到了空间 美美的洗了个澡 第二日天还未亮 知青点便热闹了起来 放假一天 大家伙都想要去镇子上 乃至县城去转转 说是放假 村里大部分劳动力都不会闲着的 也基本不会休息 有些人没事就在地里转悠 顺便把雨水打歪的秧苗扶一扶 有些人上山砍柴 有些人则在家做些灭竹活计 还有些人在自留地里劳动 富人们全都在家洗洗刷刷 只有一小部分年轻人会往镇子上去 今天知青点几乎全部出动 村里的那辆牛车根本不够坐 因此大家火天还没亮 就准备出发走路去镇上 夏小青真的是感冒了 大青早哭唧唧的 死活也要跟着去镇上 小云 我真的很难受 嗨嗨 说不定要去镇卫生所看看 嗨嗨 走一走或许就好了 昨晚上知青点可谓是鸡飞狗跳的 有人生病了 有人发烧了 甚至老知青李文斌上厕所 不小心还掉毛坑了 大半夜的 宋浩然甚至还叫来了村里的赤脚医生 又是开药 又是打针的 弄得大家都很疲惫 没想到夏小青还有精神闹腾 看来感冒好的差不多了 白灵无奈的道 小青大概真的需要去镇上看看 要不这样 浩然 你和大队长说一下 让牛车给咱们留两个位置 我陪小青一起走 宋浩然看着白灵眼底下的暗影 不由的心疼了起来 好 就这么说定了 顿了顿 又凑上前低声的道 我在镇子口等你 苏靖书从昨晚开始便想要远离这里 想要单独出去住 他也懒得和其他人啰嗦 想了一下 大治村中的那个牛车他也挤不上去 因此大概收拾了一下 便背着背楼走了出去 下了大半夜的雨 地上的小草带着点点的露珠 刚走出院子 一股凉意便袭上心头 前路微黑 依稀可以看见一条蜿蜒 而崎岖的路向前延伸着 路上隐隐约约 有三三两两的人正往前行着 苏靖书撞了下胆子 手中捏着三块石子 便大步地跟在了后面 刚走出村口 一旁突然传来了一阵叮铃铃的轻响 在这样寂静的清晨 显得格外的刺耳 也把苏靖书吓了一大跳 手中的石子 不由自主地打了出去 只听阿悠一声惨呼 第25章 跑得挺快 苏靖书定睛一看 只见周长博硬声倒在了地上 连带着一阵霹里啪啦的声响 那辆自行车也砸在了他的身上 模样有点狼狈 怎么就跌倒了 周长博尴尬地笑笑 快速地站起身 拍了拍一身的水汽 好在他站的地方野草厚石 身上倒没沾染多少泥土 苏靖书似乎感觉又把这人打了 微微皱了下霉道 你在这干什么 等你啊 我想你今日应该会去镇子 天黑路滑 我带你走 说完 便往自行车后座拍了拍 没想到 上面还垫了一个小垫子 谢谢 我自己能走 这样莫名的关心 让苏靖书的心不由得一慌 他心中有意回避 直接朝前快速地走去 突然像是想到了什么 又骤然转身 差点撞到了紧随其后的男子身上 我车戒很好 练了好几天了 但你没有一点问题 而苏靖书答非所问的道 你这个贝勒卖给我多少钱 还有上回去国营大食堂 吃饭的饭钱是多少 我一并算给你 周长白的脸顺势垮了下来 两人静默了两分钟 苏靖书感觉到 后面传来了细微的脚步声 于是赶紧往前走去 周长博一声不吭 默默地跟在了后面 大约走了十来分钟 苏靖书终于忍不住地问道 大梁村后便来到了小梁村的地段 路上依稀有了行走的人 好吧 这人脸皮厚 苏靖书无奈地道 问你个问题 你知道怎么搬出去住吗 村里有空房子没 没有空房子了 村里103户 加上到来的知青 总共有487人 即使是知青点 也是当年把某些人逗走了 才空下来的 那可不可以建房 周长博再次摇了摇头 你们不是本地居民 大概不能分到宅基地 要是 他的眼睛突然一亮 随即又按了下去 随即轻轻地捏了捏自己的大腿 驱赶了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 这几年来 村里不是没有青年男子 娶了知青的 但全都是年轻有为家事好 体力好 长得好的 像他一个名声不好的二流子 那简直就是癞蛤蟆 好在他是一个有原则的 嗯 那个 要是什么 先坐车走吧 天要亮了 周长博拍了拍车子后座 一脸的真诚 苏靖书看着自己的鞋子 此时沾了不少的泥巴 裤腿边上也是脏兮兮的 于是便到 到了镇上就别跟着我 好脸 男子跨上了自行车 放慢车速 女子小心翼翼地坐了上去 自行车由慢到快 朝着坑坑洼洼的大路驶去 周长白果然如他所说 车子行驶得很稳 比牛车坐着要舒服多了 苏靖书学着在镇上 看到坐车人的样子 手指牢牢地抓住了车后座的一侧 大约一个小时后 车子终于到了镇上 此时天光大亮 路上到处都是行走匆匆的人群 周长博笑着道 还没吃饭吧 咱们先去国营大食堂吃早饭 再看到苏靖书瞪了他一眼 满是警告的意味 又快速地改口道 你去吃点早饭 我有事先走了 说完 又跨着自行车 一溜烟地跑了 苏靖书淡笑了一下 台步就往国营大食堂走去 坐了这么久 他刚进到食堂 肚子不争气 咕噜噜地响了起来 现在是早饭时间 国营大食堂 依旧是人来人往的 排到苏靖书跟前的时候 他看了眼一旁的早餐供应 大肉包子 眼前的女孩淡淡地道 看什么看 要吃什么赶紧的 后面还有人排队呢 十个包子 十个馒头 五根油条 一碗小馄饨 服务员快速地开票 然后又道 一块七毛钱 半斤两票 原来这世界的吃饭 是这样交易的 苏靖书见那人态度恶劣 就跟早上起床 被人暴打了一顿似的 非常的不爽 于是他也没有多说 赶紧掏钱拿票 然后又把票递进了窗口 然后等着就行了 但这次的取食很快 不一会儿 馒头 包子 油条 便被他端上了桌 即使是小馄饨 也快做得好了 馒头 包子 油条 被他用一块白布包好 放进了身旁的被楼里 实际上放进了空间 自己只端着那碗馄饨 慢慢地吃了起来 这段时间的饮食寡淡 猛地一吃汤水馄饨 竟然觉得香甜 只吃这食堂 还是不能多来 得学会自己做饭 到目前为止 他只学会了 煮稀饭和煮鸡蛋 嘴里常常感觉没味及了 如果此时有一盘红烧肉 相信自己也是能吃下的 吃完饭后 苏敬书便背着被楼 在这个小镇走了起来 镇子不大 道路却四通八达的 除了主路宽阔一点之外 其余的岔道都不太宽敞 转悠了四五条道后 见到油里发馆 缝纫铺却没有那所谓的黑市 对了 刚刚吃饭时 对桌的人说是要去县城 那里怕事不小 只是去县城要怎么走呢 想到这心里 暗暗有点懊悔 之前不该把周长博赶走 他沿着一条 还算宽敞明亮的小巷子走去 突然便见到一个 脸色苍白的瘦小男子 正背着一个硕大的竹篓 在疯狂的奔跑 那竹篓在奔跑中左右乱甩 比男子的身躯都大 却丝毫不影响他奔跑的速度 身后追着两个身穿灰色卡齐步 手臂上戴着红色袖章的男子 那两个男子边追边喊 站住 别跑了 再跑 我们就不客气了 那逃跑的男子 一听 跑得更快了 别看他瘦小 似乎清楚地知道这里的地形 跑步三拐两拐的 很快便把两人越拉越远 苏靖书忍不住地回头看去 这两个人看上去都不像坏人 跑什么 那两个带着红色袖章的人 在经过苏靖书身旁时 还不忘瞪他一眼 然后拼命地追去 苏靖书直接无视他们 继续往巷子深处走去 不一会儿 身后又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第26章 第一次交易 回过来头 只见刚刚贝罗比身体还大的那个男人 此时正一路小跑地奔了过来 身后再没有追击的影子 男子跑得很快 不一会儿 便越过了苏靖书跑出了几十名远 突然又骤然地回头 朝着他笑了笑道 妹子 要买东西吗 苏靖书先是一愣 随即便问道 你有什么东西 男子这下 笑容更浓了 想要什么都可以伤了 说完 朝着他身后的贝罗 瞥了一眼道 要卖东西也行 也会要吗 男子的眼神一亮 要 是什么 咄咄一闪 苏靖书见状 便把身后的贝罗放了下来 手心一划先开 盖在贝罗上的一块布子 只见里面露出来了三只兔子 两只野鸡 太好了 咱们进一步说话 小巷子前后无遮无拦的 似乎随时都会转出人来 这样的交易不太安逸 好 苏靖书也不怕他耍花招 即使这人跑得再快 他不过是浪费两颗石子的事 两人沿着巷子往前走去 不一会儿 便走到了小镇的边缘 好了 姑娘 你这也会怎么骂 不知道 苏靖书完全处于猛的状态 同时心中隐隐有点兴奋 原来他也可以做买卖了 这个世界简直太奇妙了 第一次售卖 你出个价 合适了就拿走 好 痛快 男子显然不像是做一锤子买卖的人 拖了皮毛的兔子八毛钱一斤 我看你这兔子大约五斤左右 咱们皮毛全算 三只兔子给你十二块钱 野鸡要便宜一点 给你两块钱一直怎么样 这完全是按黑市的价钱 何况 兔子的皮毛单独可以单独卖 反正女孩也没吃什么亏 苏靖书低头故作沉思 最后淡然的道 行 这段时间老往山里跑 空间猎杀的兔子 已有二三十只 野鸡十来只 他对于这个世界的物价 没有什么概念 只要能赚钱就好 男子也不啰嗦 把三只兔子 两只野鸡 往身后的被篓中一扔 随即数了十六块钱递了上去 转身就要跑 等等 男人回过头 不明所以 请问黑市在哪 苏靖书一看这人的样子 就是个常跑黑市的人 刚才不知道在哪买卖 被人差点活歹 姑娘有什么东西 可以找我 都可以吃得下 苏靖书摇了摇头 我想去看看 那行 你沿着这条路左拐 那里有一条小河 对面的树林就是 这一下他再没啰嗦 又朝着小镇跑去 苏靖书根据男子的描述 果然见不远处有一个小树林 甚至有不少人挽着个篮子 鬼鬼祟祟的走了进去 又有一些人匆匆的离去 原来那就是 所谓的黑市吗 苏靖书刚走进林子 便看到树林中 有不少的人在进行着买卖 每个人手上拿的东西多不多 也有一些人在小声地询问着 略微一丝存 小夕便科普起来 这个年代不允许自由买卖 不少附近的村民 把自留地的菜 悄悄地拿出来卖 换一些零钱 偏远地区的形势没那么紧张 大多不过都是一篮子菜而已 所以 镇公社大概也知道一些情况 只要不过分 大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苏靖书大概走了一圈 果然 那些村民的篮子中 大多都是自留地所种的青菜 也有少部分 拿出来家里预留的红薯 土豆 玉米等 现在农忙才刚开始 许多人都到了青黄不接的地步 苏靖书一直住心中的好奇 以及忐忑 在询问了一些物品的价钱之后 大致有了一定的了解 于是便找了个大树底下刚坐下 想开始摆摊 立刻便有一个大娘走过来 好奇地问道 鬼女卖的是什么 看女孩斯文娟秀 说不定还可以占点便宜 第一回做买卖 而且还是偷偷摸摸的 苏靖书紧张得连手都有点颤抖 苹果 鸡蛋 哦 怎么卖 大娘不由得的有些失望 鸡蛋只要有钱不难买 苹果可是个稀罕物 虽然不好买 但口味一般 要的心也没那么强烈 苏靖书掀开被篓上的布 只见里面有一篮子鸡蛋 下面全都是泛着红韵的大苹果 看色则甚是新鲜 我没有秤 苹果不论大小 全都是五毛钱三个 鸡蛋五分钱一个 大娘一看苹果不错 迅速在心里计算了一遍 过年在供销社买的苹果 还是限量的 他家买了几个 比这个品项差远了 价钱稍贵点 也可以接受 鬼女太贵了 这样吧 五毛钱五个 我多买点 苏靖书看他闪烁的眼神 微微地摇了摇头 见女孩坚决 大娘肉疼的道 行 我拿三块钱的苹果 这都可以买几斤肉了 说完 挑挑拣拣 在贝罗中选了几个 自认为不错的苹果 交了钱便走了 不一会儿 苏靖书身边便围了一圈人 有买鸡蛋的 更多的买的是苹果 镇公社的供销店 整个物资都有点匮乏 这个季节 还真买不到好的水果 不一会儿 他一被摟的苹果便卖完了 鸡蛋也没有了 然后他又换了一个地方 想到四月份 大概出什么水果 桃子 葡萄 好像都差了点时候 只有苹果耐放 可以适当的卖点 又转用了大半天 所出售的 大多都是苹果和鸡蛋 眼看着时间差不多了 便走出了小树林 朝着小镇 往大梁村的方向走去 刚走出巷子 便见到周长柏 一脚跨在自行车上 正百无聊赖地坐着 眼神不时地往四周描去 再看到苏靖书的刹那 脸上顿时堆起了一抹笑来 苏同志 逛好了这大半天的 买什么好东西 要帮忙吗 苏靖书看了看手上的时间 原来不知不觉 已经两点了 这时肚子似乎又饿了 再去国营大食堂 大概也吃不上什么了 你怎么在这 等你啊 说完便递了一封信上来 又拍了拍身后的大包裹道 刚好无事去了一趟邮局 没想到有你的信和包裹 就帮你带回来了 第27章 收到东西 谢谢 苏靖书不傻 怎么不知道 这个人肯定是特意去帮他看看的 对了 吃饭了吗 今天中午 食堂有大水饺 我给你留了一盒尝尝 男人接着从身上的小夸包中 掏出了一个铝制饭盒递了过来 手在触碰的刹那 还热热的 给你 很香 周长博在食堂等了一个多小时也没见他 想着女孩不会去食堂了 又生怕他一个人已经走路回去了 因此 自己连饭都没吃好 早早就在这等候着 苏靖书低垂下眼眸 遮掩住心中的一丝的情绪 多少钱 加上上次买的一起给你 苏靖书接过饭盒 两人慢慢的往外走着 周长博接过他背后的被篓 发现轻飘飘的 便知道他什么都没买 心里微微诧异 那个以后再说 先吃饭吧 别凉了 好 苏靖书打开饭盒 顿时一股清香洗上了心头 饭盒外面还很贴心的包了块帕子 里面放了一双筷子 饺子上面浇盖了一层蘸酱 只是已经与饺子融为了一体 周长博一手推着自行车 把车后的大包裹放到了被篓里 才笑着道 要不我给你端着 你负责吃就好 苏靖书前段时间都在山坡上吃的饭 这辈子 乃至上辈子都没干过边走边吃饭的事 要是让他的丞相父亲和高傲母亲知道他做的事 怕是要打死他了 这算不算离京叛道 对了 还有去黑市买卖 他这辈子到底有多疯狂啊 想着想着便轻笑出声 顿时把周长柏呆愣在了原地 从认识这女孩开始 第一次见他笑 真的是太好看了 怎么了 苏靖书直到走出了好几步 才发现身边的人没有跟上来 转过头去 却发现男子正站在原地傻笑 桃花眼微眯 笑起来的唇角微微上钩 看起来竟然很是俊了 哦 没什么 周长博赶紧跟了上来 两人不一会儿便走到了一个三叉路口 那里有几块大石 在大雨的冲刷下倒是干干净净的 甚至上面还长了些青苔 要不在这吃 苏靖书左右看了看便道 算了吧 我回去再吃 养生之道讲究的是细嚼慢咽 这样的场合吃饭 不但享受不到 实在也太不痛快了 周长博也不想在路边上让别人看 于是点了点头道 好 那咱们快回家吧 苏靖书把饭盒抱在怀中 见周长博把贝褂放在了身前的车把手上挂好 又拿了根绳子把贝褂固定好 然后跨坐在车子上道 上来 出发 回去的车速更快 两人快速地往大梁村驶去 一路无话 很快他们便来到了知青点 此时尚早 整个知青点都静悄悄的 屋子中更无一人 周长博毫无顾忌地 帮忙把贝褂放进了女孩的屋内 先吃饭 然后好好休息一下 我走了 嗯 多少钱 不是划清界限 而是不想无故受毁 周长博身形顿了顿 便大不留心地走了出去 看到人走后 苏靖书有一瞬间的呆愣 半想回过神来 又看到手中端着的微热的饭盒 自己无异于欠别人太多 就像是有魔法似的 他却无法抗拒这个男子的嗜好 作为资深宅斗观望者 对于人心的探测并不浅薄 他看到了男人眼睛中的赤诚 狡黠 不羁 混乱 唯独没见到不怀好意 他眼睛清明 也是他留在这个世界唯一的温情 想到这 苏靖书再次打开了饭盒 捡起一个饺子 轻轻地咬上一口 嗯 白菜猪肉馅的 非常好吃 即使他饭量不大 此时一盒水饺 也被他吃下去了一大半 剩下的 他又小心地装好 放进了空间 回头再看放在地上的贝楼 以及上面的那一封信 一看就是原主驾游寄过来的 信封很厚实的 打开一看 除了写满的几张信纸之后 里面还有五张大团结 和一些粮票 布票 肉票等 苏靖书深叹一口气 原主驾对他还真不错 又拿出今日的买卖镜像 一共是72元 加上信封内的50元 和空间中的钱 顿时他的心踏实了下来 树妹在空间准备的粮食不少 按这里的物价 这三百来块钱 似乎可以花上不少时间 打开邮寄过来的包裹 直接惊呆了 包裹中除了两袋奶粉 和卖乳精之外 剩余的竟然全都是书籍 几乎都是学科类的书籍 甚至还有原主学习时 所做的笔记 苏靖书忍不住地头疼起来 原主的记忆迷迷糊糊的 拿起本与文书打开一看 文字很简化 一篇文章看下来 差不多就前后贯通了 只是还有数学 物理 化学 都是些什么 看起来 好像熟悉又陌生 就像是打开了未知的领域 全都一知半解 顺时 他便把整个包裹 全都收进了空间 装作没看到 再拿出了那封信 有苏全灵的 大致意思 让他多依靠宋浩然 做一个乖乖女 苏母的姓全都是小心地叮嘱 照顾好自己 小弟的信誓思念 最后是苏父的 只有几句话 好好学习 努力劳动 苏靖书写躺在床上 努力想去回忆学习的点点滴滴 然后脑袋里一片迷糊 苏主 你也不用着急 这个世界的学识 远不是你那个时代所能比的 慢慢从头开始 相信你会想起来的 你会吗 要不教我 作为大风潮的才女 她不想自己 在这个世界 当一个睁眼下 随手又拿出来一本语文书 打印和彩印都比较新颖 也深深地吸引了她 不知不觉便看了十几页 也让她对这个时代的一些文字 有了新的认识 与她以前所学的四书五经 大相径庭 半想 小夕才悠悠地道 不会 也不想 苏靖书 在不知不觉中 知青点热闹了起来 原来出去公社的人 这时全都陆陆续续地回来了 苏靖书赶紧把书收了起来 等了半天 同屋杂杂乎乎的两人还没回来 这让她微微有点诧异 第28章 纷争不断 突然 院子中传来了一阵激烈的争吵声 那声音越来越大 似乎还带着隐隐的哭腔 苏靖书好久没看到别人的热闹了 于是也站起身往外看去 只见杨凌云像的兽气包似的 默默地站在一边哭泣 夏小青这时正跳着脚 和几个男知青叫骂 你们 你们太欺负人了 不就是一个小小的破幕箱子至于吗 又不是我们求着你们帮忙抬的 这还怪上我们了 再说我 我还病着呢 说什么了 夏小青与杨凌云两人 一时不知所措 他念念的道 我也没说什么呀 心中暗叫晦气 张绍强也是一脸的无语 在对上苏靖书的时候 却无奈地瘫了贪手 宋浩然与白玲几个老知青早都回来了 此时一脸不悦地走出来道 别吵了 发生了什么事 杨凌云在见到宋浩然的时候 快速地理了李凌乱的头发 窃窃地看了一眼旁边的白玲 眼睛更红了 夏小青却大声地嚷嚷着 并说明了原味 苏靖书看了眼宿舍内 原来杨凌云和夏小青 最终没去梁木匠家买木箱 两人一拍集合 从废品收购站买了个破木箱出来 结果没坐上梁老二的牛车 两人生生地从镇上把木箱给抬了出来 只是没多久便抬不动了 便让同行的其他男知青帮忙 小镇到大梁村两小时的路程 差不多让他们走了三小时 不仅如此 夏小青回来还埋怨他们走得慢了 大家忙活了半天 都还饿着肚子呢 苏靖书便是一阵无语 在夏小青连枯带笔划中 竟然还博得了不少的知青同情 一半脑子清醒地往后退了一步 想着以后是不是离他们远一点 最终的纷争在男知青的道歉中结束 回到屋子时 两人的眼睛都红红的 好像受了多大的委屈一般 那个破木箱子 终究被他们拿到了井边洗刷了一遍 倒是没有太破 就是原来刷着的红漆全都脱落 所扣处有两个小洞 箱子侧面被砸了几下痕迹 洗刷过的木箱 被两人抬到了屋檐之下 不知道是不是宋浩然的安抚 两人再次进门的时候 状态好了不少 手里提着不少购买的物品 在看到屋内的苏靖书时 夏小青忍不住地问道 你怎么回来了 咦 房子里什么味 你吃饺子了 这是狗鼻子吗 看着无心搭理他的苏靖书 夏小青哭过的脸有点僵硬 努力地扯了一点笑道 饺子有什么可稀罕的 白姐姐和浩然哥哥 请我们在国营在食堂吃红烧肉了 那味道真香啊 可惜没叫你 尽管两人请的食物有限 一人才吃了一两块 却足够他向这个并奄奄炫耀一番 杨凌云莫不作声 他买了一双新的胶布鞋 也买了个暖水瓶回来 就没什么钱了 但是费了半天力气 哭了一场 那就木箱还是被夏小青霸占了 他还没落的一点好 夏小青得意洋洋地 从身上挂着的小布包里 掏出来一个油纸包 又从里面捏了一块 被压扁的蛋糕递上来 别说我小气 吃一块蛋糕试试 味道不错 苏静叔心中翻了一个白眼 既然他那么大方 别人帮他搬木箱时 怎么不拿出来块蛋糕感谢一下 以至于大炒一架吗 不用了 谢谢 苏静叔说着 便端了一个木盆出去了 呸 德行 别理他我们吃 夏小青扬了扬眉 就知道这人不会吃的 但是气气人他还是会的 最后也没说给杨凌云一点 直接又把蛋糕放进了油纸里包好 放进了柜子里锁好 昨日下雨回来 换下来的湿衣服还没洗 白领与他同屋的几人正在井边洗衣服 看着苏静叔走了过来 白领首先笑着打招呼 苏同志也洗衣服 还未等苏静叔吭声 一旁的张书倩首先发难 他站起来指着苏静叔道 我说病秧子 你来了也有段时间了 难道不知道我们知青点的规则 苏静叔依旧是不紧不慢的 他把木盆放到了一边 又去拿桶想要打水 却被张书倩一把抢过木桶 立声呵斥的道 和你说话呢 怎么那么没礼貌 臭 你说什么 苏静叔淡默的眼眸 直直地对着眼前一脸暴躁的女子 那眼里的绿色 吓得张书倩不由自主地后退了一步 随即看到对方单薄娇弱的身体 鄙夷一笑 又迈上前一步道 信不信我抽你 怎么说话的 难道你不照镜子的吗 说完 从口袋里拿了面镜子 照在对方的面前 张书倩不由自主地看了过去 只见镜子里的女子面容微黑粗糙 脸上还有十几个红色的痘痘 头发蓬乱 一双不大的眼睛圆瞪着 鼻孔朝天还忽善忽善的像是非常气愤 刺着一口不太白的黄牙 有点猙獰 这便是她嚣张的模样 就连张书倩自己都吓了一大跳 下乡三年 她已经丑成这样了吗 呜呜呜呜呜 女孩受不了自己此时的形象 哭着捂着脸跑回了房子 就这战斗力 还跟她斗 从来她都知道怎么打脸才让人痛 苏同志 你可能是误会她了 白灵边说话 边利索地搓着衣服 是这样的 我们知青点男知青负责砍柴 提水干重活 女知青负责帮男知青洗衣服 凡事 嗯 凡事都不能不劳而获 意思就是知青点大家都烧了柴火 所以 每个女知青都有义务帮男知青干点活 正说着 夏小青 杨林书 还有另一个屋子的三个女知青 全都出来了 每个人手里都拿着盆子和衣服 苏敬书这时 才看到白灵身前的两个大木盆不小 里面堆得满满地 大约都是男知青换洗下来的衣服 我没在厨房做过饭 更没有让他们帮忙干过重活 所以你们慢慢洗吧 说完 继续打水 往自己的木盆中倒去 第29章 洗衣服 扑 夏小青忍不住地笑了起来 你是神仙是不做饭的 哦 对了 你是压根不会做饭吧 但是你烧水了 我证明 你每天都烧热水喝了 还烧水洗脚了 说着 所有的女知青都不认同地看向苏敬书 这点便宜都要占 他们还不想洗衣服呢 可是砍柴不但累 还要挑回来 想想还是算了 苏敬书淡笑着 想让他帮别的臭男人洗衣服 那根本是不可能的 柴火灰捡回来 把以前用的补上 以后我烧火用自己的柴火 说完 也不管众人的眼神 把木盆里的水又倒了出来 然后端着木盆 就往屋子里走去 白姐姐 你看这人什么态度 简直是无组织无纪律 得批评教育 对 开大会批评他 这样的人在咱们这里 严重地影响了知青点的安定与团结 剩余的人 嘀嘀咕咕的 不知道说了些什么 但是可以肯定 应该没有人说他一句好话 真的是烦人 洗个衣服也这么多事 突然 他想起了村口不远处的几个大鱼塘 那里的水很深 也很清澈 于是把木盆里的衣服 全都倒进了桶内 又把桶放进了贝罗 然后背起贝罗 提起木盆 就往外走 静书同志 你站住 刚走到大门处 宋浩然就过来了 一脸的严肃 就连看他的眼神都冷冰冰的 比之前那虚伪嘴脸 倒是真实了几分 有事 苏静书的声音更冷 甚至连一个眼神都没给过去 宋浩然没想到 从小看到大的娇俏女孩 现在是这个样子 一时间心里五味杂陈 静书 我们是一个集体 一容俱容 一损也俱损 知青点有知青点的规则 你可以不合群 可以有自己的小心思 可以不和我们一起做饭 但是别人做的事 你也一定要去做 比如说洗衣服 苏静书轻笑一声 伸出了他嫩白毫无剪子的食指 别说臭男人的衣服 这段时间 他连自己的衣服 也是第一次洗 宋浩然没吭声 算是默认了 他的眼神一顺也不顺的 看着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女孩 纤瘦 冰冷 甚至有些高傲 想得美 苏静书说完 拉开大门就走了出去 白毫适时的站在了宋浩然的身后 叹了口气道 我们以前也骄傲过 谁不会适时低头 或许等他吃到了苦头才会醒悟 宋浩然默默的转过身来 看着身边这个善良 坚强的女孩 心里生起了一抹敬意 那就让他多吃点苦 他坚定地牵起了白铃的手 滴滴地道 谁也没有你善解人意 又洞察一切 我何其兴也能与你相识 白铃害羞地挣扎着 想要抽开手 却被对方握得更紧了 两年了 他们明白彼此的心意 却一直没有捅破那层窗户纸 知青点的小情侣不是没有 他们没什么可忌讳的 身后立刻响起了一阵阵的起哄声 哦哟 我们知青点今天有喜事了呀 对啊 牵手 牵手 夏小青就是看不惯苏敬书弹幕的神情 此时见到他在意的人 喜欢别人 心里别提有多痛快了 于是也忍不住地起哄道 狼才女貌 不像某些人痴心妄想 白铃用力甩开宋浩然的手 笑着回怼道 你 你们别胡说 说完 便害羞地跑回了屋子 别人的情绪 多多少少地影响到了苏敬书 知青点 真的是一天都不想住了 不知道有什么办法 能脱离知青点 想想头都大了 此时 他已经漫步走到了鱼塘处 硕大的鱼塘边上有几块大石头 这时 有两三个妇人 正站在石头上清洗着衣服 也有几个女孩 直接站在了站在了潜水区 正在把篮子里的鱼草倒在水里 一边洗涮鱼草 根部的泥土 一边往水中间推去 水里的鱼来回地游荡着 猛地一个回荡 便拽走了一些鱼草 静静地看着这一切 顺时 苏敬书郁闷的情绪有所好转 其中一个妇人 正是之前坐牛车 碰到的梁三婶子 她的嗓门很大 跟破罗嗓子似的 看着背着贝勒 提着木盆的病弱女子 便笑着喊道 哟 知青同志也来旁边洗衣服啊 你们院子里 不是有水井吗 人太多了 苏敬书但笑着 便把身后的贝勒放了下来 另外一个妇人 叫大花婶子的赶紧道 知青同志 这块石头平整一些 你站这里吧 小心别掉下去了 三个妇人边 说着话边洗衣服 他们在衣服脏的地方 撒了点造脚粉 两个拎着一根棍子 用力地拍打 另外一个在搓揉着 似乎用的力道都很大 你没有棒吹吧 一会用我的 谢谢婶子 我不用敲打 其实苏敬书是 不怎么会洗衣服的 他站好之后挽起衣袖 便把脏衣服拿了出来 放在石头上 学一个妇人的样子 把衣服在水里摆了摆 全部进湿之后 跟着在石头上 轻轻地搓揉了起来 感觉那一片的泥土干净了之后 又把衣服放进水里 来回地摆了摆 再轻轻地揉洗 直接把三个妇人 和四的孩子都看待了 这女之亲果然是文化人 也太温柔了吧 梁三婶子大声地道 孩子 你的手真白 跟家里的白面似的 以前怕事 从来没干过活吧 大花婶子也道 同志 你洗得太轻了 泥巴都搓不干净 用力点 对了 你没造脚粉吗 我给你拿一点 苏敬书还真不知道 洗衣服要用造脚粉 这东西 他有一大包呢 只是没带出来 另一个妇人 则低头轻笑着 四个十岁左右的女娃子 在感受到对方的目光后 不好意思地 又低头快速地干着活 谢谢婶子 不用了 我慢慢洗好了 那好吧 想用就喊我 大花婶子看着女孩 慢悠悠地干活 把她的急脾气 看得都快要急死了 看着这女孩柔柔弱弱地 心里不落人 于是转过头去 不想再看 梁三婶子心里想着 要是她的儿媳妇 这样干活 估计早被她一天打三顿了 第三十章 种麦子 主食 水在下午 何况少了知青点那帮子的锅躁 她揉搓起衣服来 竟觉得无比的舒畅 五件不厚的衣物 即使她洗得再慢 也很快就洗完了 鱼塘清澈 喂鱼的鱼草 渐渐地漂浮到了很远 不时荡起一层层不纹 三个妇人那一大盆的衣服 想来都是家里一大堆人的 也很麻利地洗干净走了 此时就剩下她一个人 坐在大石边上 一阵微风吹来 竟然带着丝丝的惬意 在看到太阳即将落山之时 苏敬书才背着篓子 回到了知青点 照样到处都是乱糟糟的 她回来或者是走 几乎没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 院子中的晾衣服绳上 已经挂满了晾晒的衣服 像是故意排挤似的 几乎没有她晾衣服的余地 苏敬书也毫不在意 把木桶与木盆放在了屋内 无视下小青四笑非笑的样子 她背着被篓再次走了出去 天已经渐渐地黑了下来 她找了个没人的地方 一个闪身便进入到了空间 看着依旧如白昼的空间内 她把洗好的衣服 摊在了茅草屋前的青青草地上 然后进到屋子 看到她之前在食堂买的馒头包子 以及仍旧带着点温热的饺子 便把馒头包子放在了灶台上 把剩下的饺子吃完后 又把饭盒清洗了 接着便拿了本书 躺在葡萄架子下 慢慢地看了起来 时间一点一滴地过去 当她看到手表上的时间 提示到八点半后 外面晾晒的衣服已经干了 她收拾好衣服装在被楼里 赶紧走出了空间 回到知青点后 大家几乎都吃完饭回屋了 每个屋内都点着一盏朦胧的煤油灯 夏小青与杨林书 已经躺在了被窝中了 在她进来时 夏小青冷言冷语地道 下回再回来这么晚 别怪我不留门 苏靖书现在慢慢地调整了自己的习惯 淡淡地道 你可以试试 试试就试试 好了 好了 咦 靖书 你的衣服已经干了呀 杨林云眼看又要吵起来 赶紧岔开话题 嗯 苏靖书把衣服收拾到柜子里 简单地收拾了 一下自己也上炕了 第二日一早 村里安排的工作便是种小麦 地早已翻好 也已经撒过肥料了 因此 播种麦子比较简单 依旧是两个或者三个人组合 苏靖书被分到了第七组 因此 还是和周大妮组了一对 大家领好麦种 便往村外的麦地里走去 这次播种麦子有所不同 周大妮细细地讲解道 一会苏姐姐撒种子 就这样 她一边撒开一边说 一定要撒均匀 不然的话 等麦苗发出来 就要清理 村里没那么多牛 也没有那么多大楼耙子耕种 因此 这些山坡上不易操作的小弟 全都要人工播种 没有多少讲究 好 苏靖书跟着仔细地学了两三遍后 然后开始在前面撒起种子来 周大妮则在后面用耙子在后面翻盖 耙子重重地压下去 翻得很深 两人慢慢地耕种着 突然 麦田外转来了一阵阵的喧哗声 大家停下了手中的活 抬眼看去 只见周长柏 铁蛋 二狗子 两二娃等十几个青年 此时正挑着大份满山跑 各个山坡处 都有大小不等的化粪池 跑起来臭气熏天 苏靖书惊讶地看着周长柏 挑着满满的两大桶粪 远远地绕着他这边走 边跑边喊 让开了 让开了 石洒到身上不负责 人群中顿时响起了叽叽喳喳的讨论声 哈 大娃子今天倒是老实 竟然挑大份了 这几个娃子 平时都不好好干活 这不是挺有力气的吗 该 下回还叫他们担大份 周大妮笑着继续干活 我大哥这人是不想干活 他要是认真起来 村里没几个人能比得上他 回头看着周长柏特意避开的目光 苏靖书也忍不住地笑了笑 这家伙该不是不好意思了吧 中午休息后 他照样来到山脚处的那片林子间 搭建的锅台还在 他从空间拿出了一口砂锅 架在上面把周熬上 接着又拿了本历史书 便悠闲地看了起来 不一会儿 身后便传来了一阵脚步声 回头看去 只见周长柏穿了一件灰白的全棉短挂衫 一条军绿色的裤子 头发湿漉漉地 背后背着着大竹篓筐子 大不留心地朝着他走了过来 很明显是清洗过了 身上没有一点劳动过后的臭味 苏靖书压抑地道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 嗯 看到了林子上空 有一缕烟气 原来如此 周长柏说着 便走到了他的跟前 看着砂锅盾正盾着米粥 又笑着道 你不喜欢回池清点吗 每天中午都在这里煮粥 那里人挺多的 中午做饭紧张 还不如在此来的自在 那倒是 周长柏蹲下身 便把身后的背篓放了下来 拿出了一个大大的泥包 对 是一个用泥巴包裹着的东西 小心翼翼地放在了地上 看着身边的女孩不解 便笑着道 不要老喝白粥没营养 得吃点肉 这是叫花鸡 说着 拿了把锄头 在地上挖了个浅坑 在周围捡了点柴火便烧了起来 等烧出了红火灰后 便把那个泥包小心地放了进去 表面用红火灰盖住 上面继续在烧着火 此时 苏静书也不看书了 在那认真的看男子忙碌着 周长柏搞完第一波操作 便在他身前不远坐了下来 看了什么书 在看到历史课本后 心是诧异了一下 接着又低声地道 喜欢看书吗 看这样的课本书多无聊 要是让他看差不多可以睡觉了 打发时间 苏静书把书放进了 自己背过来的背楼里 实际上是放进了空间 接着又拿出了一个篮子 里面放着两个白面馒头 两个煮鸡蛋和一副碗筷 砂锅正咕噜咕噜地翻滚着 阵阵米香在周围飘散 即使勺子也是木制的 看上去甚是精致 第31章 户外一起吃饭 苏静书刚想揭开锅盖 周长柏赶紧上前帮忙 胖 小心点 我来 他一手拿过木勺 一手从竹篮子中 拿起块布子盖在锅盖上打开 米粥翻滚得很厉害 他用木勺轻轻地搅动几下 又忍不住地道 你准备的倒是挺齐全的 现在天气正好 要是冬天便无法在外面做饭了 是啊 苏静书也很惆怅他和知青点的人 实在是八字不合 米粥很稀 本来要配着馒头吃的 只是少了一些小菜 显得淡而无味 白米粥好了 你减少柴火 我给你盛一碗鲜亮着 抱歉 没准备你的碗筷 尽管他空间有 却不能突兀地拿出来 如果之前就之前拿出来 好像显得他在等待什么似的 不用 你喝不完 我救着锅喝 盛好的一碗米粥 放在一旁的石头上 周长百挖的土坑里烧的柴火 也慢慢地在减少 直到火完全熄灭 大泥包又在土里 焖了大约十来分钟后 周长百才把它拿了出来 此时 苏静书已经把一碗米粥喝完了 静静地看着男人在忙碌着 本身他话就不多 加上不知怎么和男子交流 两人很却默契地没有多言 甚至周长伯觉得 这样的感觉很好 有种岁月静好的感觉 泥包被挖了出来 放在一旁的地上 他用一根木棍轻轻地敲打着 把表面的泥包松开 顿时一股异常清香的味道 飘了出来 剥开泥土里 层层叠叠包裹着的荷叶 露出了一只表皮金黄 并泛起一层油脂的鸡肉 那香味更加地浓郁了 你 这准备了多久 苏静书不会做饭 更不用说繁杂的叫花鸡了 还好 昨晚上去抓的野鸡 在外面就弄好了 腌制了一晚上 味道绝对很香 说完 便扯下来了两只鸡腿 两只鸡翅放进了 苏静书身前的空碗中 快吃吧 贼香了 说完 就着荷叶包裹着的鸡肉 便狠狠地咬了一口 不自觉地点了点头 显然对自己这次的手艺很满意 苏静书淡笑 抓起了一只鸡腿 便咬了一口 香味浓郁 咸淡适中 比之他在丞相府 任何时候吃的鸡肉 都要香甜 很好吃 在他细细品味的时候 男子一只鸡 已经下去了一小半 好看的桃花眼亮晶晶地 朝着女子咧嘴一笑 接着又吃了起来 苏静书吃了一只鸡腿 一只鸡翅便吃不下去了 把剩下的肉 往男子身前一推道 给你吃 我饱了 不用 你收起来留起来当晚饭 我吃这个 一只鸡吃完之后 接着周长柏便端过那只砂锅过来 此时的米粥已经温凉了 他用木勺咬了起来道 我就这样吃了 好 本身砂锅里的米粥 最多三碗 苏静书吃了一碗 剩下的那两碗 对周长柏来说 简直不在话下 三两下便吃完了 还不忘 把地上烧过的痕迹给清理了 只留下苏静书搭建的那个小锅台 我走了 眼看开工在即 周长柏为了不让别人看到 两人在一起说闲话 背起了背篓 转身就大步离去 苏静书看到男子的背影 半想说不出话来 转眼 又是忙碌了好几天 村中的麦子已经全部播种完 还种了花生和大豆 秋收要抢 春耕同样也抢 现在春耕忙得差不多了 插秧了 接下来这几天 一众人也闲了一些 全都干些杂活 今日 苏静书领的活饰割竹草 一大早 他便背着竹篓 去到了山脚底下 看着左右无人 便快步地窜进了山林之中 往里走去 这次 他主要想往深山里走走 去看看有没有好一点的药草 空间的蔬菜水果 长势实在太好 就连他在路边 折了根枣树剂插在里面 也快速地长了起来 想要去镇上再贩卖点东西 却一直找不到好机会 山林的树木茂盛 野草杂树枝较多 越往里走 前行的速度越是慢了下来 练习了安主的调戏功法 手中扔石子的准头越来越好 只听到扑棱声 山鸡与野兔便让猎了不少 不但如此 在一处阴暗潮湿的地方 竟然发现了一片大夜险 还有少量的暴石莲 天麻 黄芪等药物 苏静书大喜 把这些看上去品相不错的药材 全都移栽到了空间 还在一棵大树草里 找了一株野灵芝 看上去有点年份 正在这时 不远处传来了一阵素素的声音 伴随着一声声野兽的嚎叫 听声音非常的混乱 苏静书顿时警觉了起来 他把被篓收好 手中持了把镰刀 慢慢地靠近 那边密林的动静越来越大 只见两个人影小心地躲在灌木荆棘丛中 脸上露出着急的神情 正地往外观望着 丝毫没感觉他的靠近 顺着两人的目光 苏静书的眼神顺时一凝 只见周长柏在杂乱的树林中 疯狂地奔逃着 他奔跑的姿势成蛇形状 身后正追击着一只大野猪 砰砰砰 眼看野猪越来越近 马上就要顶在他的后背 苏静书的石子都准备好了 却见周长柏身形甚是灵活 一个急转身 那大野猪冲力过猛 一下子就撞在了对面的一棵大树上 把那棵树撞击得哗啦啦的乱响 周长柏刚要喘上一口气 那大野猪似乎撞得晕晕乎乎的 掉转头 又朝着周长柏的身影 冲击了过来 我去 要人命了 野猪体型庞大 足足有三四百斤的样子 身形却甚是灵活凶悍 尤其是巨大的头颅冲击过来的时候 露出一口腥臭的獠牙 嘴里嗷嗷地叫个不停 周长柏或许是跑累了 移动的速度越来越慢 一个转身测了过去之后 拎着个大木棒子 朝着猪头奋力地砸了下去 哦哦哦 野猪疼得尖嚎出声 转过身躯 眼睛变得心红心红地 朝着周长柏猛地扑了过去 尽管他手中的棍子 一个劲地挥出 击打得野猪头破血流 却依旧把他扑倒在了身下 第32章 正点小钱 大野猪张开大口 就朝着周长柏咬去 他快速地把手中的棍子挡了过去 堪堪地塞在了野猪的嘴里 一人一猪就这样对质了起来 每当野猪挣脱束缚 想要朝着周长柏啃咧咬过去的时候 妈的 拼了 铁蛋与二狗对视了一眼 两人看着扭打成一团的一人一猪 也操着大幕滚冲了出去 对着野猪就是一顿乱砸 一时间吆喝声 野猪的嚎叫声响成了一片 把苏敬书看得目瞪口呆的 这三人大概不会打猎吧 全拼一把蛮力 此时 大野猪也被打猛了 身上的伤势越来越重 刚想要转身奔逃的时候 却被苏敬书的石子阻扰 一只庞大凶狠的野猪 随着一声煎熬 瘫倒在地 自己也几乎被猪血液喷洒了一声 咧着唇忍不住的皮皮的笑着 铁蛋与狗蛋倒是没怎么受伤 一人去撬开野猪牙口 确定死透了之后 忍不住的滴喝了起来 大娃哥 野猪死了 咱这下子发达了 呸 一只野猪值什么钱 以后要打更多的猎物 苏敬书见三人无碍 悄悄的后退着离去 转身 便见到不远处 还有两只叙事待发野猪 这时正赤红卓眼 准备朝他冲来 却被苏敬书的手 快速地拍了出去 连人带猪消失在了原地 周长伯像是感受到了动静 顿时警觉了起来 我怎么感觉背脊发凉 走 血腥味太大了 咱们转移目标 说着也顾不得疲惫 活动了筋骨 三人把野猪识夺了一下 拖着便往外走 苏敬书怕动静太大 扯着野猪进了空间 便把他们击杀了 野猪凶狠难逊 活着放在空间 没什么用 等四周动静消失 他出了空间 在山林中转了一圈 看了下手中的时间 大约快到下宫的时候 才往外走 刚走到山脚 便见周大妮迎了上来 看着他身后竹篓 满满一倍篓的猪草 便笑着道 苏姐姐可千万别再进山了 山里面的野菜是很多 但是有蛇危险 嗯 放心 我没去太远的地方 就在周围转转 他这一筐子猪草 浇上去也才三个公分而已 作为一个成年人 一天挣三个公分 大致是养不活自己的 能挣到三个公分 只不过前几日太忙了 每个人都得了满公分 这时看着苏靖书的 一筐子猪草 计分员梁小静 开始找茬了 苏靖书同志三个公分 你这一天才三个公分 是不是在哪偷懒呢 这样不积极劳作 你想接受批评教育 是不是 谁说一天就不能 挣三个公分了 苏姐姐前几天 浓忙累着了 她身体不好 能上工都不错了 梁小薇翻了个白眼 别以为她不知道 病秧子这段时间 被周长伯兄妹照顾了 走开 后面多少人排队 不知道吗 你 周大你也三个公分 凭什么 我今天打了四十斤猪草了 应该是四个公分 猪草一次冲好 家带着泥土 三个公分 走开 下一个 砰 一把镰刀 重重地砸在了 梁小静身前的破桌子上 使得那桌子 剧烈地摇晃了两下 只见一个满脸怒容的老太太 指着梁小静 就是一顿臭骂 好你个小剑蹄子 谁给你的胆子 克扣我家傻大妮子的公分 嗯 这是第几回了 欺负我周家 没人了是吧 年纪轻轻你的心肝 怎么就那么黑呢 打量我不知道 你的狐狸尾巴 嗯 成天和那几个知青 眉来眼去的 想攀高知 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德行 周大妮见到来人 不自觉地拉着苏静叔 后退了三步 把场地让了出来 梁小静的脸 顿时羞得通红 他是喜欢那个宋浩然没错 但是他爸说了 知青不靠谱 何况他最喜欢的 还是周长伯 那一双眼睛看过来 他的心顿时就慌了 想着要嫁到周家去 怎么也不能 把周家最厉害的 老太太给得罪了 心里一阵发虚 周奶奶 我没有 放你娘的狗屁 我家大妮以前 明明是每天八个公分 这段时间活少了 猪草却没少交 怎么也得六个公分 说完 抓起周大妮那一筐紫珠 当着许多人的面道 在了地上翻腾着 看看 你看看 黑心肝的东西 这全是嫩草 哪有泥土 哎呀 我不想活了呀 有人想走地主老财的路 不给我们穷人活路了呀 周老太一屁股坐在地上 大哭大喊了起来 身边站着三个善善的儿媳妇 尤其是周老二的媳妇眼刀子 一直往周大妮的身上削 不时也瞄眼苏静叔 真是愁死他了 大妮拎不清 这老太婆不管不顾的 把大队长家得罪了 以后让他们周家还怎么过啊 老太婆 难道就不怕以后 最苦最累的活全包给周家了 真是气死人了 好在村之书是周家阁房二叔 到时候可以周旋一下 苏静叔也是一脸猛 第一回见农村的老太太撒泼 原来是这样的 周老太那粗糙的手掌 拍打在地上高声地喝骂着 欺负我们妮子傻 大队长可要给我们做主啊 别被那糊涂的东西给唬弄过去了 梁小静的脸红了又青 青了又白 一脸无措 每当他想说些什么的时候 周老太顿时高声地岔开话题 眼看围拢过来的人越来越多 即使他平时再怎么看不起别人 此时也急得快哭了起来 周老太也不是个傻的 字字句句地骂小姑娘 半点不提大队长的错处 干什么呢 一个个的不省心的东西 闹什么呢 突然一声爆合声从不远处传来 顿时人群唏嘘 让开了一条小道 本来怒气冲冲的大队长走到近前来 看着撒泼打滚的周老太 就是一阵头疼 这老太太不是平时不上工吗 今日又来闹腾什么 第三十三章 不准在这里生活 这可是大梁村最户端 最不讲理的人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她是英雄的母亲 搞急了 老太太会闹到正宫社去 最次也能在她家哭个三天三夜 还要管饭 想到这 她一双怒眼瞪向了梁小静 把她吓得打了个冷战 别的好说 大队长是她亲爹 平时也算是宠她 从来不让自己下地干一点重活 一旦牵扯到她爸的名声 家里谁说了都不好使 更何况农忙之后 大梁村要开始评选先进集体 去年以一分之差 输给了小梁村 还把建立小学的名额让了出去 不然的话 她都能混上老师了 这无疑是给她敲了一个警钟 周大娘 你这是怎么了 小孩子家家的不懂事 你打骂都可以 可千万别把自己气着了 周老太闹了半天 就是为了等大队长来 听二席唠叨 傻大妮最近每天的公分都少几个 我举报 那个黑心肝的 克扣我家傻大妮的公分 说着从地上跳起来 竟然有几分麻利 抓起一旁还没收起来的猪草道 你看看 实打实的好东西 分量足全是那野菜 怎么就只能得三个公分 这不是欺负人吗 我家二妮一天都能挣三个公分 大妮怎么就少了 天杀的呀 这叫我们一大家子怎么活 大队长梁国栋的脸顿时垮了下来 就这还值得哭骂一场 他再次瞪了眼自家的蠢货女儿 把把柄送到别人的手上 有给大队长帮腔的 在底下偷偷的笑着道 周老婶子 叫你家大娃多上两天宫 少吃几口 你家的吃食就够了 放你娘的狗屁 谁在喊呢 给我站出来 你咋就不让几个公分呢 看老娘不撕赖你的嘴 也有人悄悄的道 不过大妮的猪草确实是好 分量足 但也不敢高升 怕得罪了大队长一家 只是在底下一润纷纷 梁国栋气的不行 高声的吼道 好了 别闹了 赶紧记完分下宫 接着又对周老太低声的道 周大娘 小镜确实记差了 这样 今天她的三个公分 全都补贴给大妮 然后周大妮这次的猪草 集六个公分可好 呸 明明就是傻大妮该得的 周老太横了梁小镜一眼 连周大妮也没放过 又吼了一声道 傻成你这样 晚饭不准吃了 说完转身离去 计分员有两个 趁着梁小镜哭的时候 另外一个村里的会计 也快速地记录着 一场闹剧就这样结束了 大队长的平时还算公正 此时铁青个脸 便转身离去了 周大妮抹了墨头上的汗地 低声地道 我的妈呀 吓死我了 今晚回家 大概免不了一阵骂 我奶的战斗力太强了 在家没人能反驳他 也不是 我大唐哥就可以 下次你别为我出头了 我的公分无所谓 说完 从口袋里掏出了几颗糖果 塞在了周大妮的手中 不不 我不能要 瘦弱的周大妮长这么大 估计就吃了三次糖 还都是大唐哥给的 拿着吧 说完 转身就朝着支青点走去 当晚 苏靖书便进入到了系统空间 把品相好的药质 全都种在了空间 剩余二十几株有损伤的 全都炮制了 放在了储物室 又看了看储藏室的猎物 嗯 七只野鸡 十三只兔子 还有两只袍子 两只野猪 这都是他没怎么狩猎的情况下 随意猎杀的 看来还是有必要去一趟黑市 第二日中午 正当苏靖书再次熬煮西州的时候 身后又传来了一阵的脚步声 还以为是周长柏呢 他头都没转过去 便听到一声低沉的声音 呵斥着道 那位同志 谁让你在山林中生火做饭的 这不是在胡搞吗 苏靖书惊了一下 转过身来 只见两个中年男子 手上拿着两把锄头 正朝着他走了过来 其中一个男子 走到他熬猪的砂锅前 把锅盖揭开 又快速地盖上 不过是一小锅白粥而已 不是什么围巾物品 赶紧地把东西收起来 在山林内生火 小心山火 请问你是 苏靖书环过了四周 他是在山脚的小林子内 生火做饭没错 主要也是不想让别人看到 何况他所处的位置 靠近一块大石坡处 四周荒芜并没有树木 周围的杂草 也被他清理干净了 光秃秃的根本引不起山火 他甚是好奇 不明白这两人是干什么的 但看样子 似乎没什么恶意 我是民兵队长梁大福 专门负责大梁村周围的治安安全 请配合熄灭火种 最近老有人举报 说有人中午在山脚树林边烤肉吃 昨天的香气都飘出了老远 肯定是霸占集体财产上山打猎了 因此他过来看看 哪个胆大的敢挖SH主义墙角 这块并不会引发山火 我走的时候都清理干净了 知青同志 去吃青点就行 不然的话 你去山下边的小溪边玩去 那里安全 另一个男子往山坡那边的溪流一指 距离山脚有点远 不行过去的话 起码也要十几分钟 梁大福看着一个娇滴滴的女知青 心中不忍 然后又把那个刚刚冒热气的砂锅放到了一边 把那刚燃起的火苗 用锄头挖上土掩埋填食 快走吧 不要在此生火做饭了 说着摇了摇头 现在的城里人真是娇贵 大概吃不惯吃青点的饭食 在此吃毒食呢 大有一种苏敬书不走 他们就不离开的架势 苏敬书也是一阵无语 却也无法反抗 每次离开都反复把火熄灭眼埋才离开 知道这种行为不规范 但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谢谢 请同志放心 下次绝对不会在此生火做饭了 苏敬书背起竹篓 手中端着砂锅 便往山坡下走去 多好的据点啊 没了 甚至他心中有一种无力之感 以后他要去哪里生活呢 无论如何 中午都不想回这青点啊 直到苏敬书走了很远 梁大夫两人才快速地离开 第34章 同是天涯沦落人 苏敬书走在田梗上 端着砂锅的手都快酸了 看看左右无人 快速地把砂锅放到了空间 暂时也没有做饭的心思 只快不得朝着那条小溪走去 小溪的水很浅清澈见底 是从山里边直接流淌出来的 形成了溪流 四周都是鹅卵石 仅仅是地方而言 比他之前的那里好不了多少 起码阳光不充足 一股清风吹来 苏敬书坐在了一块大石上 手里拿着一个苹果啃咬了起来 山剑中有点潮湿 蚊虫也更多 却难不倒他 随即手里拿了本书 慢慢地看了起来 他现在看的是历史书 在这本书里 大致了解了这个社会的历史发展 甚至还有世界历史 以前他的眼界何其的低 所有的了解都超过他的想象 这书他越看越觉得有意思 原来他以前生存的大风潮 根本不存在这个世界上 不知不觉 一中午就过去就过去了 直到远处的哨声响起 才知道又到了上宫点 是了 周长伯说了 看书最好不能让别人看到 他依依不舍地把历史书装了起来 又想到以前看到的那本语文书里 许多亘古绝唱的诗词 也让他赞不绝口 小夕的边缘有不少的青草 他用镰刀慢慢地割着青草 今天他领的任务是割牛草 一会把草割满了 送到喂牛的地方就好 大梁村有四头牛 除了新鲜的牛草 用不完的还可以制作成干草 以便冬天使用 因此需要的量比较大 直到傍晚收工的时候 苏敬书才慢吞吞 背着一筐子青草 往牛舍处走去 那里在村中的最边沿 靠近大山的山脚 与知青点一东一西 想要过去那牲口棚 还要穿过整个大梁村 收工的时候 在村里走动的人不少 甚至有村民不实地 回头看向苏敬书 发现这个病弱娇柔的女孩 竟然力气不小 背了那么一大筐满满的青草 即使苏敬书自己 也在后知后觉地发现 自己的背裸不但满了 还冒了出来 于是忍不住地倾笑了起来 大致是他想事情 想得太投入了 都忘了再干活 没多大会儿 便走到了所谓的牛舍处 一个破烂的木制大门大敞着 右面的牛栏 拴着四头牛 正在石槽内 慢慢地嚼着青草 而另一边 便是石头猪的猪栏 虽然他之前教过不少猪草 但全都教到牛车上了 却没有到过猪栏 石头猪正在嗷嗷地乱叫着 石槽内打扫得干干净净的 这时 一个低眉顺眼的中年妇人 正在旁边的空地上 用大砍刀在切着猪草 一旁还有两口大锅 猪草切好一盆后 全都倒在了大锅内 然后加上一些肤子添水熬制 原来猪食是这样制作的 甚至妇人有点麻木 连头都没有抬起来 不远处 还有三个瘦骨伶钉的女孩 蓬乱着头发在洗猪草 虽然大家没有交流 画面却神奇的和谐 院子的左边有 两间破旧的土坯房 里面走出来一个中年汉子 正是之前赶牛车的梁老二 只不过 他一脸的弹幕 看着苏敬书倒 交牛草往那边倒 嗯 四个公分 苏敬书甚至早上都没来 没想到 这冷冰冰的梁老二 这么好说话 他背着背楼 把牛草倒在了 另一处敞开的大棚内 刚要离开 便听见那破屋内 传来了一声声 歇斯底里的咳嗽声 并伴随着一声声 低沉的干呕 那声音 梁老二依旧面无表情 却低哑着声音道 我家丈人老毛病了 说完 暗暗地摇了摇头 苏敬书忍不住地 把目光瞥了过去 敞开的门内幕床上 正躺着一个胡子拉叉 面容灰败的老汉 正捂住心口 喘不过气起来 切猪草的妇人 这时也站了起来 朝屋内看去 一时不知所措 梁老二快速地奔了出去 在水缸里咬了碗水 给老汉喂了下去 那水却顺着他的嘴角流了下来 梁老二说 你这样不行 别为他喝生水 我们大梁村吃了一辈子生水 咋就不行了 梁老二满是不耐烦 但目光却盯着老汉 眼里带着一抹惆怅 叮叮叮 宿主 救人一命盛造七级浮屠 此时出手 定然会得两个技能点 两个什么 苏敬书心中一动 这老汉满脸褶子 一副病入膏肓的模样 但医者之心 让他做不到坐视不理 要不我看看 苏敬书还是忍不住地上前询问 你 梁老二看着病弱的女孩 一副风吹叫倒的样子 心想着同志在开玩笑吧 咳嗽干呕 气色灰败 废弃受阻 胃不禁卵 血流不畅 话音未落 那妇人立刻朝前一步 看着苏敬书的眼神 却带着一抹急切与哀求 虽然他听不懂 但就是觉得很高深 知青点的知青 肯定是有见识的 这是他青点 青 青 他的声音干涩 半想却说不出话来 梁老二低哼一声 转身把牛棚大门关闭 上门女婿啊 说着也慢慢地向着那里走去 没想到我亲爱的宿主 还挺八卦的 苏敬书笑笑 梁老二一家看牲畜 彭公分应该不少吧 看来是家里的病人有所拖累 这样想着 他的脚步便已经迈进了破屋内 屋子虽然破就不堪 连一件像样的家事都没有 但却收拾得干干净净的 除了长期关闭的门窗不通气 屋内散发出一股淡淡的腥臭味 以及药味 苏敬书面无表情地蹲在了老汉的身旁 伸手把在了他的脉门之上 顿时便感觉脉象气虚 恶热多余 再翻动了一下他的眼皮 浑浊中带着青色 你们信不信我 梁老二的面色一僵 随即看向那老汉 连喘气都是进气多出气手 于是重重地点了点道 请苏同志试试吧 妇人则别过了脸去 抹了把眼泪 苏敬书点了点头 从口袋中 掏出了一个檀香古朴的木盒 随即打开 里面是一块红绸包裹的布子 在把布包打开的同时 身边的两人脸上都露出了古怪的神情 但眼睛却亮了几分 麻烦 让开一点 把门窗打开 突然想到 外面的牛吼猪叫的 好像比屋内好不要多少 于是闭嘴 两人不约而同地后退了三步 把地方疼了出来 第35章 医者人心 看着盒子里的银针 苏敬书的心情也是复杂 只相隔了不到一月 似乎就像是过了两个世纪 他捏出了一根银针 只见老汉的脖梗一歪 突然两口黑血就喷了出来 随即便是一阵剧烈的咳嗽 伴随着心口剧烈的起伏 本来呈青灰的面色 渐渐的苍白 就连黑色的嘴唇 也开始轻浅了起来 同志 苏敬书一个眼刀过去 两二神子顿时晋升 往后又退了一步 不敢打扰 而他下针的速度越来越快 把两人看得目瞪口呆 一个姑娘 一个年轻瘦弱的女孩 此时如此的从容 直到24根银针 全都刺入老汉的身上 他竟沉沉的睡了过去 叮叮叮 恭喜宿主完成救治任务 智力加两点 敏捷一点 体力一点 足足加了四个技能点 就这 一个不算有难度的救治 竟然增加了这么多 很显然 这老汉常年劳累过度 加上饥饿 冷冻 劳累 还有伤寒等各种原因 让原来的身体大幅度的透支 看到女孩突然呆愣的神情 两人也不敢过问 都紧张地看向了老汉 两二婶子终于绷不住了 小心地问道 姑娘 不知道我老爹他 苏静叔淡然一笑道 暂时稳定 但好好休养 别喝生水了 最好煮开了再喝 他看了四周陈旧破败的屋子 破烂的棉被 深吸了一口气 从口袋中掏出了一瓶药丸 早晚温水服用 又拿出了一盒药高到 这个中午冲水服用 接着 有序的 又慢慢地把银针一个一个取了下来 之前扎银针的速度有多快 现在拔针的速度就有多慢 每取一针 似乎都在推进一步 甚至 老汉没有丝毫的反应 静睡得非常的踏实 等三十一根银针全都取出 苏静叔的额肩 竟浮起了一层细细的薄汉 也知道此处不能久留 他收起了银针 便转身离去 刚跨出屋子 又转过身去 从口袋里掏出了两个鸡蛋 放在了破桌上 这次毫不犹豫地便离开了 第二日傍晚的时候 苏静叔再次等到天黑的时候 才走进了牲畜棚 他的身影刚出现 梁二婶子便用热切的眼神看向了他 尤其是那老汉 此时正靠在一根木柱子上 精神静好了许多 想要说些什么 最终低叹一声 没有吭声 梁老二依旧是一脸冷漠地站在一侧 看也没看他便低喝一声道 四个公分 赶紧的 谢谢梁二说 他今日又看了一天的书籍 对这个历史 这个世界又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 卸下了牛草之后 梁老二便进屋去了 苏静叔朝着老汉走了过去 老汉声音沙哑 一双浑浊的眼睛 少了呆愣的表情 昨日多谢同志了 没想到我还有站起来的一天 说完 颤颤巍巍的手 从怀中掏出了五毛钱递了上去 不用大眼 你好好休养 多晒晒太阳 苏静叔瞥了一眼 那五张一毛钱卷成了一团 揉得有点皱疤 显然攒了很久 一点心意 老汉叹了一口气 觉得身体前所未有的轻松 他卧病在床也有两三年了 恨不得早点走了 别拖累到孩子 看闺女蓬头垢面的模样 差不多苍老了十岁 还有那几个眼巴巴吃不饱的孩子 太让人心疼了 好 苏静叔感觉到老汉的诚意 淡然的接了过去 手指一翻 便扣在了老汉的麦像上 顿时 老汉脸露出了一抹诧异之色 这手法 竟然如此的精准娴熟 昨日他陷入了昏迷 对于苏静叔医治的一切 都没有亲眼所见 今日 只觉得浑身轻松 就连那些药丸 感觉都是极为的精细讲究 他活了一辈子 不说别的 见识还是有点的 起码村里的赤脚医生 就是个大骗子 花了他们家那么多钱 并一点都没看好 那药还苦得要命 白瞎了 嗯 少应重方 苏静叔也不废话 直接从身后的竹篓中 在几人目瞪口袋之下 拿出了一只野鸡 一只兔子放在了地上 然后转身离去 说白了 要不要养 具体看他们自己的能力了 办完了这件事 苏静叔心情愉悦地走在了路上 刚走出两百来米 突然 一旁的小路上一个黑影冲了过来 眼看着 手就要搭在他的肩膀上 苏静叔往旁边一侧 随即伸腿一脚就踹了出去 喂 苏 听到声音貌似熟悉 苏静叔踹出去的尽力回收 微微地偏了一些 但之前反应太快 也太过灵力 那一脚力道减弱 却还是不可避免地 踹在了来人的腿骨上 他来人一个 猎且便坐在了地上 腿部被踹的位置 生疼生疼的 周长博不可置信地看着这一切 他被踹了 竟然被一个手无腹肌之力的小姑娘给踹了 被一个娇弱的仿佛风意吹就倒的女子踹倒了 太不可思议了 定然是他眼花了吧 原来他以为的小白兔 竟然是一只凌厉的狼 不 狼太凶残了 是一只会咬人的小兔子 很好 这样他以后就不怕女孩被欺负了 周长博快速地站了起来 左右看了一看 还好 没人看见 要不丢人丢大了 因为站起来的速度过快 扭动了腿部的疼痛 差点抽筋了 我说苏知青 你这下太猛了 以前练过 苏靖书也没想到 窜出来的人会是周长白 这人自上次猎杀了野猪之后 又消失了几天 就连大队干活也没见 没想到黑灯瞎火蹦出来 他不踹他 踹谁 不然呢 你以为一个姑娘出门在外 不怕被人欺负了 那倒是 周长博丝毫没有意外 女孩子就是要外表柔弱 内心坚强才好 给你带了点东西 拿着 说完 便又递了个篮子过来 苏靖书诧异地看着这人 背拢 篮子连续不断 他家不是干没工活的吧 他的手没有接纸淡淡的到 什么东西 我不要 周长博突然凑近 吓得苏靖书连连后退几步 拉开了两人间的距离 干什么 第36章 再起纷争 唉 悄悄话不懂 周长博轻笑着 到底没有再次靠近 而是压低了声音道 今天去镇上废品 站给你找了两本书 很好看的 还有 你太瘦了需要补补 这是我托人给你卤的野猪肉 别舍不得吃 空了再给你找 然后又把篮子往前一递 苏靖书一听说是书 手不由自主地接了过来 心情更加的美丽了 谢谢 接着手心一番 拿出来一个小瓶子道 这是爹打药 你回去擦两天就好了 不用 我一个大老爷们 这点痛算什么 说着移动了一下身躯 想要蹦打两下 哎呦 一阵抽疼又传了过来 这妮子这一脚踢的还真不轻 苏靖书好笑地看着这家伙 要不是今天增加了一点体力和敏捷 大约也不会那么重吧 好吧 我也谢谢你了 周长博接过了药瓶 一瘸一拐地往后退去 想要从那条小道撤退 等等 苏靖书像是想起了什么 突然出声叫停 周长博的桃花眼 顺时眯成了一条线 好看的唇角再次勾起 怎么 嗯 这种的小瓶子 你能弄到吗 我要五十个 不 十个也行 原来腾出树妹的几个瓶子 已经用完了 下次炮制药丸 就没地方放了 一些熬制的药膏还在碗里放着呢 最多三五天后 药效消散就可惜了 行 等着吧 周长博爽快地答应着 腿一瘸一拐地窜进了巷子里 等苏靖书走远之后 又悄悄地走了回来 声音低难的道 一个女孩子家 大晚上走夜路多危险啊 大梁村可不止我一个二流子 呸 老子不是二流子 说着便远远地跟在了身后 直到女孩走进了知青点的大门 回到小院 知青点的一群人 正围在一起吃晚饭 在看到他回来的时候 夏小青忍不住地笑道 我们的劳模同志回来了 天都这么黑了 挣了几个公分啊 这两天 农忙暂时告一段落 大家又开始分工劳动 有些人给田地放水 有些人给长出来的 秧苗松土 施肥 除草 劳动力稍弱的都去扯猪草 牛草和鱼草 活不多 速度快点的 都可以提前一点回来 大梁村有四头牛 三个大鱼塘 还有石头猪 撇开要干活的牛不说 冬天鱼塘的鱼和八头猪 因此工作还挺杂的 大家都想把猪养的肥肥的 过年好分钱分票 苏静叔瞥了一眼 端着碗红薯糊糊的女子 唇角露出了一抹浅笑 关你屁事 一众人全都带了 这个清秀 娇弱 甚至孤僻的女孩 竟然说出了这么粗俗的话 简直是刷新了他们的三观 宋浩然首先便不认同 他活得站了起来走了过渠道 静叔 你才来了多久 就满口无言 快道歉 凭什么 你 宋浩然转头 看着一众看热闹的知青 一时间脸上有点挂不住 你了半天才冒出来 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来 静叔 这么多年 我大概知道你的一些小心思 但我只把你当邻家妹妹 你没必要为了引起我的注意 如此放肆吧 这样只会让我离你越来越远 还有 宋浩然看着身后的白铃 微微一笑 又转过身来认真的道 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你不要在这里待了 想办法回城吧 忽略掉其他的话 仅仅一句回城 就让所有的知青 内心不平静 凭什么他可以回城 甚至有些人的内心蠢蠢欲动 看向苏静叔的眼神 就像是在看小白花 眼里全是算计 看着自说自话的男子 苏静叔突然想起了赤诚的周长板 比起眼前虚伪的男人 他宁愿和那人打交道 脸呢 奉劝你买块镜子照照 看着人模狗样的 说出来的话 真是让人恶心 宋浩然背对 一时间呆愣在那 不知道说什么好 气得脸憋红 一双拳头紧紧地捏在了一起 这眼前熟悉又陌生的凌家妹妹变了 以前的乖巧和柔弱呢 变得不知所谓 他以为自己是谁 敢如此放肆地跟自己说话 想到以前每次软软诺诺叫他浩然哥哥的时候 仿佛隔了好远好远 他甚至有点伤胆地想着 只要他娇柔地搅地喊他浩然哥哥 那么自己一定会原谅他的 苏静叔一分钟都不想看这些人的嘴脸 转身就要大步离去 却听到扑刺一声轻笑传来 只见夏小青 一副幸灾乐祸的嘴脸走上前道 你的脸呢姓苏的 整个知青点 谁不知道你为了宋知青下乡来了 长着一副狐狸精的嘴脸 你好意思 就是 此时张书倩也站了起来 声音有些尖锐地道 喜欢宋知青 也不看看 你配吗 别 别说了 杨林书窃窃的解围道 苏 苏同志也不是故意的 就连白灵都是一副不赞同的模样 坚定地走到了宋浩然的身边 拉着他的手温婉一笑 似乎要给他力量一半 苏知青大概是累了 先回去休息吧 苏敬书冷笑一声 看着眼前的几个女人 和一脸僵硬的男人 淡淡地说道 白痴 说完 转身就往屋子走去 得 又是一拳打在了棉花上 宋浩然痛心疾首地喊道 敬书 你不要一意孤行 我们都是为了你好 只要你道个歉 我们都会原谅你的 苏敬书 差点快要被气笑了 在大风潮那些贵族子弟能装 没想到这里的人也如此能装 和他们在一起 真是能让人窒息 真的够了 得赶紧找房子搬出去 苏敬书再次转过身来的时候 眼里蕴含着数不尽的冰冷 但脸上却堆着一抹浅笑道 听不懂人话吗 你 包括你们都令我厌恶 再胡说八道 我可是要打人的 说完 再没停留 直接走进了屋子 把门重重地关上了 心里长舒一口气 发泄了一下 心里舒畅多了 没有人会在意苏敬书说的一番话 他们聚集在一起 依旧在纷纷讨伐他的不可理喻 只有一个男子 微微地向后缩了缩头 眼里闪过一抹金光 第37章 打一顿就好了 那个雨夜的晚上 他被人毫不留情地 踹进了花粉池 想到这 他的眼里满是阴狠 苏敬书点燃了屋子里的煤油灯 在灰暗的灯光下 他偷偷扯了块肉 放进了嘴里 很好吃 咸淡适中 全都是瘦一点的后腿肉 他拿出了之前买的那块布料 手中的剪刀 看似随意地裁剪着 不大一块 一件衣服的样式 便被裁剪好了 他们大风潮的规格女子 除了琴棋书画 便是刺绣了 虽然他在安堂待了八年 但现在的衣服样式 是最简单最普通的 甚至他都不需要丈量 就能轻松地 把一件衣服裁剪好 等下小青两人吃完饭 回到房间时 苏敬书的一件衣服 已经缝制得七七八八了 天拉敬书 你竟然会自己做衣服 杨灵云惊讶地走到跟前 看着苏敬书手中 那件衣服细密的针脚 以及那速度 简直比专业缝纫师 差不了多少 石下村中 也有不少会缝制衣服的 但像他们知青下乡的 没有缝纫机 大约都是做不出成品衣服的 下小青瞥了一眼 眸中的怒火 都快要燃烧了出来 睡觉了 浪费没有是可耻的 说着便脱衣上床 直接把没有灯 调小熄灭了 啪 随着一声歇斯底里的尖叫 把隔壁人的人 都震得颤了一颤 贱人 你敢打我 啊 救命啊 杀人了 杨凌云颤颤巍巍的站在门边 苏靖书淡然的站在坑边 正收拾东西呢 而下小青 正把蒙着的被子掀开 从里面爬了出来 除了头发凌乱 脸上冒着泪痕之外 看不出一点不妥的情况 灯呢 快点燃 发生了什么事 哦 我 我不知道 杨凌云慌慌慌的去点灯 而下小青跳起来哭骂道 白姐姐 我不要住这个屋子了 这个贱人打我 黑灯瞎火他下死手打我 把我的头都打疼了 此时 没头到 就三间屋子九个女之亲 谁和你换位置 再说 他怎么就打你了 白灵走过去 扒拉着下小青的头发查看 一股长久没洗头的汗味 冲鼻而来 看不出丝毫的伤势 还打哪了 呜呜 他是个疯子 莫名其妙就打起人来了 看看 腰都被掐清了 下小青说着 也不管远处没进门观望的男之亲 直接撩起了衣服 白灵 张书倩 杨凌云同时凑上去一看 只见他腰间的皮肤 虽然粗糙微黑 但看不出丝毫的伤痕 即使张书倩有点遗憾 却也忍不住的摇了摇头道 别再鬼哭狼嚎了 大晚上怪下人的 你这根本看不出来伤痕 有本事你拿出怕打人的证据来 没有就别乱喊乱叫 明天要出宫嘛 好了 睡觉了 呜呜呜 他真的打我了 他是疯子 疯子啊 白灵贴了娇娇柔柔的苏静书一眼 两人的目光对视在了一起 对方竟然平静的 没有一丝的情绪 这次声音响亮 就连刚刚走出门外的白灵几人 都听得一清二楚 苏静书淡然地看着这个闹疼的女人 嫌弃地揉了揉手掌 他是真的懒得像个泼妇一样吵架 能动手坚决不动嘴 你 啊 啊 我和你拼了 夏小青直接跳起来 跟个疯子一样 朝着苏静书扑了过去 别闹了 杨灵云赶紧来拉 之前黑灯瞎火地打架他没看到 但是刚刚在灯光闪烁时 却依旧没看见 对方是如何出手的 要不是那轻量的巴掌声 都要以为是幻听了 刚刚走出去 白灵与张书倩也跟了进来 两人不可置信地看着这个淡定的女孩 也不相信她竟然会打架 知情点其余的人越靠越近 都翘手观望着 苏静书闪避到了一边 等夏小青的手 刚刚要触碰到她的时候 突然又是一声惊叫 哎呀 接着 便见棚头垢面的夏小青蹲下身 扶住她的小腿喊道 我 我的脚抽筋了 啊 好疼啊 只见她光着脚丫蹲在了地上 疼得呲牙咧嘴的 一众人又是一阵无语 这东西到底有多蠢 呼喝了半天 把自己伤着了 连对方一根头发丝都没碰到 甚至有人在想 到底是打起来啊 白灵轻声的道 怎么了 你到底是在干什么 我脚抽筋了 站不起来了 呜呜呜 好疼 好疼啊 白灵无奈的和杨凌云 一起把夏小青扶上了坑 问道 哪抽筋了 小腿垢 哎呀 夏小青尖叫着 只见她左腿小腿圈在一起 可能是真的疼 小脚丫疼得都张开了 知青点瘦小的张绍强 一溜烟地跑了出去 不一会儿 便喊着村里的赤脚医生来了 赤脚医生梁大强 背了个医药匣子 一头汗地跑进来道 怎么了 哪个知青同志不舒服 一众人赶紧让开了一条道 他的腿脚抽筋了 医生能看吗 在昏暗的灯光下 梁大强凑了过去 看到女孩穿着件贴身的短衣 一条长裤的裤腿 已经被挽到腿腕处 露出了一大截小腿出来 哦 我看看 梁大强的手朝着夏小青的小腿 肚子按了下去 顿时便发出了一声 杀猪般的嚎叫 吓得梁大强赶紧松了手问道 怎么了 疼 好疼啊 梁大强点了点头道 那你忍着点 是抽筋了 我给你推拿两下 说完 那粗糙的双手 接连按在了夏小青的小腿上 来回的 嗯 推拿 力道适中 拿捏得恰到好处 苏静叔微眯着双眼 他的十字点穴 打在经脉之上 最多腾上一刻钟 也就差不多了 这村一假磨假式的 也没搞清楚 只不过是想占占便宜而已 果然 在夏小青最初的嚎叫后 嘴里哼哼唧唧的声音 变得小了起来 这怪异的声音 让门外一众人听了 脸上都露出了古怪的神情 第38章 体验浓活 半想后 梁大强才一头大汗的收了手 夏小青也从那种状态清醒了 抖了抖脚 好像活动自如了 被老男人摸了半天 顺势修得满脸通红了起来 低垂着脑袋 不肯吭声 怎么样 知情同志现在舒服了吧 苏静叔 这话听着怎么那么别扭 谢谢 杨凌云滴滴滴道 多少钱 哦 小病而已 一毛钱就好 大晚上跑出来 挣个辛苦费而已 不然回家 准备老婆娘骂 看了垂头不语的夏小青 杨凌云低叹一声 从身上拿了一毛钱递了上去 等送走了赤脚医生 大家才一脸疲惫地回了房间 早已忘了之前的打闹 第二日一早出宫的时候 一院子知青 在看到苏静叔的时候 神情都很复杂 每个人都透着淡墨疏离 离他远远的 夏小青在看到苏静叔的时候 眼神横横的 昨晚清醒过来的时候 他便想到了 自己被这女人抱走了 没想到病秧子力气不小 打起人来这么狠 他的眼神 不由地瞥向了 不远处的老知青李文斌 想起了他前几天的甜言蜜语 以及透露出对苏静叔的厌恶 心里就微微好受一点 而李文斌撇向苏静叔 则眼神更冷 都是这个贱人 要不是他 自己也不会掉进化粪池 被所有的人嘲笑 甚至他吸了吸鼻子 过了这么久 他都能感觉到自己身上的臭气 以至于要去哄那个 又蠢又丑的女人 苏静叔自从智力加三点之后 感知力就很强 明晃晃感觉到 落在自己身上 一道阴冷的视线 当他目光看过去的时候 便看到一个斯文 有点白皙的青瘦青年 有点印象 好像是被他踹进粪池的那个家伙 真是没眼看了 斯文败累 知情们不理他 而他也懒得和这些人打交道 一个人背起了背楼 就往村中走去 刚到集合点 周大妮便笑着凑了过来 前几天有松土翻地施肥的活 他当然不愿意去做 扯珠草这些的小公分 今日闲了 便想和漂亮姐姐做伴 苏姐姐 你今天要去干什么 苏静叔对干活没有什么兴趣 即使干活带着一双线手套 每天回去 手指也是粗糙的 要护理半天 嗯 猪草扯过了 牛草也割了 要不 咱们今天去扯鱼草 往水里洗草 再推出去的感觉好像也不错 行 我知道有一处地方的草难 两人找继分园领了活 这几天的继分园不再是梁小静 那天被周老太一闹 他感觉到没脸 正在家里装病 现在的继分园是大队长的儿媳妇 性格倒是爽朗 看着精明 长得也是体型颇大 是农村人喜欢的媳妇 说话的时候 总是带着笑意 谢谢嫂子 我们走了 唉 有空来家里玩 我家小静 还是很喜欢大妮妹子的 大队长家的大儿媳 也算是个读过书的 起码是上过初小 认识几个字 他瞥了眼苏静书 没有吱声 这样瘦瘦弱弱的 跟个病秧子一样 他心里是不喜的 只是面上没有表现出来 别理他 周大妮低声地说道 梁小静就不是个好东西 自以为上了个初中 眼睛都抬到天上去了 一向都看不起我们 他的情绪突然有点低落 本来自己是 周家第一个孙女 是有机会上到初中的 但是他妈死活不让 说丫头骗子就是赔钱货 还不如把活干好了 想来找个好婆家 多要点彩礼 苏静书感觉到女孩的失落 却没有出声劝慰 只默默地跟在了身后 大梁村背靠大山 有一片很大的梨园 即使现在没人打理 也绿树成荫 梨花虽然落败洒落在地 但却依旧能感觉到 那一抹淡淡的清香 梨树之下 果然有许多的野菜青草 来这里扯猪草的女孩子不少 几岁到十几岁不等 全都钻在大树下 到处都是一片嬉闹的声音 这果然是一个好地方 可不是吗 周大妮带着他 往偏一点的地方走 两人不一会儿 便扯了满满的一辈楼草 苏姐姐 咱们去交任务吧 一会再来一趟 说着脸上微红的道 早上把公分挣完 下午我乃说 带我去镇上 苏静书心中一动 是啊 扯草的活灵活性比较高 就是公分少 他们老弱病残 可以抓紧把一天的活干完 下午就不需要出 刚好知青点没人 他也可以清闲的看一回书 周长博送来的书 他也有点好奇 还来不及看呢 我乃说我大娃哥最近太累了 要去买点东西补补 苏静书露出了一抹惊讶之色 那家伙活蹦乱跳的 出宫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昨晚上还给他送来了一大块肉 都没时间吃呢 很显然 他是个不缺肉的主 他累了什么 我跟着去 也就是帮忙备备东西 下午出去买不到什么东西了吧 好像挺远的 不远 我们走得快 可以买到大谷炖汤喝 一上午 两人各浇了两次鱼草 苏静书得了四个公分 周大妮得了六个 看着周大妮利索地洗草 再往河汤里扒拉着 心里也忍不住的也想试试 是这样吗 苏静书并没有光着脚丫子下水 而是站在大石上搓洗着草根 把周大妮笑得不行 不是的姐姐 不用洗那么干净 只把根部的泥巴涮涮就行了 鱼不怕脏的 猪草要好好洗 因为还要熬煮 苏静书突然想起了 牛棚那三个棚头的丫头 以及梁二婶子洗猪草 喂猪好像挺辛苦的 嗯 梁二叔一家负责牲畜棚 加上打扫什么的 公分是很高 但火也很脏很臭 关键那处还不能缺人 周大妮声叹了一口气道 梁二叔也是个命苦的 从小是个孤儿 后来入坠了二婶子家 却不想第一年 二婶子的妈就走了 剩下好几个年幼的妹妹 好不容易全都成家 而老丈人又病了 我跟你说 梁老汉整整躺了三年 没起来床 最近有人去浇猪草 见到老汉 竟然靠着墙边站起来 你说奇怪不奇怪 第39章 昨日种种 苏静书轻笑了一声 没想到梁家梁口子 还是个口井的 没有说他去看病的事 梁二叔不是排行老二吗 怎么会是锅 他记得还有梁三婶子 还有梁亲母将 兄弟应该挺多的 周大妮忍不住的大笑了起来 滔滔不绝的给他讲述 原来村里 从梁老大到梁老七 并不是什么亲兄弟 而是那一个月 村里接二连三的生男 大家又懒得费尽巴拉的起名字 结果第一个生的男孩 叫梁老大 那第二个就叫梁老二 好 那排第三的出生 也不甘落后 就叫老三 后面的陆陆续续 就跟着叫老四 这样叫下去 直接叫到老七了 苏静书也是一脸恶然 这名字起得太随意了吧 那是当然 你在村里叫一声二狗子 起码能蹦出来 七八个二狗娃 张二狗 王二狗 梁二狗多了去 老的小的都有 哈哈 没想到大梁村这么有意思 突然苏静书 想起了周长柏 便不经意间问道 那么叫大娃的 也有 但是我家大堂哥 是独一份的 我小弟就不叫二娃 而是叫二旦 还不如叫二娃呢 两人说说笑笑 就下工了 中午回到知青点 所有人见他 就跟见到鬼似的 这个不识人煎烟火的姑娘 难道要做饭了 大家八卦的脸 不识地往这边瞟 昨天宋浩然气狠了 也不理会 就装作没看到他似的 杨凌云大概是 唯一主动和他说话 嗯 大概是想要套问消息的人 静书 今天中午回来了呀 要不和我们一起煮饭 不然你下午赶不上工了 苏静书从到知青点 领回来的三十斤粗粮 还没使过 要不是偷偷放到空间 红薯起码要长样子了 苏静书已经和计分员说了 早上多干些 下午有事就不去了 于是淡淡地道 没事 我有吃的 你们去做饭吧 然后给倒了一杯开水 把奶粉冲上 又拿了一包盖奶饼干 泡在了牛奶中吃 一中午就这样对付过去 盖奶饼干泡奶粉 倒是味道不错 满屋子都是香味 呸 大小节的做饭 苏静书顺时眼神一冷道 你说什么 他可是听小夕科普了 所谓大小节的这些诟病 那可不能胡乱说的 这女人既吃不既打 简直是找死 看着对方冰冷的眼神 夏小青一下子慌了 生怕他不管不顾地打过来 我 没 没说什么 吓得一转身就跑了出去 中午等所有的知青都去上宫了 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的时候 苏静书只觉得岁月静好 一个闪身便进入到了空间 之前在山坡上煮的半拉子西周还没好 他干脆在厨房又煮了起来 昨晚上周常伯送的那个小竹篮 还在厨房里放着掀开一层盖着的白布 只见一边是用报纸包裹着的两本厚厚的书籍 另一边则是一个油纸包着的肘子肉 苏静书淡笑一下 从厨房里找出了把刀子 把肘子肉切了一块下来 又切成了薄片摆盘 上次在镇上买的馒头还有没有吃完 又从菜园子摘了点青菜 就在厨房内煮了一个青菜汤 青菜汤很淡 只放了一点盐 颜色却非常的鲜艳 苏静书用一个托盘把肉 馒头和青菜汤端上 走到了外间的葡萄架底下 慢慢的吃了起来 前生他是典型的江南人 从小在经历的生活都非常的精细 尽管肉很美味 青菜汤暖味 但是他却很怀念吃白米饭的感觉 小夕你会蒸米饭吗 稀饭他会米饭做了几次都没成功 不是糊了就是稀了 青我是系统不是厨师 好吧问错人了 吃完饭后 苏静书再次把原主家人游记过来的书籍 仔仔细细的看了一遍 数学深奥化学不懂 世上竟然还有物理这样的学科 他努力回忆了一下原主存在的记忆 却依旧模模糊糊的很不清晰 看到最后除了语文政治历史书能看得懂之外 其余的都很陌生 尤其是上面的化学是分子是什么的 简直就跟看天书似的 他只从小夕那里学会了阿拉伯数字 其余所谓的英文母还在琢磨中 小夕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这是个科技的世界 未来只能说更加的发达 你只有孜孜不倦的学习新的知识 才能更好地了解这个世界 苏静书心中一惊 那么你了解未来吗 小夕搜得一下子又飞远了 旋转在半空中甚是好看 他嘀嘀嘀道 宿主 小夕就是来自未来 不然你在以前 来至现在这个社会 见过我这么漂亮的形体吗 铁疙瘩一样的物体在空中来回的飘荡 不时地闪烁着一个带光的眼睛 很是自得 在苏静书的认知中 这就是个怪物 他再次把这些书籍 小心地放进了储存室 然后把目光看向了 用报纸包裹着的两本书籍 报纸 是了 在他的脑海中一刹那想到的词 然后小心翼翼地打开了报纸 虽然有点陈旧和破烂 但他却仔仔细细地 把破报纸看了一遍 也了解了一些目前的形势 甚至心中琢磨 下次去镇上 他一定也要去废品收费站去看看 再看向那两本书 依旧有些破烂 一本叫《红楼梦》 另一本是一本当代选集第一卷 白色的封皮红色的字体 看上去有点新 这应该是这几年才出版的 苏静书笑笑 把选集放到了一边 拿起了那本《红楼梦》 翻开了起来 越看他的眉头 越是深锁了起来 渐渐地 似乎与某种记忆重合 这本书 他往往翻看上十几张 眼睛就忍不住地酸涩起来 和尚书本在外面走一圈 然后又忍不住地再次阅读 前世的生活 不就是一个复杂的大官员吗 就连贾宝玉的形象 也慢慢地与后世子 也重合在了一起 苏静书忍不住地失效出生 即使作为古代大家闺秀的他 也是不喜欢后世子那样的人 从相看 到成婚之前 他们总共见面 不超过三回 第四十章 又搞事情 但每次都能隐隐地感觉到 那人身上的脂粉香气 突然 他的脑海中 浮现出了周长柏的身影 唇边再次发酵了起来 这本书 就像是自己前世生活的缩影 现在作为旁观者 越看越是上头 越看也越觉得生活的可笑与无奈 即使再夜晚 也忍不住把意识 进入到了空间 去细细品读 直到三日后 他才把整本书阅读完 也从痴迷中清醒过来 走在上宫的路上 周大妮凑了过来 好几次欲言又止的样子 让苏静书忍不住地问道 有什么话就说吧 别吞吞吐吐的 那我说了 你可别生气 嗯 说吧 周大妮一见左右无人 突然气氛地道 最近村里 不少人都在传你的闲话 说你什么什么的作风 好之懒做不求上进 还有这诗 这几天 虽然他有上功 但为了看话本子 都是尽快把活干完 一个人窝在某处看书去了 即使不看书 他也鲜少和别人交流 关于自己的闲话 还真不知道 通过了解 这话传出去 对自己并不是一件什么好事 突然 他脑海中滑过了下小青的嘴脸 脸色一冷 难道是他在胡说八道 苏敬书心不在焉地干着活 不远处有一个人大声喊着 正急匆匆地朝这边跑了过来 喂 前面是苏知青吗 请等一等 来人的喊话 顿时吸引了四面八方正在干活的人 大家停下了手中的动作观望 苏敬书转过身去 只见来人正是村里的会计 兼计分员良有量 三十来岁 长得精瘦精瘦的 一路小跑倒是快速 转眼就来到了他们的面前 连气都没有喘一下便道 苏知青请等一下 大队长这回在你们知青点 正等着你回去呢 他的神情扭扭捏捏的 好像有话不知道要如何说出口 大队长等苏姐姐干什么 周大妮惊呼出声 担忧地朝他看了过来 四周的村民议论纷纷 天哪 发生了什么事 呸 知青点的狐狸精冠会搞幺蛾子的 说不定谁的东西又丢了 别乱说话 他们是有文化有知识的人 最多在打架 那叫苏知青干什么 不远处的铁弹与二狗听见后 撒腿就往外跑了 苏敬书也是一连猛 看了这么多天的书 他的心也是忐忑的 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但他抓住了重点 你是说和我相关 可能是吧 现在村支部之书 大队长 小组长 你们知青点的人 全都回去集合了 快回去吧 别担心 会计倒是有点惶惶 但看上去没什么恶意 苏姐姐 我和你一起去 去 一边去 别捣乱 苏敬书也给了周大妮一个安抚的眼神 没事的 为人不做亏心事 怕什么 而梁友谅 则暗暗的摇了摇头 有时候 说不清楚 他在前面叹息的走着 苏敬书依旧一脸平静的跟在了身后 脑海里不断的思索着 对自己有利的对策 小夕 你说是怎么回事 大概是你平时太低调 得罪人了吧 这也算 可以帮我把柜子里的好东西 还有那几条新裙子都收起来吗 距离有点远 再说好东西 不都在空间 你怕什么 好 即使这样 他的手也微微的颤抖着 想起红楼梦中 饭室被抄的那些情景 心里有种想要逃离到大山中的感觉 知青点越来越近 路上甚至连一个行人都没有 苏敬书的心也越来越慌 到底是谁看他不顺眼 下小青吗 只有他一直在找麻烦 这几天 他沉迷于画本子中 根本看不出来他们的异常 除此之外 他自问没有爱谁的眼 知青点的门大敞着 里面吵吵嚷嚷的非常的激烈 怒骂声 呵斥声 哭喊声 连成了一片 这大清早的 让人莫名觉得烦躁 苏敬书自问 就是比别人先出门了十来分钟 又在路上晃了一圈 怎么就搞成这样了 一众人正看得津津有味 直接忽略了他们的到来 而小院中 果然站得满满的都是人 甚至 就连周大福的胳膊上 都戴上了标志性的袖章 正一脸 严肃地站在井边 这样的装束他之前见过 上次在镇上追头击倒靶的 不就是这样戴袖章的 一旁 还站着两个年轻的派出所成员 此时三人全都一脸严肃 而怒骂和哭诉 则来自于另一边 只见夏小青与张书倩 两人互相 薅着头发 正一脸怒视着对方 不但如此 一个叫骂一个哭诉 两人的头发 全被拽在对方的手中 身体别在一起 一旁的杨凌云 一脸惶恐 与淡定的白铃 一左一右在拉着架 无奈此时两人怒急 一有人靠近 就用脚踹了过去 完全就是一副 泼斧打架的神情 夏小青哭骂着道 贱人 你放开我的手 我说 就这两天 怎么那么好的心 跑我宿舍里来 感情是看上了我的东西 呸 你的穷酸养 谁看上你的东西了 再说 你有东西吗 啊 贱人 去死 你才是贱人 不要脸成天舔着脸 偷看宋之清 以为我不知道 人家连娇滴滴的病秧子 都看不上 哪会理你个泼妇 夏小青气急 眼眶通红 大吼着道 老娘给你拼了 你才偷偷摸摸的 看宋大哥 还有你口袋里的 那块方格子手帕子 每天看了又看 见不见 该不是偷送之清的吧 顿时 宋浩然一脸的尴尬 赶紧偷偷地去看一旁 拉架的白铃 啊 贱人 他们在一阵叫骂之后 再次扭打成了一团 两人的眼眶子通红 哭得鼻涕眼泪一大把 头发乱糟糟的 地上还掉了好几缕 看来是厮舍了半天了 大队长刚要呼和 两人尖锐的声音 便把他的鹤声盖了过去 哭得鼻涕一把 眼泪一把 使得他和村支部书记 对视一眼 表示非常的无奈 这样的情况 还不如对付周大娃呢 男娃子打一顿就好了 这女娃子怎么整 成天哭哭啼啼的 烦都烦死了